玄幻,我的师兄实在太妖孽了,第七集,书接上文,师尊疯了,红秀邪腻过来,嘴角抽搐,啊,红秀,你过来一下,我有个计划,跟你商讨商讨,陈平平说道,宗门已经建成,当务之急,是不是应该掠夺一些修行资源,掠过,红秀睁着大眼,哦,说错了,是争取,陈平平微微一笑,争取,怎么个争取, 他们出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找个方向都是问题,居然还妄想,向外面争取,红秀知晓陈平平的能耐,可是,这里是九天,是南离大地,不是天舞大陆,在这个宗门灵力,强者如云的大世界中,难道他们不应该低调一些吗,待宗门弟子的实力提升上去以后,在接触外界,杨宗门之名,岂不是更好,红秀忍不住反驳,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这里是南离大地,哦, 哦,陈平平冷静了不少,玄机说道,你说的没错,这里是南离大地,不是天舞,我们应该低调一些,是的,红秀点头,瞟了他一眼,心想,如此可较也,然而,陈平平的下一句话是,先苟几个月,然后再出去,几个月,是多少个月,三个,还是五个, 莫非陈平平以为十一个月的时间,便能改变无极宗现在的局面,一千多名宗门弟子当中,有多少王道,又有几个是皇道,他们没有神兵,没有强大的修行法,没有厉害的功法,稍微有些天赋的年轻人,都被天舞那种大环境死死的压着,能够走出来的,也只有李七一个人,可他如今还是太玄境,哗啦,陈平平随手掏出几百万颗灵石, 对着土鸡说道,去,布置几个聚灵镇,红袖微微张口,旋即,他又拿出一大堆高阶的修行法,王道级别的,皇道级别的,当中步伐还有残缺的圣经等等,紧接着被掏出来的是神兵,一大堆皇道神兵,放置在跟前,堆积如山,红袖傻眼,李七张大着口,诸葛无双云莫无为,两人圆瞪着大眼,他们知晓陈平平很好,因为他以前就拿出一大堆修行资源,可谁也没有想到, 陈平平竟然好到这种程度,这些可都是高级资源啊,他要干嘛,陈平平微微一笑,宣布下去,但凡突破王道之境的人,奖励皇道神兵一剑,高阶修行法一部,八阶灵丹时刻,众人,突破皇道之境的人,奖励神通,完整的圣经,九阶灵丹,突破尊者之境的人,奖励完好的圣兵一剑,他语气平平,面带笑容,仿佛是在宣布着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可下方的宗门弟子, 全疯了,天哪,高阶修行法,皇道神兵,圣兵,圣经,八阶灵丹,九阶灵丹,这他喵是在做梦吗?所有人傻眼,眼前这位师伯,是不是过于好无人性?以前也只是听说师伯强大,师伯无敌,师伯号称无极宗最为可怕的天才,可谁也没有想到,师伯不仅是无敌,还很好,且无人性,他们疯了,眼神逐渐炙热,浑身哆嗦,体内的血液开始沸腾, 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满脑子都是那一大堆修行资源,师伯,这是真的吗?一个少年人懦懦地询问,不太确定,生怕是一场梦,当然,陈萍萍笑道,既然选择了入九天,既然选择了要做温宇晴身后强大的护盾,那么,就要把这件事情做好,虽然他不善于管理宗门,不知道该如何去引导他们修行,教导每一个人因人而异,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与外界的关系, 规则,生存,发展,战略性的目的与方向,这些他都一无所知,但没关系,陈萍萍的想法很简单,我有系统奖励,吴吉宗的整体势力,可能没有外界一个小势力那般强大,也比不上某某某个修行家族,甚至人数大大不如人家,也没有底蕴,没有治强者,没有强大的神兵等等,地理位置也不好,可那又如何?我就是有系统奖励,口袋里一大堆修行资源, 全部掏出来,强行提升他们的境界,他就不信,有了这些东西,吴吉宗的整体实力还不上去,师尊,李奇预言又止,目光很炙热,你不行,陈萍萍邪逆过来,知晓他的想法,便道,你必须跟随他修行封印,阵法,禁忌,直到你大成,我才传你修行法,李奇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已经踏入黄道,黄道的人,随时都可以前来领取奖励,陈萍萍又道,此言一出, 下方又是一片沸腾,我要闭关了,等等我,我也要闭关,一起啊,短短的半个时辰,一千多名宗门弟子,几乎都去闭关了,不一会儿,土鸡布置好聚灵阵,寂灭之都的内部灵气,开始变得浓郁起来,可尽管如此,陈萍萍依旧不满意,他说道,能不能打造出一条灵脉,土鸡翻白眼,你在吃屁,有难度,那算了,哗啦,陈萍萍没多想,随手丢出几位, 几万株的灵药,从二阶到九阶,他开口,给我种下去,我要寄灭之都开满鲜花,土鸡呼吸一致,他不是第一次见到陈萍萍的毫无人性,可是,他是第一次,见到陈萍萍,掏出如此之多的灵药,这,他该不会是,某位大帝的子嗣吧,难道说,他与那些大人物有关,还待在这里的人,漠不震惊,窒息, 紧盯着那一大堆如若山岳般的灵药,只觉得胸口沉闷,又想起陈萍萍刚才的那句话,要让寄灭之都开满鲜花,嘴角不禁抽搐,开满鲜花,你倒是种花啊,哎,几万株灵药种下去,第二代都没你这么禽手,哎呀,毛球睁开双眼,透露出金光,啪,陈萍萍一巴掌下来,瞪着他说道,我不让你吃, 你要是敢吃,我就炖了你,一压,他挥舞着小小的爪子,满脸的委屈,不远处的地灵,也望向这边,眼珠子不时转动,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哦哦哦,灵药,我的,统统都是我的,土鸡眼睛都看直了,你也吃灵药,陈萍萍神色不善地看着他,人族小子,你不能污蔑老娘,老娘只是单纯地喜欢灵药,嗯,对,没错,就是这样,既然你诚心要求我,帮你种下这些灵药,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帮你,土鸡流着口水,一下子扑入灵药堆里,陈萍萍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这时,红秀才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你父亲是大帝吗,陈萍萍,不是,你母亲是,也不是,你是不是某个超级大势力出来历练的少主,难道说,你不属于这个世界,红秀睁着大眼,想到一种可能性,九天之外,比如那些大人物所存在的地方,陈萍萍翻白眼,我是无极宗弟子, 清风弟子,师从温宇晴,好了,你别问了,要神兵自己挑一件,不要的话,赶紧下去安排,红秀,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是你妹妹,她不相信陈萍萍这些话,这个家伙,肯定有着很大的来历,如若不然,她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掏出这些东西,神兵,修行法,灵丹,灵药,灵石等等一大堆,好像这些珍贵的修行资源,在陈萍萍的手中,便如泥土一般,一抓一大把,陈萍萍懒得搭理, 她,大不离去,没有灵脉,嗯,没有灵脉,这怎么可以,她抬起头,注视着寂灭之都外面,脑海中蹦出一个想法,身为一个超级大势力,怎么能没有灵脉,这是不对的,一套快速提升整体实力的方案,就这样被陈萍萍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完美处理,红秀不得不承认,她是对的,如果是她来处理,想要达到这种效果,至少也要数十年的时间,唉,想到这里,红秀忍不住 她就郁闷了,问向一旁的诸葛无双,你们觉得,我跟陈萍萍的长相相似吗?我总觉得,我跟她是亲兄妹,你们认为呢?这一次,身为宗主的红秀,也不想要脸了,莫无为冷静下来,开始分析局面,陈师兄是对的,选址,引导,这两个步骤都做得很好,寂灭之都因为诡异,而挡住了外界,他们可以偷偷修行,待实力提升上去以后,再问事也不迟,其次就是陈萍萍的引导,以这种最为直接的 方式处理,最能激发人的潜能,莫无为相信,在短暂的一年时间内,一千多名宗门弟子当中,至少有一百人,踏入王道之境,至于王道境,他不敢肯定,是的,诸葛无双深吸一口气,我们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呵呵,红秀笑了,那个白痴让李奇出去立门坊,还准备去掠夺别人的修行资源,霸占别人的地盘等等,你们觉得,我们有时间修行?几人,阳光正厚,明媚动人, 一群金阳门的年轻弟子,在自家长者的带领之下,来到寂灭之都这片区域,相隔树里,长者指着寂灭之都介绍,仙古旧旨就在这里,关于这里的故事很长,其中牵涉到仙古第一位先祖,也就是玉长峰,听到玉长峰三个字,所有年轻人纷纷抬起头,注视着寂灭之都,生在南离大地的人们,从小便听着玉长峰的故事长大的,三次正道失败,一次锻造天道神兵失败,可他从未放弃,他的故事,往往都 被老一辈的人,当作是励志教材,用于教导年轻人,要学会努力,不放弃,不气馁,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许多普通人,或许也只是听说玉长峰的故事,却从未来过这片区域,若非踏入修行,他们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寂灭之都 如今,终于来到这里,一位被晒得脸色通红的少年人,忍不住询问 长老,我听说寂灭之都,现在变成了一个生命禁区,这是真的吗? 是的,老者语气肃怒,玉长峰三次正道失败,上苍降下可怕的浩劫,直接抹杀了这里的存在 数万年过去,天道的毁灭之力,始终凝而不散,这也是仙谷搬迁的最大缘由 其次,除了天道的毁灭之力,还有诸多诡异存在 故此,数万年下来,几乎无人敢踏足这里 什么样的诡异?那少年人又问 诅咒,不祥,禁忌等等,甚至有传闻 每逢深夜,寂灭之都深处都会传出断断续续的哭声 老者宁生说道,这次带你们过来,主要是想让你们知道 当年玉长峰都经历了什么 他虽然三次正道失败,可他从未放弃 从古至今,像他这般有大意力的人,已经不多见了 听到面前那些话,所有年轻人脸色煞白 再看看眼前的寂灭之都,眼神中顿时流露出畏惧 老者又道,玉长峰运气不好 第一道正道,被人抢占了天道先机 第二次正道也是,第三次正道,恰逢妖族大军杀来 咦?长老,寂灭之都真的无人敢踏足吗? 这时,一位白衣少年问 当然,被打断的长老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很和蔼地解释着,这个地方很可怕 而且没什么机缘,所以敢踏足的人并不多 可是,我看见有个人,白衣少年指了指那个方向 嗯? 长老抬起头,也见到了寂灭之都的身影 他愣了一下 那道身影正在搬运木材 随后开始挖槽,紧接着将木材放入其中 又打造牌匾 每一个步骤都很认真 过程长达十分钟左右 金阳门一群人才回过神来 这不是梦,是真的 连长老都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会有人赶入寂灭之都? 还在那里活动,他缓缓靠近 三千米,一千米,八百米,五百,三百,四四 当长老看清楚那个人的面容 是个年轻人,他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可怕的是,寂灭之都的毁灭之力 诡异之力,诅咒之力,依旧存在 而他完好无缺的活动 仿佛那些可怕的力量,对他而言,没有任何作用 恰逢这时的李七抬起头,看见了金阳门一群人 他愣了一下,脑海中不自觉浮现出两个字 强者 还未入九天的时候,和一天整天在耳边唠叨 说什么南离大地强者如云 随便走出一个都是尊者之境 还说他们这样的实力去了南离大地 跟送死没什么区别 一想到这里,李七整个人就僵住了 逃,还是不逃 尊者之境要杀自己,应该很容易吧 不过,他似乎没有杀意 老者看着牌匾,再看看立起来的木材 他睁着大眼,问,你在干什么 立门方 李七下意识地回答 谁让你立的 我师尊 你师尊是谁 陈平平 记住这个名字,陈平平 长老毛骨悚然 数万年不曾有人踏足的寂灭之都 迎来了一个叫陈平平的家伙 他要在这里居住吗 不对 看牌匾上的字,无极宗 天哪 陈平平要在这里立宗门 长者窒息 身后一名少年 问,你们是哪里人 不害怕寂灭之都吗 为什么,你能在这里 呃 李七想了想 回答,我们来自天舞 天舞 天舞是什么 一群人满脑子的疑惑 但老者却更为震惊了 他知晓天舞 一个巨大的囚牢 曾流放着罪人 不曾想 从囚牢中走出来的人 居然入主寂灭之都 要在这里立下一个宗门 这 胆子也太大了吧 不过老者意识到一点 眼前这个年轻人 似乎很耿直 他眯起视线 问道 你师尊陈平平什么境界 黄道啊 李七很认真地回答 哦 老者笑了 果然是个耿直的孩子 但下一刻 他却笑不出来了 黄道之境 能无视寂灭之都的诡异 有问题 若能弄清楚这里面的猫腻 兴许 他们金阳门 也能入寂灭之都了 想到这里 老者轻笑道 年轻人 你能出来让我看看吗 不能 他直接回答 孩子虽然耿直 但不是脑子进水 老者笑容不减 你师尊 是要在这里立宗门吗 李七点头 是的 你们不怕寂灭之都的诡异之力 老者眯起视线 开始试探 什么诡异之力 李七一愣 回头望向迷雾层层的寂灭之都 心想 也没见啊 只有一层物矮 但师尊走过去的时候 物矮散尽 寂灭之都的真实样貌便呈现出来了 难道 见到李七的表情 老者心头震动 露出金融 是寂灭之都的诡异之力消散了吗 当下便探出神石 结果 神石刚刚触及寂灭之都 一股可怕的力量袭来 老者扑痴的一声咳血 面容苍白 不乏连连倒退 再次抬起头的时候 满脸骇然 诡异之力还在 可是 那个年轻人 竟然可以无视寂灭之都的诡异 如履平地地行走 活动 说话 老者咽下一口唾沫 又问 你确定你师尊只有皇道之境 李七点头 是的 见鬼 老者脸色一黑 肯定有猫腻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为什么他的神石 无法再寂灭之都活动 而那个年轻人可以 这是大事 想到这里 老者不再逗留 带着金阳门一群年轻人 急忙忙离去 这时 陈萍萍走出来 咦 刚才听见有人说话 是有人来了吗 李七开口 一个老头 带着一群少年来这里 随后 指了指某个方向 往这边走了 哦 不是天意宗 也不是仙谷 陈萍萍看了一眼 便道 行 我知道了 金阳门 老者兔摸心子横飞 嘴皮子都磨破了 足足说了半个时辰 可宗门上下 却无人相信他 一个个神情古怪地看着他 天舞而来 黄道之境 在寂灭之都中立宗门 搞笑吧 那个地方数万年不曾有人踏足 充斥着诸多诡异与极可怕 寻常人连靠近那个地方都需要勇气 谁会在寂灭之都立宗门 脑子进水了吧 老者见他们一个个不相信的模样 气得差点吐血 咬着牙说道 你们为何不相信我 的确有人在寂灭之都立下宗门 若是不信 大可去看看 行了 行了 大长老开口 寂灭之都 距离我金阳门也不远 大家全当出去散散步吧 他也没有当回事 不过老者牢牢叨叨地说了半个时辰 满脸通红 神情激动 也罢 那就走走吧 途中 玉长风三次正到失败的地方 早已被天道的毁灭之力覆盖 还有诡异与诅咒 寻常人哪敢靠近 更遑论 还要在那里立宗门 八长老语气悠悠地说道 我也觉得 可能性不大 大家别吵了 寂灭之都静在眼前 是与不是 一看便知晓 大长老开口 他们议论了一路 各种不相信 与其嘲讽 老者当真是有苦说不出 无奈 他选择了闭嘴 距离越来越近了 可是 视线中 看着看着 就开始不对劲起来 有个影子 不是人影 而是一道门方的影子 见此一幕 金阳门的高层强者 不由地愣住了 老者神情激动 指着门方大声说道 看见没 是不是有人在这里立宗门 门方并不精致 相反还很粗糙 上面写着三个大字 无极宗 众人发呆 还真他们要有人敢在这里立宗门 是谁 吃了豹子胆了吗 他们想起老者所言 天舞大陆 陈平平 黄道强者 大长老皱下眉头 一步踏入寂灭之都 可扑面而来的 却是可怕的毁灭之力 诡异之力 诅咒之力 他脸色大变 急忙忙退出来 寂灭之都 深处 陈平平察觉到 有客人到访 眼珠子一转 笑了笑 李奇啊 目前我们无极宗 上在发展阶段 需要一些时间 不过建设宗门有益 缔造和平共存的理念 打造出我们无极宗 强大的门面 等等重大的任务 已经迫在眉睫了呀 李奇 你身为我的首席大弟子 可愿意担起这个重任 陈平平看着他 师尊 李奇脸色发黑 他们都在修行 我是不是也应该 好好修行 不着急 等你封印 阵法 禁忌大成时 我便传你强大的修行法 陈平平微微一笑 现在 你带着毛球出去吧 毛球 那个小胖子 通体雪白的球 一天天就知道睡觉 不是趴在 小语师叔的肩膀上 就是趴在 小师叔的肩膀上 李奇麻了 他感觉师尊 所有的宠物当中 就毛球没有用 那头看起来 异常神俊的大家伙 也就是地灵 虽然胆小如鼠 可好歹也有战斗力 至于毛球 李奇露出比哭 还要难看的笑容 说道 师尊 你会不会在后面看着我 前意思就是 你会在身后 默默保护我对吗 陈平平摇头 不会 顿了顿 他又道 你的小师父会 土鸡会 不远处的土鸡 邪腻过来 翻着白眼 心想 谁家的弟子 谁保护 他正在忙碌地 栽种着灵药 目前已经种下了 一千多株 再加上聚灵阵的发挥 整个寂灭之都 内部充斥着浓郁的灵气 要不了多久 这个地方 一定会成为 整个南离大地 灵气最为浓郁的 一个修行之地 而这一切 都出自于他的手 想着想着 土鸡便兴奋起来 因为他的心中 还有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 之前何一过 想要在南离大地建立宗门 就必须得到三分之一 势力的认可 如此一来 我们才能立足 才能与他们进行 争夺修行资源 所以 这个重任 我打算交给你 陈平平一脸严肃 李奇一脸便秘 他很想说 师尊 你是不是忘记了 我只是 一名泰旋进修者 整个宗门 都在加速前行 而他却要派遣出去 执行任务 还不能修行 他感觉 最多一年的时间 他便会成为 整个无极宗垫底的存在 好可怕 这个任务非常的艰巨 只能由你来完成 因为你是我的大弟子 陈平平说到 玄机提起 还在睡懒觉的毛球 直接丢了过去 去吧 李奇无奈 最终还是捡起毛球 被迫上路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陈平平一声轻叹 希望你能理解 你希望他理解什么 红袖走出来 出言讥讽 一千多名宗门弟子 全都在加速修行 就为了获得你的奖励 而你的首席大弟子 却被你死死的压 不传他修行法 不让他修行 如今还要派他出去 与外界接触 怎么 你是嫌他命长 他无法理解 他没办法理解 陈平平为什么要 选址寂灭之都 虽然到目前为止 他们还会发生什么 可以后呢 那些毁灭之力 诡异之力 诅咒之力 终究有一天会吞噬这里 淹没整个无极宗 他更加无法理解 他们才刚刚踏入南离大地 才刚刚建立起无极宗的建筑 一切刚刚开始 为何要着急忙慌地立下那个门方 少一个门方 他们就不是无极宗了吗 同样无法理解 陈平平为何要压着李奇 不让他修行 他是一尊太阳圣体 世间罕见 好好修行 假以时日 必然会成为无极宗的绝顶强者 而不是修行什么阵法 禁忌 封印 红秀一口气道出了 心中压抑许久的疑惑 谈不上生气 就是无法理解 陈平平愣了一下 笑道 难道你不觉得 寂灭之都这个地方很好吗 哪里好 红秀问 外面那些弥漫着的力量 虽然很可怕 却给了我们无极宗最好的保护 不是吗 是的 可那些力量也会吞噬我们 不会 你能保证 当然可以 陈平平点头 至于力门方的事情 我承认 是有点着急了 可是 很多时候 时间并不会等人 比如 温宇晴前行的速度 他不会停留在某一个地方 等着陈平平成长 等着无极宗日渐强大 这是他立下门方最大的缘由 为的就是 加速宗门的成长 接触外界 接受源自于外界的压力 最重要的是 陈平平开口 我不可能永远去满足 他们的修行需要 那些修行资源终究会有枯竭的一天 而想要变强 踏入黄道 尊者 甚至是圣境 一切只能依靠他们自己 闭关是无法解决的 所以 走到一定的阶段 他们需要外界的刺激 比如 同代竞争 宗门之间的压迫 还有一些争斗修行资源 唯有精力 才能成长 这一点你认同吗 红袖皱眉 逐渐冷静下来 他的成长方式 与寻常人不同 他是待在重楼内部长大 此后才开始担任职务 虽然拥有强大的战斗力 却缺乏很多精力 可以理解 他的人生一帆风顺 直到遇见陈平平 当然了 一帆风顺的人生 也需要强大的修行天赋 支撑着 否则根本无法达到那种高度 可大部分修者 是没有惊人的天赋 他们资质平平 悟性也很普通 或许在某一个小阶段中 他们能超常发挥 连连突破下去 若是过了这个阶段呢 经历 磨难 生死 同代竞争 唯有走过漫长的路 才能悟出 真正属于自己的道 这才是修行 陈平平不过是在未雨绸缪而已 想要建立起一个 良性循环的修行宗门 只是他忽略了 红袖对修行的理解 当然了 想要建立起一个超级大势力 还是需要红袖帮助的 他对于管理宗门的概念 向来模糊 其次就是李奇的问题 陈平平深吸一口气 抬起头 说道 如果你想让李奇正道 成圣 成帝 那么现在最好的做法是 不管他 如果你 仅仅是想让他成为一名绝世强者 很简单 我现在就可以做到 太阳真经很适合李奇 他还有诸多修行资源 强大的神兵 可怕的神通 攻击法等等 只要他愿意 可是 他并不想让陈平平 活在自己的身后 抬起头 永远只能看见陈平平这个人的背影 他想让李奇看得更远 注视着辽阔的天空 大地 俯瞰着诸多强大的敌人 这才是真正的大气韵之子 不经历磨难与坎坷 怎能成长 红袖微微张口 听得他的豪言壮语 一时间 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反驳 原来如此 他的远见 他的目光 所注视着的高度 远不是自己可以媲美的 这一刻 红袖不再质疑他 便如决定入九天的那一天开始 既然他选择了相信陈平平 那么 他便会一直相信下去 因为吴吉宗 不能没有陈平平 红袖一声轻叹 可是 李奇才太玄境 没关系 陈平平笑了笑 老黄 小黑虽然不在 可土鸡羽毛球在啊 至于地灵那个傻缺 他瞟了眼不远处 旋即皱起眉头 地灵的眼神不对劲 他正在看着土鸡刚刚栽种下来的灵药 陈平平笑容一宁 大步走了过去 一个暴力狠狠地砸下去 你敢吃我一株灵药 我把你剁了 顿了顿 他又道 现在 你去栽种灵药 让他休息休息 啊 土鸡抬起头 我不累 你跟着李奇 陈平平看着他 喂喂喂 人族小子 你太过分了 那傻小子才太玄境 你让他去接触外界 土鸡不愤 你这是在谋杀 哎呦喂 鸡毛长出来了 陈平平眯起视线 一瞬间 土鸡露出警惕 迅速倒退 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以前的羽毛还好 那个时候的血脉浓度并不高 可现在不一样 每一根羽毛当中 都流淌着太古凤凰的鲜血 不能被他拔了 血亏 看着一步步走过来的陈平平 土鸡大叫一声 你无耻 旋即震翅一挥 卷起一大堆灵药 冲向寂灭之都外面 哎 陈平平黑着脸 这老母鸡 明明血脉之力都如此的高了 还要灵药干嘛 就算吃掉几万株灵药 也未必能提升一点血脉浓度吧 地灵一脸憨厚地跑过来 滚 陈平平瞪着他 你不准吃 还有 别笑 入了九天 地灵驯服才提升到百分之十五 见了鬼 平兮兮都没有这般艰难 安排好这一切后 陈平平来到洪秀跟前 说道 你境界太低了 赶紧提升提升 三年内踏入圣境有没有信心 洪秀 三年 圣境 你怕是在做梦吧 你可是宗主 总不能太丢脸吧 陈平平看着他 合一了 超级大势力的掌门人 都是圣境强者 一手握着地兵 一手拖着强大的底蕴 震慑九天大地 你放心正道成圣 剩下的交给我处理 陈平平眨了眨眼 金阳门一群人来了又走 不敢逗留 因为寂灭之都的诡异之力还在 他们无法想象 到底是哪位大人物 能够入主寂灭之都 想想就觉得可怕 故此 不等李奇出来 他们便逃离这里 李奇屹立在寂灭之都外 看着远方 久久不语 肩膀上还趴着一个小家伙 身后的土鸡 骂骂咧咧地跟了出来 该死的人族小子 不讲道义 李奇小子 你可千万别选你师尊 小师傅 李奇愕然 你不是在种灵药吗 别说了 土鸡脸色一黑 几万株灵药啊 他心中的宏图大忌 还未施展出来 却被陈平平赶出寂灭之都 前来保护李奇 咦 土鸡看到李奇肩膀上的毛球 不禁睁着大眼 问 你师尊让你干嘛 给了我一张白纸 让我走访那些宗门士领 然后让他们的掌门人 在这张白纸上签名 认可无极宗的存在 李奇吐显 就这 这么简单的任务 陈平平就办不了吗 非得让一个太玄境的小家伙出来 嗯 有猫腻 土鸡 眯起视线 任务过于简单 可陈平平让毛球随同出来 这就不简单了 想着想着 他便露出笑容 随老娘征战去 有毛球在 还怕什么 只要圣进强者不出手 只要他们不复苏帝兵 凭借着毛球的吞噬 再加上自己的阵法 哼 足以横扫那些小门派 小家族 不给我灵药 我自己弄 土鸡星效 第一站 金阳门 一人一鸡是在一座古镇中打探得到的消息 这一代等级最弱的势力便是金阳门 掌门人尊者之境 还有数位长老也是尊者 余下大部分都是黄道 神王 王道 四日 他们便来到金阳门 土鸡走在前面 一双麻痘大小的眼珠子 打亮着金阳门的四周 李奇跟在身后 心情忐忑 小道上 一位中年男子拦住他们的去路 来者何人 吴吉宗 李奇 他深吸一口气 说道 嗯 听到吴吉宗这三个字 那中年男子愣了一下 似乎想起了什么 而后脸色大变 一个转身急忙冲入宗门 大事不好了 长老 中年男子惊呼 吴吉宗的人杀过来了 一边跑 一边喊 金阳门上下所有人听得清清楚楚 一个个如灵大敌 大长老从房屋内走出 板着脸 说道 慌慌张张 成何体统 不是 长老 吴吉宗的人杀过来了 男子颤声 杀过来了 大长老皱眉 他们无冤无仇 吴吉宗为何要杀过来 不对啊 大长老又问 有多少人 啊 听到这句话 男子才冷静下来 抹了一把冷汗 好像只有一个人 好像只有一个人 此前 金阳门高层强者抵达 寂灭之都 见到了有人在那立下门方 回到宗门后 消息便传开了 议论沸沸扬扬 所有人都觉得 胆敢在寂灭之都立宗门的 必然会是可怕的存在 故此 刚才听到吴吉宗这三个字的时候 中年男子也是含了胆子 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报信 完全没有注意到用词 不是杀过来 而是拜访 因为对方只有一个人 大长老脸色一黑 骂道 才一个人过来 你慌什么 他快步走向小道 于此时 金阳门诸多强者 与吉弟子 也纷纷围了过来 好奇地打量着 这个来自于天舞大陆的年轻人 至于土鸡 至于毛球 绕开了众人的视线 偷偷溜到金阳门后方 李奇迎来众人的视线 脸色不油的一红 他本身的性子就腼腆 不善言辞 不善与人打交道 无吉宗 大长老大步走来 打量着这个年轻人 是 你师尊陈平平 是的 你师尊 黄道之敬 之前 有人询问他的时候 他回答过 抬起头 扫过这位大长老的身后 果不其然 他见到了那位老者 还有几个曾见过的年轻人 大长老倒是冷静 又问 你确定你师尊黄道之敬 他在想 这孩子是不是有点病 哪有人询问 便直接倒说的 搞得他都怀疑人生了 黄道之敬 也敢在寄灭之都立宗门 李奇想了想 应该是 所以 无吉宗宗主 是你师尊队吗 大长老看着他 不是的 李奇摇头 这个回答出来以后 金阳门上下一下子紧张了 原来陈平平不是宗主 那么 无吉宗的宗主 必然是一位可怕的存在了 李奇又道 是红秀 红秀是谁 大长老开口 他是宗主 什么境界 黄道 众人裂开 师尊是黄道 宗主也是黄道 然后两个黄道强者 在寄灭之都立宗门 大长老吐血 接着问 所以 你无吉宗 到底有没有绝世强者 李如圣静 准滴 李奇一愣 没有啊 我师尊和红秀 就是无吉宗 最强大的修者了 哦 金阳门上下 顿时松懈下来 可是 还是不对劲 大长老是一尊尊者 几天前 约要踏入寄灭之都 结果差一点陨落 还好反应足够快 而无吉宗最高战力 是黄道之境 他们怎能安然无恙地生存 哎 大长老摇了摇头 决定不再多想 这种事情 发生了 很快便会传出去 到了那个时候 自然会有强者来揭秘 想到这里 他冷静了下来 你 拜访我金阳门 所为何事 李奇迅速拿出那张白纸 神情认真地说道 师尊说 我无吉宗刚刚立足 还需要你们的认可 所以还请金阳门掌门人 再次写个名字 众人笑了 天舞 黄道之境 就这种实力 也妄想获得他们的认可 这时 又是一位长老走出 吃笑着 虽然不知道 你们是如何在寄灭之都立足 料想 不过是因为运气好的缘故 或许你们捡到了 某件残缺的神兵 恰逢这件神兵 能够挡住寂灭之都的诡异与诅咒 又或许 你们刚好修行了一些秘法 能屏蔽寂灭之都的可怕 不过 以你们无吉宗的实力 想要获得别人的认可 可没有那么容易啊 啊 李奇微微张口 写个名字都不行吗 呵呵 那长老笑 你以为只是一个名字那么简单 你可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 李奇愕然 承认你们无吉宗 意味着你们无吉宗的年轻人 将会获得参与资源争夺的资格 还要瓜分我们原有的名额等等 现在你还觉得 这件事情简单吗 我 我不知道 李奇摇摇头 要如何你们才能写个名字 当然 是用实力来决定 那名长老眯起视线 嘴角上的笑意很浓 原本无吉宗这般不堪 原来无吉宗的身后 没有强大的存在 既然如此 他还客气什么 那陈平平不过是运气好 恰逢得到某些 能屏蔽寂灭之都诡异的东西而已 抛开这件东西不提 他的实力便如蝼蚁一般 南离大地上 稍微有些实力的强者 一旦出手 便能覆灭无吉宗 而眼前这个年轻人 也才太玄境 不值一提 长老挥了挥手 传来了十几名年轻人 有男有女 一个个浑身上下 流淌着强大的气息波动 竟然都是王道静的修者 金阳门的高层 知道长老的意图 却没有多说什么 无吉宗想要获得别人的认可 想要在这片大地上立足 可以 拿出你的实力 相对这名长老的做法 让王道修者出战礼奇 他算是很仁慈的那种了 若是换作别人 可能直接斩杀 根本不会给你机会 李奇脸色发白 长老笑着说道 我金阳门不会欺你 这十三个人 你随意选一个 若能打败 我金阳门便会在这张白纸上 写下名字 如果不能 还请回去吧 李奇又扫了一眼 眼皮抖动 感知到他们体内的气息波动 心中变苦涩 若师尊肯传他修行法 肯让他修行 他现在说不定已经踏入神王之境了 也不至于被几个王道欺凌 这时土鸡也不知道从哪冒出来 昂首挺胸 大步走来 一副很高傲的样子 很好 不错 让王道修者与我弟子对战 的确是一场不可多得的魔力 众人一愣 听到土鸡口中的弟子 他们一个个神情古怪起来 李奇是他的弟子 如此说来 眼前这只鸡便是陈平平吗 什么品种的鸡 为何会说话 妖兽 还是妖族 小师傅 李奇深吸一口气 莫慌 小子 土鸡笑了笑 你师尊向来都能越击斩杀 你也可以 他开始意识到陈平平的初衷了 太阳圣体需要魔力 旋即 挥动翅膀 只向一个年轻人 王道二重天 以李奇目前的实力 虽然还未踏入王道 可他的基础积累 以及太阳圣体的体质 足以让他打败一尊前七镜的王道 如果无法打败 这太阳圣体不要也罢 土鸡露出笑容 退到一旁 金阳门上下一个个眯起视线 嘴角也挂着笑意 对于自家的这位年轻王道 他们还是有些信心的 毕竟李奇才太玄境 然而 大战刚起 李奇抬手便是一道竖法笼罩下来 法相庄严 力道磅礴 直接将他们金阳门的王道修者重创 这 众人发呆 土鸡大笑 李奇小子 好样的 不愧为是老娘的弟子 陈平平负责教导修行 传法 传道 而他负责教导阵法 封印 禁忌 算起来也是半个师尊 且切除的时间长了 土鸡愈发地喜欢李奇这个家伙 人虽然耿直了一些 傻了一点 智商远不如他 但胜在是太阳圣体啊 将太古凤凰的传承交给他 假以时日 也能将其发扬光大 如果运气好的话 李奇正到成帝 那个时候 他也能吹嘘一番 说自己曾交出一尊大帝 一击重创王道 金阳门上下 无不吐血 李奇深吸一口气 将白纸拿过去 喊道 前辈 你们运气好 遇到李奇小子 要是陈平平那个混蛋来了 估计结局就不是这样了 土鸡邪逆 那个混蛋可不会跟你讲道理 不血 可以 你想金阳门覆灭吗 这是陈平平的一贯作风 大长老无语 我金阳门的掌门人并不在 所以 这个名字我来写吧 谢谢 李奇笑着 我能问一下 你是太玄境吗 大长老一边写着 一边询问 是的 太玄境能如此 轻易重创王道 大长老嘴角抽搐 不愿多说什么 既然自家王道修者败了 那就是败了 写下一个金阳门后 他拂袖离去 这边 土鸡也急忙忙地跑路 因为在李奇与他们对峙期间 他带着毛球 闯金阳门的身后 他可以发誓 他只想借一些灵药而已 可毛球疯了 灵丹 修行法 神兵 与其诸多强大的底蕴 统统吞噬干净 寂寞之多 咦 陈平平眼皮一抖 说道 我为何有种不祥的预感 这里很安静 万籁俱静 连清风都没办法吹入这里 红袖 诸葛无双 墨无尾等无极宗高层 也开始闭关 不远处的地灵 还在栽种灵药 毕竟几万株 目前为止 才种下五千左右 他内心崩溃 倒是驯服提升到了百分之十八 陈平平满脸欣慰 还有一个无所事事的姜尼尔 正在仔细钻研灵药的结构 也不知道 炒起来味道怎么样 日复一日的时间流逝 一晃大半年过去 无极宗一千多名宗门弟子 超过一半有很大的突破 三百名泰玄进修者 至少有五十人 踏入王道之境 原本十多名王道进的强者 也有几人入了黄道 整体实力提升了一大截 外界 毛球疯了 土姬可以再次发誓 他真的只想借灵药 可毛球每次抵达一个势力 宗门 家族的时候 一眨眼 便不见综艺 等到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这个势力 宗门 家族的后方 已经遭结 毋庸置疑毛球的实力 半年的时间 李奇走访了五十多个小势力 都是很小很小的那种 一一拿下了他们的名字 随同的土姬 收获也很大 目前为止 一共借了三千八百株灵药 从二阶到八阶不等 这五十多个小势力 在李奇走后 才发现后方遭劫 一个个愤懑不已 杀气腾腾的 想要追杀那只鸡 与吉李奇 可一人一击太机灵了 每次作案过后 他们都会折服下来 等待风波过去以后 再寻找下一个目标 只是时间长了 关于一人一击的恶劣事迹 也彻底在这片大区域内转开了 什么垃圾无极踪 无耻小人李奇 坑蒙拐骗 烧伤抢掠 无恶不作 还经常与寡妇来往 上至八十岁老奶奶 下至十岁的小姑娘 都不放过的恶魔 简直就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人渣 垃圾 败类 无耻小儿 五十多个小势力 本着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大的缘故 所以 追杀一人一击的时候 动静都不是很大 可现在局势不同了 他们惊奇地发现 这一人一击下手的目标 远远不止于自己 居然还有五十多个势力 于是乎 在某一天 他们汇聚在一起 决定讨伐无极宗 李奇听到消息时 吓了一跳 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被蒙在鼓里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直到土鸡带着他一次又一次的逃命 李奇才逐渐了解到真相 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只想拿到一个个势力的名字 并不想与他们结仇 可是土鸡这艘操作 李奇吐血 小师傅 你怎么能这样 土鸡邪腻过来 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声明一点 这些事情与我无关 李奇瞪着大眼 不是你干的 土鸡瞟了毛球一眼 说道 你可以怀疑我的实力 但你不能怀疑我的品格 这些小势力当中 大部分都有尊者 现在他们要连妹讨伐无极宗了 李奇脸色苍白 小师傅 你赶紧把那些修行资源 还给人家吧 你是木头吗 土鸡挑眉 我说了 不是我干的 可是 土鸡冷哼一声 也不解释 大步离去 身后的李奇微微张口 觉得自己应该追下去 可一丝丝的理智占据着脑海 他又不想追 因为他觉得自己没错 五十多个势力 倘若每个势力出动一名尊者 这样的阵容讨伐无极宗 无疑是灭顶之灾 我 我该怎么办 土鸡走了以后 李奇一下子变得茫然起来 看了看四周 他也不知道 自己该做些什么 才能挽救无极宗的局面 只觉得很烦 师尊交给他的任务 还没有完成 可现在 他却要为无极宗惹来了大祸 小师傅也走了 李奇深吸一口气 脑海中蹦出一个想法 找小语师叔 是的 长达半年的时间里 一直游走南离大地各个角落 他无意中听闻 光小语与子鸡身在仙谷 系统提示 吞天兽成长提升到8% 奖励800年修为 50株8接灵药 60颗9接灵丹 系统提示 吞天兽成长提升到9% 奖励900年修为1 陈平平抬起头 注视着外面的方向 心中不由地疑惑起来 发生了什么 为何短短的大半年时间 吞天兽的成长 竟然提升了2% 不可思议 他起身 走向正在玩耍的姜尼尔 你要出去吗 姜尼尔歪着脑袋 想了想 要 这大半年的时间里 他并非闲来无事 而是仔细钻研六道轮回 对于洞悉之力 更为深刻了 轮回三大奥义 过去 现在 未来 以前只能勉强施展过去 如今 对于现在这个奥义 也有了一定的理解 寂灭之都外 晴空万里 蓝天白云 清风吹拂 天气很好 但陈平平的心情并不好 他与江妮 而入了一座古镇 在这里听到了人们的议论 那一人一鸡 洗劫了50多个势力的底蕴 天怒人怨 人神共愤 如今 一人一鸡 已经成为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50多个势力 更是准备连妹出手 要讨伐吴吉宗 陈平平脸色很黑 他只想锻炼锻炼李奇 结果那只老母鸡 带着他玩起来了 难怪吞天兽 能提升2% 说起这个吴吉宗 还真是奇怪 天舞大陆 与九天的空间壁垒 依旧完好无损 他们 是如何来到这里的 嗯 我觉得 相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讨论一下 吴吉宗为何能在 寂寐之都立足 这些消息已经传开了 整个南离大地 一片沸沸扬扬 诸多势力 强者 皆震惊不已 最后人们得出结论 兴许是运气好 什么是运气 可能因为他们 修行了某些特殊的功法 也或许是他们 捡到了一些残缺的 奇特的神兵 具备驱散诡异之力 诅咒之力 毁灭之力的能力 这个吴吉宗太逗了 让一个太玄境的年轻人 拿着一张白纸 到处找人写名字 哈哈哈哈 一旁 有人哈哈大笑 可不是吗 南离大地的势力 数不胜数 光是二流的势力 便已经达到了三百之多 那些弱小一些的势力 足有上千 想要获得他们的认可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么多 陈平平吓了一跳 忍不住询问 所以 想要获得三分之一的势力认可 这种说法是假的 不 那人邪逆过来 但凡想要在南离大地 建立宗门的 必须要获得三分之一 势力的认可 这是真的 不过 还有一种说法 如果能获得某个 超级大势力的认可 也是可以立宗门的 男子又道 我刚才说的是外来者 南离大地的势力 大部分都是由小帮派 小家族 逐渐演变出来的 所以他们 直接省略了这个步骤 陈平平脸色更黑了 他发现自己很愚蠢 竟然相信了 何一天那种鬼话 说什么要让三分之一的势力认可 才能立下宗门 才能让宗门弟子 去与他们争夺修行资源 否则 人人排斥 乌吉宗根本无法立足 其次就是 南离大地的势力太多了 三分之一少说 也有七八百 呵呵 男子笑了笑 接着说道 其实这些问题还好 主要是南离大地不允许有外来的宗门 这一点才是致命的 陈平平皱眉 为何 原因很长 你只需要知道 有关于妖族就行 男子说道 玄吉起身离去 在南离大地的历史记载中 曾发生过这样的一幕 一群外来者踏入这里 立下宗门 折服数百年 待妖族大军杀入这里 他们叛变了 从内部开始出手 逐渐瓦解人族强者的阵容 那个时代被称之为 南离最为黑暗的时代 此后各大势力也立下了规矩 外来者不能在南离大地上立宗门 一旦发现 群起而攻之 这时 隔壁桌的老者开口 五十多个小势力连没出手 若能覆灭无极宗也就罢了 如果不能 兴许会有大势力出手 陈平平脸色僵硬 这些问题何一天都没有说过 他端起酒水 来到老者一旁 笑嘻嘻地询问 敢问老人家 那寂灭之都如何 嗯 老者疑惑 你想说什么 陈平平给他到酒水 寂灭之都中存在着诸多诡异 与其可怕的力量 您觉得这些力量 能挡住一些强者吗 比如 比如圣境 嗯 老者饮下一口酒水 吐出一个字 文言 陈平平绷紧的神经 也松懈了不少 然而 老者又道 能挡住一般的圣境强者 却无法挡住大部分的圣境 若有超级大势力出手 搬来地兵 吴吉宗升级渺茫 不会吧 不会吧 陈平平抹了一把冷汗 为了一个小小的势力 不至于搬出圣兵吧 那就要看吴吉宗的底子 是否干净了 老者笑道 怎么说 真要是从天舞而来 自然远比南梨之外的干净 不过 天舞这个词语 在九天修者的眼里 是污秽之词 他意味深长地看着陈平平 底子干净 大势力 与其超级大势力 或许不会过于理会 顶多只是看一眼 没什么问题的话 就自生自灭吧 底子若是不干净 直接出动地兵抹杀 可吴吉宗来自天舞 干净是干净 却也污秽 他们是醉人之后 体内流淌着肮脏的血脉 一些自视清高的强者 不愿与污秽同在一片大地 想要出手 也无可厚非 还有那些年轻天才 外出历练 闲来无事 前来挑战等等诸多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是 那个地方是寂灭之都 老者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道 九天之上的每一个大势力 都是从血泊中杀出来的 其脚下尸骨累累 血流成河 若吴吉宗连这些考验都无法承受 何以再九天立足 还不如趁早回天舞 啊 陈平平顿了顿 笑着回应 好像也是 年轻人 你要记住 不死中有出头日 若你惧怕了 那么 你此前所有的努力 都将会化为乌有 老者战战微微地起身 留下最后一句话 旋即扬长离去 不死中有出头日 是的 仅此一瞬间 陈平平再次平静下来 他的师尊 可是温氏皇朝唯一的血脉 若他连这些困难都无法面对 日后如何帮助师尊杀敌 又是如何去面对那些大人物 这时 一道身影急匆匆地跑路这里 那只鸡 那只鸡 他粗喘着 竟然一口气洗劫了二十多个宗门 我去 陈平平 土鸡撇开离奇后 带着毛球玩疯了 他能耐小 没什么战斗力 可毛球不同 这个家伙能悄然无声地进入别人家的后花园 然后开始吞噬 不过短短几天的时间 他便洗劫了二十多个势力 也为土鸡带来了几千株的灵药 陈平平这边 脸色铁青 愈发的难看 此前的平静 消失的无影无踪 只剩下怒意 该死的老母鸡 无鸡踪正处于发展阶段 需要一些时间 结果这只老母鸡带着毛球玩起来了 你们是爽了 想过后果吗 某一座城池中 李奇微微张口 抹了一把冷汗 抬起头看着仙谷的方向 眼神愈发的坚定了 一定要找到小宇师叔 找到子鸡师叔 这种时候回去找师尊 是要挨打的 咦 也不知道是运气好 还是上苍眷顾 恰逢这个时候 李奇看到了光小雨的身影 他愣了一下 还以为是看错了 人群中 光小雨也朝着他走过来 满脸振奋 李奇 小雨失书 李奇微微张口 什么也别说了 你是不是来找我的 我都听说你们的事迹了 快 快带我过去 光小雨目光炙热 魔拳擦掌 李奇发呆 带他过去 为什么要带他过去 还有 师叔这表情是什么意思 看起来很兴奋的样子 光小雨拉着他 迅速隐退 眨着眼 问道 是不是师兄 让你们这样干的 果然 我以为师兄是一个正经人 不曾想 还是看走眼了 师兄入了九天以后 就开始暴露本性了 光小雨越说越兴奋 一旁的李奇 满脸愕然 一定是师兄 让你们这样干的 对不对 无极宗要发展 所以大量洗劫别人家的修行资源 以此壮大自己 哈哈 师兄果然天动奇才 这么好办法 也能想得出来 我开始兴奋了 李奇 你怎么不说话 快带我过去啊 光小雨拉着他 一边往城外跑 一边唠叨 我跟你说 这南里大地上有多少势力 我都打听清楚了 小势力 二流势力 大势力等等 嘿嘿 等我们汇聚一起 肯定能干出一番大事 听到这里 李奇这才听明白 原本光小雨误以为 自己是来找他会合的 然后一起去同流合污 打家劫舍 等等 李奇停下步伐 黑着脸说道 小雨师叔 我不是这个意思 嗯嗯 我知道 所有偷偷跑出来了 光小雨目光炙热 这件事情 绝对不会有人知道的 啊 我的意思是 不会有仙谷的人知道的 李奇说了什么 他没有听清楚 因为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师兄的宏图大忌 都是师兄说过 要干一件大事的豪言壮语 那个时候 身在道挂古城中 他仿佛化作了一道光 哦 错了 不是一道光 而是一个有理想 有报复的年轻人 所以 从他踏入九天到现在 除了等剑圣以外 也一直在等师兄的到来 直到数个月前 一道消息传开 光小雨开始兴奋了 师兄来了 吴吉宗也来了 他要开启宏图大忌 偷偷带领吴吉宗变强 然后震惊九天大地 这 居然没有我 于是乎 在数个月前 光小雨从仙谷逃了出来 因为当时武院在历劫 有一场比赛 需要他出手 把一声百般恳求 奈何光小雨的心思 全都在师兄的宏图大忌上了 听不进去 所以 用逃这个词语来形容 逃出武院 逃出仙谷 当然了 在逃出来之前 他也为武院安排好了一切 留下老黄与子姬 让他代替自己出战 白一声当然不肯 近乎吐血 他能行吗 光小雨拍桌 小师妹的实力 远在我之上 这一句话 他倒没有说谎 别看他是魔地重生 牛逼轰轰的 可实际上 清风上的任何一个人 都比他强 微雨晴如此 陈平平如此 连后来入门的小师妹子姬 也是如此 一天到晚什么也不干 修为蹭蹭蹭地往上涨 目前为止 已经没办法判断 子姬的真实境界了 总而言之 比他强 光小雨无数次凸显 希望剑上的化魔 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小师说 别这么快 你听我解释啊 李奇惊呼 他的速度很快 带着李奇搜得一下 远离这座古城 几分钟后才停下来 邪逆望向李奇 你刚才说什么 对了 那只鸡呢 在哪 李奇欲哭无泪 小雨失书 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嗯嗯 好的 先和那只鸡汇合再说 光小雨说道 我的意思是 小师傅疯了 你能不能出手阻止他 李奇吐血 总算把自己想要说的话 表达出来了 光小雨一愣 小师叔 就是 太古凤凰的后裔 李奇说道 哦 光小雨恍然 然后呢 李奇开口 他疯了 师尊只是让我去获取 他们的认可 而不是去洗劫他们 师尊 是的 我拜了师伯为师 所以 所以 李奇恳求小雨失书 出手阻止小师傅吧 李奇吐血 再这样下去 师尊肯定会杀了我的 光小雨慕然 若是一个正常人在这里 听到李奇的说辞 下一个步骤 肯定是出手阻止土鸡的行动 并且把他押回去 让陈平平发落 再然后想办法 帮助吴吉宗 渡过这场浩劫 可摩帝的思维不尽然 他既然已经逃了出来 又岂能轻易回去 光小雨眨了眨眼 语气悠然地说道 李奇失职啊 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 或许 你师尊的想法 和那只鸡一样吗 啊 什么意思 想要获得别人的认可 方法有很多种 但那只鸡用了 最为直接简单的一种 光小雨嘿嘿笑着 李奇一下子愣住了 他竟然产生了一种错觉 总觉得小雨师叔的这些话 很有道理的样子 再说了 师兄在寂灭之都立下无极踪 想必 也是考虑过 有可能会出现的局面 既然如此 我们又何必去担忧呢 光小雨笑着 你觉得呢 李奇失职 他猛了 自己千辛万苦跑过来 是想让两位师叔 出手阻止土鸡的 可现在 他感觉小雨失书的话 好有道理啊 怎么办 李奇裂开了 李奇失职 光小雨清了清嗓子 再 带路 三天后 两人找到土鸡 他与毛球刚刚被一个小宗门追出来 模样狼狈 不过毛球的眼睛里 写满了兴奋与期待 土鸡看到李奇后 骂骂咧咧咧 吐摸星子横飞 晦气 晦气 他并不想带上李奇 这小子太木讷了 脑子里一根筋 不会转动 他若在这里 反而会阻拦他的计划 光小雨怀中的小黑跑了出来 冲着他们叫了几声 雪白的牙齿露出一排 显得憨厚与天真 咦 这时 光小雨才注意到土鸡的形态 体型比以前更大了 羽毛富有色泽 浑身上下笼罩着一股道不清的气域 真是太古凤凰 他诧异 这什么屁话 土鸡不愤 邪你过来 年轻人 我劝你善良 嘿嘿 光小雨咧嘴一笑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土鸡哼的一声 说道 你怎么把他带过来了 我找不到你啊 光小雨笑着 听说 你在执行某个宏大的计划 哦 土鸡笑了 你有兴趣 有一点 光小雨回答 聊聊 好 边上的李奇 一脸便秘 他知道 已经没办法阻止了 只能期待师尊早点收到消息 而后出手阻拦他们 否则 乌吉总将遭遇大劫啊 我有详细的名单 光小雨眯起视线 整个南离大地的势力名单 小势力 二流势力 大势力等等 还有许多强大的家族 当真 土鸡眼前一亮 忍不住振奋 长达半年的时间里 土鸡一直依靠旁人获得情报 可是 这样的进展速度 实在是太慢了 目前为止 也只是洗劫了六七十个小势力宗门等等 若光小雨当真带来了详细的名单 这对于接下来的计划 无疑是如虎添翼 光小雨也兴奋了 快告诉我 你的计划是什么 土鸡飞飞笑着 我准备 从这些小势力入手 一一洗劫 待试机成熟以后 将目标放在二流势力的身上 随后到大势力 超级大势力 李奇发呆 他以为小势富顶多 是贪玩 等到玩累了 便会收手 不曾想 他还有计划 从小势力入手 到二流势力 大势力 超级大势力 我的天 他敢打赌 九天大地上的任何一个势力 都干不出这种事情 小师傅要干嘛 这 玩得也太大了吧 目前洗劫了六七十个小势力 他们正准备连妹出手 讨伐吴吉宗 而小师傅这边 还在兴致勃勃地进行计划 疯了 疯了 李奇倒吸一口凉气 忍不住反驳 小师傅 小宇师叔 你们这样做事不行的 会给吴吉宗带来浩劫 砰 光小宇一脚过去 翻白眼 烦人 可不是吗 土鸡唠叨 我之前也觉得他烦人 一天天牢牢叨叨叨 一口一个师尊的命令 简直就是一块木头 也不想想 难离大地这么多势力 他一个太玄境 怎么可能拿到三分之一的认可 就是 肯定不行 光小宇认同 所以 我准备先兵后礼 赞同 好 我们干一大票 土鸡目入金光 我能问一下 你们洗劫了六七十个小时里 目前攒了多少 修行资源 光小宇问 这话说出来 场面瞬间安静了 因为土鸡洗劫他们 并非是为了吴吉宗 而是为了自己 除了灵药以外 所有具备价值的修行资源 统统都被毛球吞噬 土鸡眼珠子一转 善善笑道 不重要 不重要 待我们征服南离大地 吴吉宗自然水涨船高 身份地位也会提升上去 到了那个时候 提及吴吉宗 便如现在的仙谷一样 提及陈萍萍 所有人都会知道 他有一个无敌的小师妹 这 光小宇被他说得一愣一愣 他并不在乎什么名头 也不在乎无敌的小师妹 他只在乎陈萍萍 会不会夸奖自己 吴吉宗能够在 如此短暂的时间内 发扬光大 并且征服整个南离大地 届时 陈萍萍必然会说 小宇 你真棒 然后 他便会满脸羞涩地回应 哪有 师兄才是最厉害的脸 再然后 月黑风高 嗨嗨 等等 还没有走到那一步 光小宇强行冷静下来 玄吉将名单取出 看了一会儿 指着一个玄河门说道 救他了 玄河门 一个小势力 于三百年前创建 起初是一群流寇 因为厌倦了刀尖舔血的日子 故而建立宗门 第一代宗主 是一位尊者五重天的强者 目前该宗门内部 有三名尊者 分别是三重天 二重天 二重天 黄道十六名 王道五十七 底蕴一般 宗门帝氏一般 吴圣兵 吴灵脉 赞 土鸡眼里冒着金光 你这份名单 也太详细了吧 那是 光小雨傲然 有了这份名单 我们的计划必然会成功 到了那个时候 南离大地上 一定会传遍吴吉宗的大名 所有人见到吴吉宗弟子 漠不瑟瑟发抖 战战巍巍 土鸡一脸豪迈 越是详细的记载 也就意味着风险越低 毕竟他与毛球都没什么战斗力 李七就别提了 光小雨的实力还行 可他只有一个人 能偷偷摸摸来 绝不光明正大 打不过 我 李七从泥坑中爬出来 哭丧着说道 你们不能这样 会给吴吉宗带来浩劫的 师尊若是知晓 肯定饶不了我 闭嘴 两女瞪过来 一个需要很多的灵药 一个想要获得师兄的认可 就这样一人一击达成了协议 至于后果 他们没有考虑 在土鸡的意识里 陈平平能够处理一切后事 在光小雨看来 师兄是无敌的 毛球的慵懒 因为土鸡的计划 而短暂压了下去 小黑的到来 给了土鸡很大的勇气 李七一边哭丧着 一边唠叨 可惜 没有人会听他的 夜色逐渐深邃 玄河门 深处 几位长老汇聚于此 正在商讨应对吴吉宗喜结一事 有人认为 他们应该搬迁 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否则被吴吉宗盯上 便会带来大祸 也有长老觉得 完全没有必要 吴吉宗不过是一个 从天舞而来的小小宗门而已 待宗门最为强大的战斗力 是黄道之境 而他们玄河门内部 足有三名尊者之境 日夜防守 必然能守住 若吴吉宗那一人一击赶来 便是他们的死期 还有人提出 觉得玄河门想多了 那一人一击 在短暂的半年时间内 洗劫了六七十个势力 如今他们正连备出手 准备讨伐吴吉宗 吴吉宗目前最应该处理的问题 就是这六七十个势力 而不是继续洗劫 一位白衣长老开口 诸多莫慌 如今的吴吉宗 已经焦头烂额 哪里还有 时间来洗劫我们 再说了 这南离大地的势力 多如牛毛 我们不可能被盯上的 那也说不定 有人反驳 即便被盯上也无妨 白衣长老轻笑 我已经命人 布置了十几个阵法 里里外外三层的 大长老 宗主也会时刻警惕 若吴吉宗那一人一击 敢闯入这里 必让他们有去无回 这番话说出来以后 玄河门的高层强者 也暗暗松懈了不少 十几个阵法 里里外外三层 还有三尊尊者之境阵守 若传闻是真的 吴吉宗内部 没有超越黄道之境的强者 那么 他们何惧一人一击 何惧一个吴吉宗 这时 一个年轻弟子跑了过来 各位长老 各位执事 仙谷二院弟子求见 哦 一群高层露出意思 仙谷可是超级大势力啊 他们门中的任何一个年轻弟子 放在外面 身份地位也都是高高在上的 而且 平日里几乎不可见到 如今 夜深人静 一位仙谷 二院弟子 进来到这里 为何 那白衣长老问 是谁 年轻弟子吞下一口唾沫 说道 天女 天女二字道出 玄河门高层强者 漠不露出金融 听闻天女诞生时 上苍降下祥瑞 神兽相伴 甚至还有少年大帝出现 于苍穹之上注视 令人动容 只是一直听闻 不曾见过 如今天女来到这里 一群人顿时激动了 快 快把人请进来 算了 老夫亲自去见 白衣长老起身 大步走了出去 身后一群人跟随 皎洁的月光下 一道身披霞衣的身影 尽力于小道之上 她体态修长 洁白 神圣 一头浓密的长发披肩而落 距离较远 天色很黑 无法看清楚她的面容 可纵然如此 那种神圣的气息散发出来 依旧让人想要跪白 仿佛要臣服于她 这就是天女 白衣长老语气恭敬地说道 在下玄河门二长老 不知天女降临玄河门 是有什么事吗 天女撑开眼帘 眸子清澈 深邃 截然不同的神情流露出来 看起来很诡异 但在她的神情中 却显得很融洽 她注视白衣长老良久 这才开口 为吴吉宗而来 白衣长老愕然 吴吉宗弟子并不在这里 天女回答 我知道 所以呢 她这番话 让在场的玄河门高层都梦了 吴吉宗弟子并不在这里 吴吉宗也不在这里 等等 白衣长老似乎想到了什么 脸色大变 天女是觉得 那一人一击 即将要洗劫 我玄河门 是 她回答简洁 只有一个字 从小道上一步步走来 狭疑光彩动人 波光灵灵 再加上浩月的衬托 让她看起来愈发的神圣 一举一动 皆散发着道法自然 玄河门一群人发呆 天女又道 我有夜天书 能看见一些未来 故此 我看见了那一人一击的目标 正是贵宗门 她语气很轻 轻挽动人 来到玄河门高层的跟前 将她那一张完美无瑕的脸孔 浮现在众人的视线中 一群人心头一热 但很快清醒下来 白衣长老激动地说道 天女 可是为阻止 无极宗的恶行而来 天女点头 是的 太好了 白衣长老笑道 虽然我玄河门 也准备了一些防守 可天女若再次镇守 那无极宗弟子赶来 必然有来无回 玄河门是做了一些防守 布置了十几个阵法 三位尊者之敬也在镇守 不敢松懈 毕竟外界都传风了 短短的大半年时间 无极宗一人一击 洗劫了六七十个势力的底蕴 但凡被盯上的 无意能逃脱 不仅如此 事后他们竟无法追踪到 一人一击的足迹 也找不到他们 是如何闯入宗门的 又是如何带走那些修行资源 南离大地上诸多小势力 得到消息后 漠不瑟瑟发抖 众人也觉得奇了怪了 不是说无极宗来自天舞吗 不是说无极宗内部 没有超越皇道的强者吗 为何这一人一击 如此明目张胆的洗劫他们 偏偏无人能奈何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能问一下 无极宗真的在 寂灭之都里面立了宗门 一位直视忍不住说道 是的 天女看了他一眼 众人 他瞄得 有毒 这无极宗绝必有毒 两界之间的空间壁垒 依旧好好的 他们怎么就来到这里了 还能在寂灭之都里面 立下宗门 牛逼 这么一想 玄河门高层的强者 大概猜测出天女的来意了 好奇 还是想要调查一下 无极宗的底子 哗啦 一阵冷风吹过 身后那条小道上 又多了一道身影 是个穿着白色素衣的年轻男子 身材中等 眉目清秀 唇红白齿 笑起来的时候很灿烂 仿佛不安适适的少年 男子身后背着一个古怪的器物 好似是一根烧火棍 通体漆黑 没有任何光泽与气息波动 天女下意识地回头 嘴里吐出两个字 书生 来人正是遗愿的书生 关于她的说法并不多 因为她很少出手 但年轻一代中 没有人敢轻视她 包括天女 白衣生 玄河门一群高层 如同见了鬼似的 仙谷两位大名鼎鼎的年轻天才 同时汇聚在他们宗门 我的天 白衣长老激动 原来你也在这里 书生笑道 你不也在 天女语气淡漠 哎 书生无奈 那无极宗倒是选了一个好地方 偏偏在寂灭之都内里下宗门 我们又进不去 所以只能寻过来 是的 天女吐出两个字 你能多说几个字吗 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比如 无极宗那个混蛋宗主 还有那个叫陈平平的家伙 他们到底是谁 竟然能无视寂灭之都的诡异 书生走过来 不能 天女并不想搭理这个家伙 两个原因 其一 不对头 其二 她也不知道 如若不然 她也不会来到这里 等待无极宗那一人一击的出现 书生轻笑 这道消息很快便会传出去 到了那个时候 星海与谷国的家伙 也会来到这里 毕竟能够无视诡异之力 毁灭之力 与其毁灭之力的东西 并不多了 有个地方 也是充斥着这种可怕的力量 也不知道挡住了多少强大的天才 如今 有人能够无视 他们自然很好奇 如果可以得到这种力量 并且掌控 便意味着 他们拥有了进入那个地方的权力 没有人不心动 咦 这时 书生回头 看着自己走过来的小道 不知何时 多了两个人 一男一女 天女见到那名男子 心头震动 是他 陈平平与姜妮 这个时间段 他应该待在在寄灭之都的 等待着六七十个势力的连魅大军杀过来 然后出手挡住他们 是的 可他并没有选择防守寄灭之都 反而出现在玄河门 陈平平认出天女 咧嘴一笑 小妞 好久不见 小妞 在场之人 漠不震惊 他居然喊天女为小妞 我去 这个家伙谁啊 连书生也是愣了一下 心想 这家伙 胆子也太大了吧 他记得几年前 谷国有个不怕死的家伙 调戏了天女一句 结果被天女当场斩了 然而 听到小妞二字的天女 并未动目 一旁的书圣神情古怪 觉得不对劲 这两个人有猫腻 敢问公子诗 白衣长老道一 询问 哦 在下一个伞修而已 奇迹无名 一不小心路过贵宗门 结果看到了熟人 所以过来打个招呼 陈平平笑道 路过 是不可能路过的 他又不眼瞎 怎么可能路过一个垃圾宗门 他是在天书上推算出土鸡与吉里奇 很有可能会出现的地方 所以一路寻过来 不曾想到 在这里见到了天女 缘分啊 陈平平笑容不减 几步走上来 便与天女勾肩搭背 随后小声询问 你找到可以溶解扶桑树枝的东西了吗 身后 一群人发呆 眼珠子几乎都要瞪出来了 他居然与天女勾肩搭背 完了 天女还不生气 这 书生脸色苍白 难以置信 我仙谷的女神 就这样被糟蹋了 能把你的手拿开吗 天女皱眉 大家都这么熟了 裸个肩膀 你居然让我把手拿开 陈平平不愤 要知道 我连天道神兵原材料都舍得给你 那么一大块的扶桑树枝 他就斩了一小结给天女 这是不提还好 天女嘴角一抽 但莫的说道 因为你骗了我 扶桑树枝作为赔偿 陈平平善善 找到食妖办法溶解了吗 天女回答 没有 嗨 当真无趣 陈平平耸耸肩 又到 那个家伙什么来头 仙谷医院弟子 书生 看起来 好像不怎么样 是的 不怎么样 他一直在看你 要不要教训他一顿 陈平平眯起视线 可以哦 天女点点头 嘿嘿 年轻人 你闯大祸了 陈平平撸起衣袖 准备教训一下书生 不料 书生体内不经意流露出来的 一缕气息波动 让他震惊了 尊者致敬 他呆了一下 原路返回 天女问 不教训他了 陈平平 除非是碾压模式的战斗 否则 他不想出手 尊者对战尊者 有可能会让他暴露的 作罢 陈平平笑道 外面这么冷 我们进去聊 说着 拉起天女的手 大步踏入悬河门 身后一群人傻眼 刚才是搂着肩膀 现在直接拉手了 哎呀我去 书生骂骂咧咧咧 也跟了进去 陈师兄 等等我 江妮儿无奈 天女并不反抗 陈平平这种行为 不过 入了悬河门 他几把剑 三尺剑锋 冷冰冰地 架在陈平平的脖梗上 杀意跟着蔓延 陈平平一惊 正色道 你这是要干嘛 呵呵 天女冷笑 你好像也叫陈平平 什么意思 陈平平心头一跳 但面不改色 圆瞪着大眼 怒道 天底下叫陈平平的人多了 我叫陈平平 又怎么了 你来自天舞 无极宗的陈平平 也是来自天舞 那又怎么样 陈平平妈了 心中诅咒那只老母鸡 我推算过了 无极宗的人 将会出现在这里 会洗劫悬河门的底蕴 而在这个时间点 你恰逢出现在这里 天女神情冰冷 所以 你就是无极宗的陈平平 身后跟过来的悬河门高层 包括书生在内 无不紧盯着陈平平 她叫陈平平 她来自天舞 一瞬间 整个场面的气氛都变了 陈平平继续狡辩 你冷静一点 听我讲 哦 不 听我解释 我真的不是无极宗的陈平平 呵呵 天女冷笑 你见过无极宗的陈平平吗 陈平平问 没有 没有就好 你说什么 天女语气森然 我的意思是 没有见过无极宗的陈平平 你怎么能断定我就是 陈平平慌了一下 差点说漏嘴 还好她机智过人 圆了回来 不等天女作声 她又道 我有证人 她指向一旁的江妮 哗啦 所有人望向她 江妮抖了抖金银的睫毛 露出几分为难之色 但还是解释了 是的 陈师兄不是无极宗的陈平平 实不相瞒 我与无极宗的陈平平 也有一段恩怨 一段仇恨 提及于此 陈平平咬牙切齿 眼眶通红 那是在我很小 很小的时候 嗯 很小 然后强大的无极宗陈平平 突然有一天 降临他们的村庄 杀光了他的村人 与其父母 陈平平躲在狗洞里活了下来 此后为了复仇 她努力修行 奈何无极宗陈平平太过强大 没办法 她只能忍辱负重 直到有一天 无极宗陈平平入了九天 她为了复仇 也跟了过来 后来从一位老人的口中得知 无极宗陈平平 很有可能会出现在玄河门 她这才赶过来的 陈平平吐没星子横飞 足足说了十来分钟 生情并茂 那叫一个感人肺腑 说到村人都死光的时候 她满脸悲伤 提及父母被斩杀时 她怒不可遏 偏偏又无能为力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父母 倒在血泊中 我恨啊 陈平平攥紧双手 怒道 我恨自己实力不够 众人感动 心想 这孩子的经历 也太惨了 不过 天女不为所动 神情依旧很冷 你觉得 我很愚蠢对吗 陈平平善善 你在汤谷出手 战斗力至少尊者之敬 所以 你想要斩杀 无极宗的陈平平 一如反掌 不会等到现在 天女冷声说道 说着 手中的长剑压了一步 陈平平惊呼 误会 我虽然有那样的实力 但我的境界不够 只能勉强提升上去 而无极宗的陈平平 却是一位 货真价实的尊准啊 无极宗陈平平 不是黄道之敬吗 白衣长老皱眉 我他喵的 哪个王八蛋 胡说八道 陈平平妈了 接着说道 是的 的确是一位黄道之敬 不过他的真实战斗力 却是尊者 哦 天女笑了 和你现在的状态 有区别吗 屹立在黄道之敬 却能爆发出 尊者的战斗力 眼前的陈平平 与无极宗的陈平平 有什么区别 又是一瞬间 陈平平的机智过人 在这一刻 完全无用武之地 他惊奇地发现 这个世界的人 掌握自己的信息 似乎很详细啊 陈平平心中大骂 别让我知道 是谁透露出去的 老子飞扒了他的皮不渴 你还有什么解释 天女露出杀意 等等 陈平平暗暗抹了一把冷汗 说道 无极宗的陈平平 有几个宠物 据说 无论他走到哪 那几个宠物 都会紧紧跟随 文言 众人一脸茫然 陈平平愣了一下 心中预感不妙 不会吧 不会吧 那个透露自己信息的王八蛋 居然没有告诉他们 无极宗陈平平 有宠物的事情 他还想着倚靠这一点 蒙混过关呢 天女的神情愈发的冰冷 寒意破人 手中的剑抖了抖 仿佛下一刻便要 展落下去 他寒声询问 再不承认 我现在便杀了你 陈平平吐血 说得好像 他承认自己是无极宗陈平平 你便不会杀了他一样 女人出而反而 口是心非 翻脸不认人的剧情 他见得多了 打死不上当 这时 白衣长老说了一句 我觉得 此事有蹊跷 陈平平感动 对 有蹊跷 白衣长老 无极宗陈平平会入悬河门 必然是想与无极宗的强者 理应外合 陈平平 你大眼 会不会说话 陈平平脸色一黑 当真如此 天女问 我真的不是无极宗陈平平啊 那你为何 要入悬河门 书生问道 我刚才说了 我是为了无极宗陈平平而来的 他解释 无极宗陈平平 与我不共戴天之仇 呵呵 天女冷笑 依旧紧盯着他 但手中的剑 却松懈了不少 他虽然有杀意 但他从未想过 要杀陈平平 只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猜测 眼前的这个陈平平 到底是不是无极宗的那个陈平平 如果是 他便会将陈平平带回仙谷 然后切片研究 一边切 一边给他灵丹恢复 让他慢慢享受死亡的感觉 直到他无法支撑 精神崩溃 便会道出 有关于无极宗 能无视寂灭之都 诡异之力的秘密 这才是他的目的 白衣长老也看出了天女 并无真正的杀意 便道 既然天女认为 今天晚上无极宗的人 会出现在我玄河门 为何不等等再下定论 天女点头 你玄河门 不是布置了十几个阵法吗 在哪 就在此地 以玄河门为中心 白衣长老说道 好 那便将陈萍萍镇压于此 等到无极宗的人出现 届时 他是不是无极宗陈萍萍 自然水落石出 天女开口 十几个阵法 一旁的陈萍萍 听到这句话 直接骂了 那只老母鸡 可不是吃素的 他忍不住说道 除了阵法 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吗 呵呵 白衣长老傲然 自然有 我玄河门的宗主 大长老 与极大执事 皆为尊者之境 三人一起 镇守玄河门 若无极宗的人 敢闯入这里 必死无疑 十几个阵法 三位尊者 就这破防守 还想拦住那只老母鸡 你们怕是在做梦 陈萍萍抹了一把冷汗 说道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 不知道 当讲不当讲 哦 白衣长老 眯起视线 请讲 我建议你们 现在立刻马上搬迁 整个宗门搬走 越远越好 陈萍萍说道 为何 我听闻 无极宗这一人 一击实力强大 且轨迹多端 我怕贵宗门 这些防守不够啊 陈道友倒是操心了 白衣长老倾笑 若只是这些防守 我玄河门可不敢 百分百斩杀无极宗的人 但现在不一样 顿了顿 他又道 有仙谷两位弟子在这里 那无极宗的胆敢闯入这里 绝对死路一条 哎呀 仙谷弟子 好大的威风 陈萍萍不愤 你听说我 赶紧搬迁 白衣长老皱眉 陈道友此举 莫不是害怕 自己的同门被斩杀 此后自己身份暴露 没有 他嘴角抽搐 我一心想要帮助你们 结果 没有就好 白衣长老不再多言 无人作声 整个场面逐渐安静下来 只是吹过来的风 有点冷 还有陈萍萍的心情 忐忑不安 焦虑 他来回踱步 视线不时注视着玄河门外 心中唠叨 千万别来 千万别来 再给我惹事 回去煮了你 他此行来到玄河门 便是为了阻拦土鸡 不曾想 仙谷的仙女与书生 也在这里 唉 做好事太难了 陈萍萍想着 突然他察觉到 不同寻常的波动 心头一震 也感知到了 土鸡与小黑毛球的存在 毕竟他是主人 靠近一定的范围 肯定能感知出来 时间流逝 他们的步伐 越来越近了 陈萍萍愈发的焦虑 如果没有天女与书生 他便会直接出手 可现在 他非但不能直接出手 反而要帮助那几个家伙 尽量让他们洗劫成功 因为他不能暴露 并非惧怕天女 而是他还要很多事情 要去做 无极宗陈萍萍这个身份 于他现在而言 担子太沉重 你好像很紧张 书生抬起头 不紧张 陈萍萍瞟了他一眼 你害怕暴露 不 那么 你为何紧张 我害怕你们挡不住 陈萍萍欲要吐血 书生轻笑 我承认 你的确比我帅 但你的实力 未必能比得上我 请问 你现在什么境界 尊者三重天 果然好强 陈萍萍吐出四个字 书生笑道 不敢妄自菲薄 师尊曾教导 我要低调 陈萍萍 道友 果然低调 书生依旧笑着 虽然我领先诸多年轻天才一大劫 屹立在尊者三重天 不过 我一直谨尊师尊教会 孜孜不倦修行 从未怠慢 我能问一下 你被这一根烧火棍干嘛 那是神兵 烧火棍也能当神兵 你太无知了 书生有些生气 我这件神兵 非寻常的神兵 起源材料 取自传说中的造化神藤 而造化神藤 源自于上古时期 据说 这一根神藤中 曾诞生出七位赫赫有名的无敌者 呃 怎么听着有点耳熟 陈平平问 赫赫有名 是的 你知道他们的名字 书生黑着脸 道友不会聊天 陈平平愕然 不是你说 他们赫赫有名的吗 是的 书生点头 不过 那是很久以前 现在关于他们的名字 已经很模糊了 哦 陈平平恍然 又询问 所以 你确定你尊者三重天的实力 能挡住无极中的强者 书生恼火了 道友 你可以怀疑我的颜值 可你不能怀疑我的实力 虽然我为人低调 一般不会出手 也不会暴露自己的修为 可我的实力毋庸置疑 他很低调 众所周知 这是真的 但今天晚上 他屡屡提及这件事情 最大的原因是 陈平平与天女勾肩搭背了 还与天女拉了手 不能忍 仙谷女神 怎能被一个外人糟蹋 陈平平嗷的一声 旋即望向天女 你能挡住吗 天女冷漠 唉 陈平平又道 你看你 一天天板着脸 冷冰冰的 搞得好像谁欠了你的钱一样 要知道 你可是一个年轻人 有点热情 有点笑容好吗 滚 搭讪 为国 陈平平不再多言 他捕捉到小黑 毛球 土鸡 已经混进来了 刚才与仙谷两位话 便是想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现在看来 此举多余 这几个小家伙隐匿起来 连尊者之境都难以察觉 咦 探出去的神识中 竟然捕捉到光小雨的存在 陈平平脸色一僵 黑暗中 一行人已经来到悬河门外 相隔树里 趴在一处山坳间 你们这样是不对的 咦 这是什么 李奇一如既往地唠叨 试图劝说土鸡与极光小雨 不过 当土鸡丢出一部修行法时 李奇元瞪着大眼 隐秘术 当中的文字古朴 内涵神华 看了第一眼 竟然有一种字体活过来的感觉 好似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体 随后 密密麻麻的文字扑面而来 进入李奇的十海世界中 他呆住了 光小雨诧异 好神奇的隐秘术 土鸡颇为得意 这是我在一个小门派里得到的 他们不识货 竟然当作是低阶隐秘术来修行 嘖嘖 李奇心头震动 话说 为什么这小子还是太玄境 光小雨不解 问你师兄 土鸡邪逆 不应该啊 光小雨打量着李奇 李奇小子的天赋和悟性都很不错 这么长时间 居然没有踏入王道 嗯 我师兄 不过短短的几分钟时间 李奇便悟出了隐秘术 他露出欣喜 可光小雨震惊了 如此深奥的隐秘术 居然几分钟的时间便悟出来了 土鸡唠道 你师兄坚持让他跟着我修行 还不让我传他道法 所以 这小子一直都是太玄境 光小雨 陈平平那个魂球 还压了他的境界 很多时候 他都要突破王道了 为什么 他说 太阳圣体 就应该有太阳圣体的路 土鸡唠道 什么 听到这番话的光小雨 一下子呆住了 旋即露出金融 太阳圣体 不会吧 不会吧 他的第一位弟子便是这种体质 不过 他早些年经历坎坷 导致丹田过早夭折 遇到他的时候 命悬一线 最后还是他施展了大神通树 又寻来了一株圣鸟 这才救下他 此后传他天魔神功 没想到 堂堂一尊魔地镜 死在自己开创的功法之下 当真是可悲 不过他不得不承认 太阳圣体这种体质的确强大 他在修行天魔神功的时候 开辟出一条与他不同的魔道之路 这也是他陨落的最大缘由 如今回想起来 光小雨依旧忍不住唏嘘 用旷世奇才来形容他这位大弟子 最适合不过了 光小雨看着李奇 眼神逐渐变得炙热 变得不对劲 以前在无极宗的时候 他还以为李奇只是天赋比较好 物性比常人高出一些的 是一个很普通的年轻天才 嘿嘿 太阳圣体 缘分啊 李奇迎来光小雨灼热的目光 心头抖了抖 有些害怕的喊道 小雨师叔 是我 他感觉光小雨要吃掉自己似的 你师尊有一门强大的神通 有没有跟你说过 光小雨眯起视线 好像说过是太阳真经 不错 你是太阳圣体 若能修行太阳真经 简直就是绝配 不过 这种体质有个弊端 光小雨开口 无法开辟丹田 小雨师叔你 你怎么知道 他满脸吃惊 嘿嘿 光小雨笑着 无法开辟丹田 其实也有好处 灵气凝于太阳 作为内核修行 如此一来 便能做到万法不清 可以轻易地修行魔道 魔道 说错了 是另外一种强大的修行 光小雨想到 仙谷武院的那位剑圣 随后想起自己的首席大弟子 他似乎也在走这样的一条路 太阳圣体的特殊性 给了他天生的优势 嗯 这么多年过去了 也不知道这个混蛋 开辟丹田了没有 本作可要回来的检查的哟 光小雨心中冷冷一笑 旋即盯着李奇 神色难以掩饰的欣喜与兴奋 你想不想修行 李奇 当然想 谁不想修行 更遑论 他还是一尊万古罕见的太阳圣体 只是陈彬彬那边 不用管师兄 出了什么问题 可以来找我 光小雨拍着胸膛说道 心里默默地补了一句 反正 我跑得比你快 李奇听到这番话 一下子激动了 小雨失书 你要传我强大的修行法吗 光小雨笑道 当然 我不仅仅要传你道法 还要传你太阳真金 他这么一说 李奇顿时打了鸡血似的 差点要跳起来了 小雨 师叔要教导自己 小雨师叔说 有问题可以找他 小雨师叔还说 不用管师尊 哇 李奇感动 小雨师叔 你对我真好 光小雨微微一笑 心中忍不住吐槽 这傻小子 智商这么差的吗 哎 本帝还想着好生教导 以后 让他去斩杀那个叛徒的 好了 这种事情以后再说 土鸡血腻过来 既然悟出隐秘术 那么 赶紧动手吧 什么动手 李奇冷静下来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土鸡正色道 你还年轻 境界低 需要魔力才能成才 这是一个机会 由你施展隐秘术 然后偷偷潜入悬河门 进行洗劫 你放心 这一部隐秘术很强 傲益深邃 内涵神华 一旦施展开来 可以轻易避开 尊者之境的神石 李奇微微张口 感情传他隐秘术 就是为了现在 土鸡又道 年轻人 要知道古往今来 但凡能证到成帝者 都曾经历炼狱 刀山 火海 百般魔力 于血泊中杀出 脚下尸骨累累等等 他看着李奇 不等他作声 便接着说道 你可是太阳圣体 万古罕见的强大体质 再说了 你师尊为何要派你出来 执行这样的任务 难道你就没有想过为什么 为什么 李奇发呆 当然 是为了魔力你 土鸡一本正经的说道 唯有不断地经历困境 磨难 才能变得更加强大 所以 那些少年大帝 都要去洗劫门拍吗 李奇满脸错愕 当然 土鸡回答 你也不想想 他们为何能异于常人的强大 又能同皆无敌 除了本身的天赋 体质 大部分修行资源 都来自于外界 李奇似懂非懂 神情很茫然 土鸡接着说道 你一定会很好奇 你师尊那些修行资源 从哪来 也是洗劫别人的 李奇睁着大眼 不然呢 土鸡哼的一声 老娘追随你师尊多年 她每一次外出 所到之处 皆寸草不生 而你作为她的大弟子 难道你不应该 向你师尊学习吗 李奇呆住了 每一次陈平平 掏出一大堆 修行资源的时候 所有人的脸上 都写满了难以置信 他们无法理解 陈平平这些 修行资源 哪来的 而她同样 也无法理解 直到现在 所以小师傅所说为真 那么 她的确应该追随 师尊的步伐 李奇深吸一口气 冷静下来 定了定神 又望向土鸡 小师傅 你不会骗我的吧 土鸡眼珠子一瞪 什么屁话 老娘好歹也是 太古凤凰的后裔 怎么会骗你一个后背 那好 我去 李奇咬牙 嗯 去吧 我要怎么做 李奇问 名单上的资料 你不是也看过了吗 土鸡开口 这个宗门不强 也就三个尊者之敬而已 你施展隐秘术 屏蔽自身 然后偷偷潜入 然后呢 找个地方待着 接下来的行动 有毛球负责 土鸡语气悠悠 听起来很简单的样子 不过 为什么有毛球负责 李奇百思不得其解 却也没有过多的询问 因为此前的所有洗劫现场 他都不在 自然不会知道 这场大洗劫中的主要成员 其实是毛球 他抬起头 看了一眼天色 残月高挂 并不明亮 随后 确定肩膀上的毛球还在 这才迈开步伐走过去 一步 十步 李奇迅速趴在地面 警惕地看着四周 土鸡眨了眨眼 嘿嘿笑着 你等等 他也偷偷地跟了过去 因为悬河门内还有阵法 警惕李奇是没办法潜伏进去的 不一会儿 土鸡才回到这里 光小雨忍不住询问 李奇小子不过太悬静 为何要让他去 这是不是太危险了 不危险 总得拉着他下水吧 土鸡抖了抖身躯 啊 我的意思是 你师兄可能在这里 他提前潜伏进去了吗 光小雨一下子兴奋起来 不是 那是为何 我师兄怎么会在这里 解释不清楚了 洗劫门派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土鸡个人行为 如今好不容易忽悠光小雨加入 不曾想在这里遭遇陈平平 当然了 他也不是很缺点 土鸡眼珠子转动 开口 这件事情说起来很复杂 总而言之 暂时不能让你师兄知道我们的踪迹 光小雨不解 你想不想给他一个惊喜 想 那就不要让他知道 可是 李奇小子已经进去了 师兄会不知道吗 试探一下 就算你师兄在悬河门挨打得顶多是李奇 我们不会有事的 然后我们会继续实行接下来的计划 土鸡眨着眼 乍一听 很有道理 可是光小雨总觉得哪里有问题 摩蒂十万年的智商在这一刻卡住了 他的脑子里只有惊喜和陈平平 所以忽略了很多细节 对对对 给师兄一个惊喜 光小雨憧憬着 悬河门内 陈平平还在与他们扯淡 牢牢叨叨地说了一大堆话 试图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可他很快察觉到异常 就在一分钟前 他还能感知到李奇的气息波动 一分钟以后 这个人仿佛凭空消失了 这时 书生忍无可忍开口 道友 是想分散我等的注意力吗 陈平平嫌疑 没有啊 那你为何这么多话 书生皱眉 我只是想引起天女姐姐的注意力 因为 好吧 我老实交代 我喜欢她 陈平平妄想天女 众人呆滞 书生错愕 这猝不及防的表白 连天女也是一愣一愣的 陈平平深情款款 自从见到你的第一眼开始 我就深深地爱上你 无法自拔 每逢深夜都忍不住思念你 为了你 我这段时间茶饭不思 夜不能寐 啊 天女姐姐 你能接受我吗 为什么 你要喊天女 一个悬河门的年轻人说道 因为 好听 陈平平嫌疑过去 她有名字 陈平平 你该不会是 连天女的名字都不知道吧 那又怎么样 我喜欢的是她这个人 一个名字又能决定什么 陈平平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拒绝 天女神情冷漠 好的 陈平平笑了笑 当即闭嘴 众人健壮 错愕不已 有点摸不透剧情走向了 一分钟 两分钟 当悬河门外 再次出现李七的气息波动 陈平平知道 他们已经成功了 土机没有进来 小雨也没有 只有李七一个人 陈平平注视着那个方向 默不作声 这时 悬河门一位中年执事 慌慌张张地跑过来 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大事不好了 长老 我们的灵丹 灵药 修行法 还有神兵都不见了 哗啦 所有人望向她 那只是着急的 都快要哭了 她负责 镇守在藏宝阁 眼睛都不曾眨一下 结果 刚才一阵怪风吹来 她好奇地看了一下藏宝阁 里面空空如也 什么都不剩 一群人大惊失色 迅速跑向藏宝阁 天女 书生 陈萍萍也紧跟随后 打开那道大门 里面的确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了 啊 悬河门高层暴走 怒不可遏 陈萍萍望向书生 轻飘飘地来了一句 道有能解释这个吗 仙谷天才 尊者三重天 看着空荡荡的藏宝阁 书生的脸色很难看 就在不久前 她还信誓旦旦地 拍着胸膛保证 说什么有我在 无急中的人 若敢闯入这里 必然有去无回 不曾想到 一眨眼 悬河门的底蕴 便消失不见了 书生吐血 天女紧皱眉头 悬河门的三位尊者强者 从暗中走出 脸色阴沉的可怕 他们一直在警惕 不曾放松 可现在 藏宝阁空荡荡一片 什么都没有 这说明了 无急中的人已经来过 就在他们眼皮底下 洗劫了藏宝阁 这无急中的人 当真诡异 天女开口 悬机望向三位尊者 三位前辈 没有感知到什么吗 没有 宗主沉着脸 的确很诡异 书生抬起头 紧盯着陈平平 就在刚才 这位道友 一直在与我们说话 试图分散 我等的注意力 也不知道 与这件事情 是否有关联 心情大好的陈平平 听到这番话 直接卧槽了 心中大骂 她哼的一声 说道 就算我故意 分散你们的注意力 可藏宝阁门前 不是还有一位前辈 守着吗 而且三位前辈也在暗中警惕 呵呵 书生轻笑 道友莫紧张 我也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陈平平点头 我知道 不过 我倒是觉得道友可疑了 嗯 书生笑容一宁 道友可是仙谷 遗愿的天才 被誉为百万年难得一遇的种子天才 比肩少年大帝 再看看这张英俊消散的脸孔 还有英姿挺拔的身躯 见眉心目 虎虎生微 神俊无比 一看就是人中龙凤 未来注定要正道的 其他人无法察觉到无极宗的人 情有可原 因为他们比不上道友 可道友竟然也无法察觉 是不是有问题 陈平平你一起视线 书生 诸位 不是我在夸大陈词 这位先古的年轻天才 屹立在尊者三重天之境 其真实力战斗力 至少可以提升到五六重天 再加上自身的底蕴 对战七重天不过分吧 还有修行的强大功法 对战八九重天 绰绰有余 他接着说道 种子天才 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与技巧 所以道友的真实力战斗力 至少突破圣经一重天 没有夸大吧 你作为一尊圣经强者 竟无法察觉到 无极宗的人闯入这里 所以 我严重怀疑 你与无极宗的人是一起的 陈平平板着脸 露出警惕 书生傻眼 尊者三重天 怎么就突破圣经实力了 无极宗的人闯入这里 洗劫藏宝阁 与他有何关系 双方井水不犯河水 可陈平平这番话倒说出来 乍一听 又有关系了 先古的年轻天才 居然无法察觉到 无极宗弟子入侵 实在是说不过去啊 书生脸色铁青 快说 无极宗陈平平 和你有什么关系 陈平平冷哼着 还不肯承认 陈平平扫过天女 与其玄河门的高层 政策道 诸位 此人必定认识 无极宗陈平平 如若不然 无极宗的人 也不会如此轻易潜入这里 所以我建议 大家一起出手摁住他 误会 误会 书生吐血 玄河门一群高层强者 面面相去 虽然也觉得 陈平平这些话有道理 可无人敢妄动 她是书生 是仙谷医院的书生 天女开口 好了 此事作罢 话必 便转身离去 哎呀 见状 陈平平屁颠屁颠地跟了上去 天女姐姐 等等我 她并不关心 玄河门的生死存亡 她只在乎无极宗的人 可惜的是 这个宗门的人 似乎过于诡异 居然能在众目睽睽之下 潜伏玄河门 并且袭击了该宗门的抵御 有点意思 天女撑开眼帘 若有所思 身后的陈平平喊道 刚才的那个家伙 肯定有问题 呵呵 她一回头 刺而非笑地说道 你的意思是 我仙谷医院的年轻天 才与无极宗陈平平有勾的 当然 陈平平正色 所以 你天舞大陆陈平平 与无极宗陈平平 完全没有一点关联 没有 好 天女点头 我们现在就去寂灭之都 陈平平眼皮一抖 善善笑道 先别管无极宗的事情了 我觉得 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 扶桑树枝的问题 天女点头 是的 我一直在思考 她眯起视线 有个很可怕的秘境 里面有一种火焰 能够溶解扶桑树枝 不过 那个秘境充斥着诡异之力 诅咒之力 以及毁灭之力 而整个南离大地中 几乎无人敢踏入其中 唯独无极宗 还有这事 陈平平一愣 想不想知道为什么 她说着 因为寂灭之都的情况 与秘境一模一样 无极宗既然能够相安无事地生存 立下宗门 那么也就说明了 该宗主 又或者是陈平平 拥有无事这种可怕力量的东西 不错 书生也追了出来 这也是我与天女 千里迢迢来到玄河门的缘故 陈平平神色不善地看着她 你这个人不行 不妥当 勾结无极宗陈平平的问题 还未处理好 你有脸在这里说话 书生不愤 你不要让我逮到把柄 你走吧 陈平平一脸嫌弃 我与天女姐姐的小秘密 不可能让你知道的 什么小秘密 书生愕然 自然是扶桑树枝 漫长的岁月当中 能够从汤谷内 带走扶桑树枝的人 长指可数 这等神物 一旦传出去 必然会引来可怕的杀戮 天女望向书生 可以暂时同行 喂喂喂 书生吐血了 天女 你什么意思 我们可是同门啊 你宁愿相信这个家伙 也不相信你的同门 见了鬼了 她严重怀疑 陈平平对天女施展了什么秘法 对 一定是这样 两人吵吵闹闹的 渐行渐远 几日后 天女推算出 无极宗一人一击 将会在虎孝宗出现 这一次 他们提前了一两天到来 通知虎孝宗 上下做好准备 并且自身也在布局 书生冷哼着说道 这一次 我提前布置神灵通 若无极宗的人赶来 必然会在第一时间发现他们 说着 她扫了陈平平一眼 你的身份很快便会暴露了 天女也会随之清醒 并且亲手斩了你 陈平平愕然 什么是神灵通 秘朔 天女开口 一种类似于勘察的神通之法 一旦施展 她的神识 将会铺天盖地地覆盖虎孝宗 而且每一缕神识都是独立的 这么神奇 陈平平皱眉 呵呵 书生笑着 害怕了 陈平平不以为然 我还是觉得你很可疑 书生也不反驳这句话 反正她已经布置了神灵通 神识分解 化神 笼罩着整个虎孝宗 若无极宗的一人一击来了 她必然会在第一时间发现 到了那个时候 陈平平的身份 自然也会跟着暴露 天女动怒 她在与天女一起出手 斩杀陈平平 真是个好计划啊 想着想着 书生忍不住笑了起来 时间一点一滴流逝 一晃大半天过去 虎孝宗上下也在紧张地备战 毕竟传出来的消息太多了 六七十个势力遭劫 防不胜防 根本拦不住那一人一击啊 被洗劫的势力 瞬间跌入谷底 那是一种痛苦 入夜 他们还在等 天书上所能洞悉的画面和时间 都很模糊 并不精准 许久 一阵冷风吹入这里 神情平静的陈平平 抖了抖眼皮 心中骂道 该死的老母鸡 这魂球 居然又让李七出手 她只是个泰玄境 她还是个孩子 陈平平下意识地看了书生一眼 见对方没有察觉到什么 心中绷紧的神经 也松懈了不少 书生冷哼一声 怎么 你的人来了 想要与我说话 分散我的注意力 陈平平 不可能 书生轻蔑 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与你说一句话 又是一阵冷风吹起 陈平平垂着眼帘 心中默默地说着 突破王道了 是的 李七突破王道了 因为她开始修行天魔神功 修出太阳真经 而陈平平浑然不觉 还以为李七是 无法压住境界 自然而然地突破 很好 不错 百般魔力突破的境界 战斗力远胜同阶 再加上太阳圣体 月脊斩杀 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可她若是知晓 李七修行了魔道 必定会抬出剑衫砍光小雨 顺便给那只老母鸡来一件 咦 书生总算察觉到异常了 天女 刚才有一阵冷风吹过来 你有没有察觉到 冷风 天女皱眉 糟了 书生脸色大变 几步冲向该宗门的藏宝之地 一处洞穴 里里外外还有七八个阵法 一群宗门高层的强者 盘坐于此 见到书生出现 一位长老询问 书生公子 可有事 快 看看你们的灵药 灵丹 神兵是否还在 书生语气焦虑 那长老皱眉 心想 他们一群人接手在这里 若无极宗的人闯进来 必然会惊动他们的 可书生语气如此着急 长老无奈 只得起身前往洞穴查看 这一看 他都惊呆了 接着一群宗门高层 纷纷踏入洞穴 看见空荡荡的洞穴内部 集体傻眼 完了 完了 身后的书生也冲进来 顿时吐血 陈萍萍指着书生 大声喊道 一定是他 此人相当的可疑 说什么布置了神灵通 可以第一时间发现 无极宗的人 结果 什么都没了 他才跑过来 你胡说 书生脸色铁青 气得浑身哆嗦 要不然你怎么解释 陈萍萍大步走来 你肯定与无极宗的 陈萍萍勾搭了 两人里应外合 至于神灵通 就是一个幌子 是帮助无极宗弟子 潜伏这里的秘法 污蔑 这是污蔑 根本没有的事情 书生慌了一下 那你倒是解释啊 陈萍萍不依不饶 怎么解释 拿什么去解释 他喵的 无极宗的人 为什么能悄然无声地 潜入这里 他布置的神灵通 为何没有一点反应 书生真的吐血了 还好他想起了什么 刚才的慌乱 也冷静了不少 说道 有猫腻 刚才那一阵冷风吹过来 一定是无极宗的人潜入这里了 马得 向来端庄 儒雅 温和的书生 人生第一次 道出一个肮脏污秽之词 虎啸宗上下愤怒不已 嚷嚷着 与无极宗不共戴天之仇 天女没有说什么 一次失败 两次失败 他还有第三次 他不幸找不到无极宗的人 书生愈发的坚信 眼前这个陈萍萍 便是无极宗的陈萍萍 他要找到证据 证明这个家伙的身份来历 让天女看看 他的真实面目 随后 开始策划第三次拦截无极宗弟子 又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书生绷紧神经 打亮着四周 一旁的陈萍萍闭目养神 很平静 他几乎可以确定 那只老母鸡 肯定教了李奇尹秘术 要不然 以他的境界实力 根本无法避开尊者之境的神识 既然如此 他也不需要过于担忧 时间过去半个时辰 一直在警惕的书生 下意识地看了陈萍萍一眼 心中奇怪 这个家伙 怎么不说话了 他在判断 每一次陈萍萍开始说话的时候 便是无极宗弟子 潜入宗门的时候 说完以后 他们也就离去了 陈萍萍在为无极宗弟子放风 然而 这一次 陈萍萍非但没有说话 连眼睛都不曾睁开 书生郁闷 直到三更过后 该宗门一位弟子 传来惊呼声 书生整个人都骂了 又失败了吗 天女皱眉 无法理解 哪里出了问题 如果说前面两次 疏忽于防范 那么第三次这般警惕 不应该失败才对 书生吐血 他们肯定是修行了隐秘术 天女望向他 人足隐秘术 少之又少 高阶的更别提了 而且 即便有隐秘术 也不应该如此平静才对 是的 整个过程都很平静 比起前面两次 这一次 连冷风都没有了 书生不信邪 咬着牙 嚷嚷着再来 结果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一连大半个月过去 他与天女守了八回 皆以失败告终 天女脸色僵硬 书生当场裂开 唯有一旁的陈平平很平静 语气不音不扬地说道 你还有什么话说 你放屁 书生大骂 老子 嗯 本公子可是仙谷医院的年轻天才 师承赫赫有名 曾斩杀数位妖王 为人族立过大功 本公子怎么可能勾结无极宗陈平平 陈平平笑而不语 其实他不是故意要针对书生的 只是这个家伙太讨厌了 自己与天女的二人世界硬生生被他插一脚过来 敢都敢不走的那种 脸皮真厚 一定是你 肯定是你 书生深吸一口气 冷静下来 紧盯着陈平平说道 你就是无极宗陈平平 后者翻白眼 书生又道 我有根据 说来听听 天女有天书 故此能推算出无极宗弟子的行踪 这才有了提前准备的时间 我与天女之间多了一个你 你也知晓下一个地点 所以 一定是你在暗中通知无极宗弟子 书生不愤 合情合理 边上的姜蔫点点头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书生顿时激动 他的同伙承认了 可是 我既然能够通知无极宗弟子 为何不让他们避开你们呢 非得要洗劫 你们布局的宗门 陈平平问 书生 江妮又道 也合情合理 陈平平接着说道 还有 天书这玩意 我也有 说着 他也掏出那一页天书 卧槽 聊不下去了 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事情 该死 他肯定是无极宗的陈平平 书生崩溃 想要证明自己很简单 这时 天女突然来了一句 南离大地上 那些被无极宗弟子洗劫的势力 已经组成讨伐大军 这几天一直有消息传来 他们准备上路了 即将抵达寂灭之都 如果你不是陈平平 那么 无极宗陈平平肯定会出现 这一下 轮到陈平平慌张了 书生恍然大悟 心情顿时好了起来 笑呵呵地说着 不错 你敢不敢去 他堵陈平平不敢 因为他坚信 眼前这个家伙 就是无极宗陈平平 天女也看着陈平平 姜妮 歪着脑袋思考 有何不敢 陈平平暗暗咬牙 但表面上的气势不减 他昂着头颅 紧盯着书生 堵一把 不堵 书生想起这些年的运气 脸色黑了不少 直接拒绝 怂 你说什么 书生挑眉 微怒道 我说你怂 怂包 胆小如鼠 不是男人 陈平平哼着 连打赌都不敢 还妄想挖开我的身份来历 你你你 你可以怀疑本公子的颜值 但你不能怀疑本公子的实力与勇气 不 书生怒道 堵你身后 这根烧火棍 可以 等等 吐出可以二字的书生 一下子僵住了 这可是造化神腾打造出来的神兵 内涵原始大道 原始生命傲义 一旦顿悟 可以帮助他踏入圣境 也可以理解 他书生能够有今天 全靠这根烧火棍 完了 完了 马德 这个混蛋 给我下套 平日里从容不迫 平静 端庄儒雅的书生 在这一刻 流入出截然不同的神情 气氛 咬牙切齿 不甘 内心深处的怒火燃烧 仿佛整个人都要炸开了 他觉得不对劲 这一刻的他 不是真正的他 一旁的天女露出诧异 没有想到 书生会一口答应下来 造化神棍 可是他的命根子 讨伐大军 声势豪荡 陆陆续续踏入这片区域 连仙谷高层都被惊动了 门下诸多年轻弟子 一个个露出诧异 天舞 吴极宗 死死 当他们得知吴极宗 在寂灭之都立下宗门 所有人街道吸着凉气 好家伙 当年十多位妖王 带领数百万妖族大军杀过来 都不敢沾染寂灭之都 吴极宗当真是不要命了 一位年轻弟子感叹 是的 吴极宗门中弟子 屡屡洗劫南离大地的势力 如今 那些势力组成讨伐大军 已经进入这里 太猛了 走 去看看 五院中 紫棘刚刚得到消息 他露出欣喜 拍了拍老黄牛 师兄来了 与此同时 某一座古镇 一间客栈里 刘长青与阿兰听的旁人议论 下意识地抬起头 然后相识一眼 一口同声 陈平平来了 事实上 见到紫棘的时候 两人便有了猜测 只是不敢多想 多可怕的一道消息啊 他们好不容才 踏入九天 不曾想 陈平平那个混蛋 也跟着过来了 他把吴极宗带入九天了 刘长青吐血 他在寂灭之都立下宗门 阿兰开口 他洗劫了七八十个势力的底蕴 刘长青逐渐裂开 太疯狂了 这他喵是九天大地啊 不是南瞻部州 也不是中州 更加不是荒界与灵界 这里的大地广袤无垠 没有尽头 宗门灵力 家族势力数不胜数 每一个都很强大 远超吴极宗那样的存在 可陈平平带着吴极宗入了九天 非但没有低调生存 反而高调宣扬吴极宗 还带着门下弟子到处打家结社 两人敢保证 古时代的少年大帝都不敢这样做 短短的大半年时间 洗劫了七八十个势力 如今他们组成讨伐大军 即将杀入吴极宗 刘长青抹了一把冷汗 说道 我感觉 这一次陈平平死定了 把感觉去掉 阿兰抬起头 七八十个势力 就算每个势力 走出一位尊者之境 那就是八十个尊者了 如此恐怖的阵容 杀入吴极宗 陈平平还能挡得住吗 挡不住 无庸置疑 所以 这一次陈平平死定了 想到这里 刘长青忍不住笑了起来 让你嚣张 让你跋扈 于此时 仙谷向东 三千里 河家深处 河一天得到消息后 整个人都妈了 唐木结舌 木凳口呆 呆滞了足足十来分钟 这才多久 他喵得才大半年过去 陈平平那个混蛋 居然闯出了如此大祸 七八十个势力 他是怎么想的 埋人啊 我要见家主 河一天大声喊道 与陈平平分别过后 回到家族 他便被软禁了 一直没办法离开这里 但这一次 他不得不离开家族 一个中年胖子来到这里 语气恭敬地询问 公子 可是有什么事 我要见家主 河一天气愤 此事 关乎到我河家的未来 牵扯到河家百年内 能否踏入超级势力 你莫要再来拦我了 中年胖子无奈 公子 你要见家主可以 但必须通知小姐 此后由小姐定夺 决定 再然后 你才能见到家主 河一天直接暴怒起来 一群傻叉 白痴 什么都不懂 垃圾家主 去死吧 从未有过的一刻 他是如此的愤怒 回到家族时 他百般解释 与陈萍萍的相遇 甚至还讲述了 陈萍萍修复飞船的过程 可他们不信 河一天简直要炸了 没有人相信他 包括自己的姐姐 八个人正 也被姐姐流放在外 为什么 河一天不甘心 为什么就是没有人相信他 他大声告诉家族长者 飞船曾经被斩断过 可 他们检查了数次 始终没有发现端倪 他又说 飞船上还有攻击阵法 整个家族上下 竟无人察觉 陈萍萍真的是炼气天才啊 河一天无奈 神情苍白 我要见姐姐 中年胖子点头 大小姐现在在边境 我立刻派人去通知他 呵呵 河一天笑了 只是这个笑容有点苦涩 他一直以为 自己是家族的天才 还是那种一千年难得一见的 被寄予厚望 事实证明 的确如此 家族对他的爱 远比寻常的家族弟子还要多 长老 直视 家主 甚至是远在边境的他们 可是 他已经长大了 难道家族要囚禁他一辈子吗 他是天才不错 但他不想成为温室成长起来的天才 他要精力 他要魔力 他需要朋友激励自己 甚至需要强敌来给他压迫 让他努力成长 踏入无敌道 很显然 家族长者的做法 错了 何一天深吸一口气 注视着寂灭之多的方向 喃喃自语 来不及了 真的来不及了 七八十个势力的强者 已经抵达那片区域 他们很快就会动手 仅凭无集中那样的境界水平 根本无法挡住 甚至陈平平 还有可能会陨落 到了那个时候 何家将会失去一位绝世天才 也失去改变何家命运的机会 愚蠢啊 何一天深吸一口气 冷静下来 他扫过四周 寻了一个方向 试图闯出去 结果 被一巴掌拍了回来 一个中年男子开口 公子 没有家主的命令 您不能外出 我要见家主 何一天嘴角躺血 刘管家已经去通知大小姐了 你能否见到家主 将由大小姐决定 男子开口 凭什么 何一天怒吼 我已经长大了 你们没有权利囚禁我 他也没有 男子不语 何一天冷冷地看着他 怒道 我再说一次 我要见家主 何家深处 当代家主是一位白发老人 他的身子并不高 很矮小 老太龙中 唯独目光很有神 在得知何一天大吵大闹后 他皱下眉头 查了吗 下方 一位青山男子回答 查过了 无疾宗陈平平 并无恋气天赋 他只是一位普通的黄道剑修 哦 何家主又望向另外一人 飞船呢 那人回答 里里外外检查了十次 没有公子所说的攻击阵法 也没有任何修复过的痕迹 如此说来 一天提及的飞船断裂 并且被陈平平修复 坚持认为 陈平平是一位炼气天才的消息 是假的 何家主 眯起视线 无人作声 其实是真是假 根本不需要去查 他们何家为了打造那艘飞船 花了数百年的光景 单单是其中的阵法 也不知道耗尽了多少心血 若是飞船断裂 唯有何家才能修复 其他人不行 更遑论 何一天的说法中 陈平平还是在短短的数个月内 修复了飞船 不仅如此 他还加上好几道攻击类型的阵法 这怎么可能 一个黄道之境 也能修复圣级飞船 有点扯淡 即便陈平平再如何添财 实力是硬伤 他不可能做到 这时 一位直视开口 家主 既然一天坚持认为 飞船被修复过 并且加上了好几个攻击类型的阵法 那么 为何不让一天运转出来 何家主顿了顿 说道 把他叫过来吧 那艘巨大的飞船 便悬浮于此 何家很多长者都在这里 包括何家主 可何一天却脸色僵硬 看着这艘蓝色的飞船 因为他也不知道 如何开启攻击阵法 又是如何去证明 飞船的确断裂过 而后被陈平平修复的 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着 一位长老开口 为何不出手 何一天面无表情 你在说谎吗 第二位长老说道 你想让何家去救一个外人 故此 杜撰出这样的一个故事 可是 那个人来自天舞 一个囚牢 罪人之后 体内流淌着肮脏的血液 在九天修者的眼里 天舞与西荒大地上 那些魔修一般 不堪入目 一天 你是我何家的年轻天才 你和别人不同 虽有炼器天赋 但你的修行天赋更甚 故此 何家大力栽培你 便是想 让你成为顶级强者 而非让你 与一些不堪的人混淆一起 那无极宗陈平平入主 寂灭之都 注定要出大事 如今还洗劫了七八十个势力 想要救他 难如登天 此事 作罢 最后一句话 出自何家主 何一天微微张口 胸膛起伏的厉害 呼吸开始变得急促 他不甘心地说道 我没有说谎 那陈平平的确是一位 炼器天才 真的 家主大人 你要相信我啊 可你没有证据 何家主开口 任何一个证据都没有 仅凭你的说辞 我何家又怎么能为了 一个不相干的人出手 何家主看着他 那是七八十个势力 而不是一两个 昔日 与我一起入天舞的尊者也知晓 何一天便捡 他们在何处 被姐姐流放边境了 可以让他们回来 无人作声 场面越来越近安静 何家主不再多言 转身离开这里 陆陆续续的长者 也跟着离去 时间不长 家族长者几乎走光了 唯有一两个人在看着他 是枷锁 不让他外出的家伙 何一天妈了 看了看四周 一咬牙便冲向飞船 又要启动飞船 逃离家族 奈何一旁的家族强者在此 一直在注视着他 又怎能让他得逞 还未抵达飞船 便被家族强者拦了下来 何一天大骂 愚蠢 一群愚蠢的家伙 你们会后悔的 你们将失去 踏入超级大势力的机会的 他的声音很大 很洪亮 远离的家族长者们 接听得清清楚楚 下意识地停顿 却没有多说什么 这时 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 唐弟 这是何苦呢 唐兄 帮我呀 何一天惊呼 如若溺水之人 抓住了救命草 何清言有些为难地说道 这是你姐姐的意思 你还是 好好留在家族吧 你可以去 何一道 去寂灭之都寻找陈萍萍 告诉他 务必来何家找我 何清言轻笑 我可没那么大的本领 何一天 你提我的名字 唐弟啊 你觉得 我现在去了寂灭之都 便能让陈萍萍来 何家了吗 何清言眯起视线 那边的局势可不好 一旦陈萍萍离开寂灭之都 等待他的 便是永无休止的杀戮啊 一边说着 一边走过来 待他靠近何一天后 何清言突然压着声音 说道 想不想出去 想 何一天心头震动 紧盯着他 我可以帮你 何清言笑着 离开家族以后 你的生死将与我无关 好 何一天点头 得到答案 何清言也不默计 当即挥了挥手 从四面八方冲来几位强者 迅速将那几位家族强者 震晕过去了 见此一幕 何一天露出欣喜 多谢堂兄 画壁 转身冲向飞船 何清言眯着视线 仰起嘴角上的笑意 很浅很浅 却有一股莫名的冷意 待何一天驾驶着飞船 冲出家族后 他一声惊呼 何一天跑了 来人啊 长老 只是 家主大人 何一天跑了 逃吧 我的亲爱的堂弟 你若不离开家族 我又怎有机会杀你 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他挥了挥手 刚才走出来的强者 瞬间消散下去 而后拿出一柄剑 将刚才晕厥过去的家族强者 斩杀于此 最后 长剑刺向自己的胸膛 留下一个硕大的血洞 血泼鼓鼓流淌 那一张脸孔 瞬间变得苍白 他瘫软在地面上 时间不长 家族长者来到这里 见到地面上的尸体 再看看受伤的何清言 与其消失的飞船 他们脸色结沉了下来 怎么回事 何家主大步走来 家主大人 何一天他 他为了逃出家族 竟对自己家族强者痛下杀手 还试图斩杀我 何清言气喘吁吁地说道 文言和家主震怒 来人 把他给我抓回来 一座小小的古镇 平日里人影稀松 街上见不到十个人 可如今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来到这里 大势力的强者 年轻天才 散修等等 只为一睹无极宗陈平平的真容 小道上 来了四个人 天女 书生 陈平平 姜蔫 四人各怀心思 书生在想 入了寂灭之都这片范围 陈平平的身份来历 很快便会暴露出来 他藏不住了 该死的家伙 天女神情平静 只是视线不时落在陈平平的身上 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一旁的姜妮儿也是如此 但眼中丝毫没有担忧 更多的是好奇 面对此局 他要如何化解 陈平平突然鬼叫起来 这座古镇 距离寂灭之都最近 也不知道那些大军来了没有 真期待他们干掉 无极宗陈平平的画面 呵呵 书生邪腻过来 贼喊抓贼 道友 你心眼太小了 陈平平淡定 说谁 书生脸色一黑 说你啊 好歹也是先古的年轻天才 大名鼎鼎 战斗力可比肩盛进强者 结果 心眼跟坚真一样小 陈平平怂怂间 我严重怀疑 你下面也分晓 你大爷的 书生大怒 咦 陈平平看着他 不会吧 不会吧 真的被我说中了 来来来 老子他瞄得让你看看 什么才是真男人 书生怒不可遏 说着便要脱掉裤子 陈平平脸色一红 露出几分腼腆 道友 别这样 大庭广众之下 你竟然让我看这个 不太好吧 陈平平加大声音 不过 倘若道友放得开 我也想看看到底大不大 哗啦 路过的行人 纷纷望向这里 看了看陈平平 又望向提着裤子的书生 呸 这人真不要脸 就是 看穿着孩行 端庄儒雅 结果 人模狗样 咦 我怎么觉得他很眼说 我也是 仙谷医院的书生 来自于行人的议论 最后一道惊呼声 也让所有人都惊声了 书生脸色铁青 瞬间清醒过来 旋即大步前行 哎呃 身后的陈平平喊道 道友 你倒是拖啊 到底大不大 给句话 滚 书生怒道 脾气真大 陈平平叹道 他没有拿刀砍你 已经很不错了 江妮开口 一行人 入了古镇 人很多 到处都是关于 寂灭之都 与极无极宗 陈平平的议论 其中最让人关注的是 七八十个势力的大军 即将杀入这里 阵容强大而可怕 那无极宗要如何抵挡 这时 一个中年男子开口 寂灭之都的诡异 还未消失 他们敢杀进去吗 你想多了 旁人抬起头 七八十个尊者之境 若同时出手 短暂驱散诡异之力 毁灭之力 诅咒之力 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届时 他们再杀入无极宗 该宗门绝对无法抵挡 我觉得 无极宗能够在 寂灭之都中立下宗门 定然也是有所依仗才对 不错 书生端起一杯茶水 一饮而尽 随即望向陈平平 此局 无极宗必死无疑 他几乎可以肯定 眼前这个家伙 就是无极宗的陈平平 只要在等上 那么三五天的时间 讨伐大军杀入这里 到了那个时候 陈平平的身份自然会暴露 他会在第一时间出手 用剑砍他 一剑接着一剑 把他身上的肉 一片片切下来 让他在痛苦中死去 陈平平笑了笑 到时候 可别耍赖 言中之意 造化神棍 书生哼的一声 没有说话了 时间不长 高空之上 来了一艘蓝色的飞船 所有人纷纷抬起头 天女眯起视线 何家 这艘飞船不错 书生轻笑 那是 陈平平昂着头颅 心想 飞船可是我修复的 上面还有强大的攻击阵法呢 他似乎忘记了 飞船也是他一键斩断的 原以为来了一群 何家强者 结果 飞船中只走出一道 年轻的身影 何一天 陈平平慌了 不过还好 古镇上人很多 何一天不一定能看到自己 时间一晃 一两天的时间过去 越来越多的强大踏入这里 古镇上的气氛逐渐变得低沉 压抑 就在这时 远处的长空之上 吹来了一片乌云 哦 不是乌云 而是一群强大的身影 他们杀气凛然 自远方而来 速度很快 不一会儿便来到古镇 讨伐大军 可他们并没有入古镇 直径朝着 寂灭之都的方向前行 所有人心头震动 就连书生与天女 也凝了神情 姜妮低着头 扯了一下陈平平的衣角 后者微微一笑 笛声说道 不碍事 或许吴吉宗的这场浩劫 也是他的一个机会 一个可以让他与吴吉宗 彻底分离的机会 让别人不再怀疑他 就是吴吉宗陈平平 另外一边 白一生与子姬 也匆忙赶过来 与此时 寂灭之都深处 红袖大发雷霆 这个混蛋 惹了这么大的祸 居然玩消失 下方的诸葛无双 抹了一把冷汗 说道 宗主大人 我觉得 此事与陈师兄无关 放屁 红袖大怒 若非他要立下门方 若非他执意派遣礼齐 外出历练 能有这种事情 几人 如今 七八十个势力的强者杀入这里 则则 那可都是尊者之敬啊 红袖咬牙切齿 时间太快了 无极宗根本来不及成长 他接着吼道 等那个王八蛋回来 我要杀了他 女人太凶 是嫁不出去的 一道声音传入这里 回来的人正是陈萍萍 只不过 是一气化三清的一缕分身 嘿 红袖怒道 你还敢回来 说着 便要拔剑 陈萍萍抹了一把冷汗 解释道 别着急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什么掌控 红袖已经拔剑 杀气腾腾地看着他 你若不解释清楚 本宗主今天就拿你几天 虽然说陈萍萍是无极宗最大的医长 可是 处理宗门内部的事情 大大小小 不得都是他红袖在弄 陈萍萍什么时候管过 他觉得自己的脾气已经很好 从开始筹备入九天 到踏入九天 任劳任怨 最后陈萍萍着急立下门方 他也没有多说什么 包括陈萍萍让李奇外出历练 美名其约地宣扬吴极宗大名 谁知道 这混蛋暗地里的计划 却是喜结 打捞一切修行资源 我的天 红袖得知消息后 简单要疯掉了 吴极宗才刚当踏入九天不久 能不能低调一点 你放心 寂灭之多的诡异 可不是寻常强者能够沾染的 陈萍萍开口 一大群尊者之境 也是寻常强者 呃 陈萍萍善善 那就是普通的强者 赶紧解释 老娘的刀已经饥渴难耐了 红袖冷冷地看着他 除了寂灭之多的诡异 还有阵法 他们没办法闯入这里的 所以 吴极宗是安全的 陈萍萍说道 而我刚才所说的掌控 便是指他们 话音落下 他看了看身后 他们 几人皱下眉头 那可是一大群尊者之境 不是黄道 也不是神王 就吴极宗目前的实力 根本无法挡住他们的杀戮 陈萍萍口中的掌控又 从何而来 九天修者并不待见天舞大陆 时间长了 我们的存在一样会暴露出去 到了那个时候 可能就不是现在的局面了 陈萍萍说道 兴许会有更加强大的存在出手 也或许 会有人拎着圣兵杀入这里 甚至是帝兵 其次 我们所在的地方 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生命禁区 但吴极宗能安然无恙地屹立在这里 他们会因为好奇 而不断地探索此地 到了那个时候 吴极宗一样会遭结很多莫名其妙的杀戮 所以 我猜不下此诀 陈萍萍一口气说道 所以 让李奇洗劫他们 引来这场可怕的浩劫 便是陈萍萍的布局 在场的几人愣住了 洪秀并不相信这种说法 他咬着牙询问 很好 那么我很想知道 你接下来的行动 与其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自然是震慑 陈萍萍撑开眼帘 如此强大的阵容杀来 若我们能挡住他们 甚至是反杀 覆灭所有 届时 吴极宗之名将会传遍整个南离大地 我们的身份地位也会大大的提升 更加会得到他们的认可 吴极宗弟子便会有权力与他们争夺 而后成长 这是一项伟大的计划 唯一的美中部族就是 来得太突然了 诸葛无双问 陈师兄 你要如何挡住他们 嘿嘿 提及于此 陈萍萍不由地笑了 待会一起出去 你们跟在我身后 不要出手 我自有办法应付他们 他要唱一场大戏 晴空万里 蓝天白云 寂灭之都外 来了一大群身影 足足有上百人 高矮肥瘦 男男女女 年轻的 年迈的 他们悬浮在高空之中 神情冰冷 或愤懑 或深邃 或毫不掩饰的杀意的 目光无不注视着寂灭之都 看着那简陋的门方 所有人好似都看到了那个该死宗们 吴极宗 他们都是尊者之敬 齐齐走来 强大的气息波动不曾掩饰 从高空中弥漫下来 席卷向十方大地 距离太近的修者 皆感受到那种可怕的压迫 来了 讨伐大军 终于要出手 七八十个势力啊 上百名尊者之敬 这是一个强大的阵容 吴极宗要逆天了 古阵中 陆陆续续的身影腾空而起 朝着这个方向赶来 刘长青见此一幕 微微一笑 稳了 如此强大的阵容 莫说一个陈平平 再来十个八个 他也挡不住 而且 吴极宗本身的战斗力就不行 宗门弟子的实力太低了 神王与黄道之境 长指可数 阿兰神情平静 没有说话 向东 相隔数十里 一条小道 有一位身穿白色长裙的女子 身材窑窍 婀娜 一头浓密的柔顺的黑发 披肩而落 一旁跟着一个体型销瘦的猴子 女子一路走来 骂骂咧咧 你走快点行吗 待会晚了 就看不到那场大戏了 我还想看看 那个混蛋怎么被杀死的 哼 来人正是陈世线 他原本 与猴子在一处秘境寻宝 不料 意外听到旁人说话 什么天舞大陆的陈平平来到九天 在寂灭之都立下吴吉宗 短短的大半年时间里 吴吉宗洗劫了七八十个势力 如今 诸多势力的强者连媚而来 要讨伐吴吉宗 陈世仙呆住了 寂灭之都 那个地方 他也听说过 据说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仙谷旧旨 弥漫着诡异之力 还有七八十个势力 隐匿在暗中的他 那几个议论的家伙询问 这才得知 此事千真万确 陈平平在短短的大半年时间里 得罪了七八十个难离大地的势力 这 陈世仙没有犹豫多久 转身便离开那个地方 一路朝着寂灭之都狂奔 途中骂骂咧咧 这混蛋真是不怕死 泽泽 脑子进水了吧 七十八个势力啊 他要上天吗 气死我了 猴子忍不住反驳了一句 你之前不是说 你的毕生大敌就是陈平平吗 陈世仙邪逆过来 没错 就是他 你刚才好像在担忧他 猴子开口 不可能 陈世仙瞪着他 这个世界上没有谁 比我更想杀掉这个混蛋 我巴不得他被干掉 现在有个很好的机会 我要去观战 万一那群尊者之敬 没有杀掉陈平平 我还可以补一件 他说的气势凌然 杀气腾腾 咬牙切齿 可猴子却听出了另外一层意思 担忧 这个女人口是心非 你快一点可以吗 陈世仙唠叨 他喵的 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泰旋径 能够在短短的一天时间内 横穿一整个大区域 要知道 九天大地的每一个区域 都有数千万里 甚至上亿 是真正的无根无垠 广袤无垠 猴子吐血 他堂堂一个远古凶兽 竟然比不上一个泰旋径 这丫头指定有点问题 无极座 出来受死 高空之上 一位长相刚毅的中年男子 神情冷冷地注视着寂灭之都 旋即一声怒喝 手中紧握着一柄圣兵 那圣兵散发着强大的领域波动 好似随时都会复苏 身后的尊者之境 虽然不曾言语 但杀意弥漫 话音落下 中年男子一步 踏入寂灭之都 想要毁掉那座门方 结果 诡异之力复苏 瞬间穿透他的躯体 男子亥然 迅速倒退 但为时已晚 他已经遭劫 诡异之力残留体内 无法跟除 见此一幕 众人窒息 看来寂灭之都的诡异之力 毁灭之力 诅咒之力 还未消散 那无极宗也不知道凭借着什么 才能安然立下宗门 有古怪 男子此举 也打消了一群尊者之境 直接杀入寂灭之都的想法 无极宗 出来受死 又是一位尊者之境 从人群中走出 神情冰冷的注视着门方 但清风吹拂 尘埃熙熙攘攘 也不知道从哪飘来的几片落叶 映入众人的眼帘 寂灭之都一如既往的平静 这一份平静 在此刻显得有些诡异 讨伐大军杀来 无极宗打算凭借寂灭之都的诡异 阻挡大军的步伐吗 恐怕不妥 时间长了 讨伐大军自然不会等下去 可能会采取强攻的手法 于此时 书生看了看一旁的陈萍萍 轻笑道 到你出场了 陈萍萍翻白眼 你到底脱不脱裤子 书生笑容一宁 旁边的姜妮忍不住笑了起来 另外一个方向 和一天喃喃自语 千万不要出来 千万不要出来 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 无极宗的实力 整个宗门上下 都找不到一个尊者之境 还没有强大的抵御 他们若敢走出寂灭之都 只有死路一条 但是迷雾层层的寂灭之都中 走出一道修长的身影 一袭白色素衣 整洁干净 戴着一个面具 看不清楚真容 只能看到 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目光 一气化三清 陈萍萍 急不过后 他来到门方跟前 停了下来 这里依旧是寂灭之都的笼罩范围 属于安全区域 分身陈萍萍抬起头 轻笑道 在下无极宗陈萍萍 他就是陈萍萍吗 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啊 无极宗陈萍萍有那么可怕吗 好像很年轻 短暂的议论 很快停了下来 这边 书生猛了 天女紧皱眉头 看了看一旁的陈萍萍 又望向那道从 寂灭之都中走出来的身影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该死 无极宗陈萍萍 就是他 我认得他 陈萍萍一声惊呼 咬牙切齿 哗啦 身在这片区域的修者 纷纷望向他 此言一出 分身陈萍萍的身份 也被他自己证实了 陈萍萍望向书生 好了 那根烧火棍 是我的了呀 书生哭了 直觉告诉他 眼前这个家伙 就是无极宗的陈萍萍 再加上这些天的相伴 还有种种判断 不会有错 他就是无极宗陈萍萍 可现在 从寂灭之都走出来的那个家伙 又是怎么回事 无极宗陈萍萍 出来受死 对 出来受死 一个囚劳走出来的罪人之后 也妄想在南丽大地立下宗能 做梦 杀了他 一起出手 上百名尊者之境 皆在大怒 杀气腾腾 分身陈萍萍抹了一把冷汗 善善笑着 误会 这是误会 不听 直接杀了他 化毙 讨伐大军 齐齐走来 还未踏入寂灭之都 可当中的杀气 已经贯穿这里 等等 诸位 且听我解释 分身陈萍萍惊呼 洗劫你们的那个混蛋 的确是我无极宗弟子 那是以前了 早在一年前 他便被我逐出宗门 真的 这种解释 苍白无力 不出事以前 那都是无极宗弟子 出了事情以后 他们便不再是无极宗弟子 呵呵 骗鬼呢 不要相信他 刘长青喃喃自语 这混蛋 坑蒙拐骗 无恶不作 若是信了他 等若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啊 一起出手 杀了他 然后闯入寂灭之都 干掉无极宗 有人喊道 对 一起出手 他们的距离 越来越近 所有人都感受到那种可怕的压迫 尽管相隔很远很远 这时 何一天待不住了 大步走出 诸位且慢 我有话要说 呃 分身陈萍萍愣了一下 他只是想拖延一些时间 好让诸葛无双 莫无为 红袖好好准备 若何一天跑出来 以他的身份 以及何家的势力 正退这群家伙 他接下来的计划 岂不是要泡汤了 果不其然 上百名尊者之境 看见何一天走来 一个个神情僵硬 大势力的年轻天才 意味着深厚的实力 他如果要保下陈萍萍 讨伐大军 该如何是好 那可是拥有圣境强者的大势力啊 我觉得 陈萍萍说的对 何一天微微一笑 何家公子 你不能这样 一位尊者之境沉着脸 此事 与你们何家无关 况且 无极宗洗劫了我们的底蕴 若就此放过他们 不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 我等何以生存下去 他们也是没办法 没有了修行底蕴 修行资源 他们的宗门 很快便会被吞噬掉 杀入无极宗 拿回属于他们的东西 这是最后的办法 人群中 刘长青忍不住问向旁人 这位何家公子 很厉害吗 那人看了一眼刘长青 回答 不厉害 但他身后的家族厉害 属于大势力范围 有圣境强者坐镇 还有诸多强大的抵御 他若要出手 保下无极宗 讨伐大军 恐怕很难出手 刘长青 不会吧 阿兰郁闷 这无极宗 陈平平刚入九天 怎么会认识何家的公子 我也不太清楚 不可能 这时 有人反驳 他们可不会 因为一个何一天而停手 毕竟关乎到 身后宗门生死存亡 也对 何家固然强大 但他们应该不会 与七八十个势力为敌才对 这样不好 毕竟是大势力 世强凌弱 真的好吗 又有人开口 何家公子来了许久 是驾驭一艘飞船而来的 当时只有他一个人下来 所以 我判断 何一天 是以个人身份与立场出手 所以 身后并无何家 何情何敛 他这么一说 刘长青顿时松了一口气 一个大势力出手保陈平平 那也太扯淡了吧 无极宗与他才入南里多久 他们之间根本没有交情 高空之上 又是一位尊者开口 何公子 还请放我等一条生路 莫要插手此事可以吗 对啊 分身陈平平点头 这位前辈说的很有道理 何一天 你可不要插手 何一天 众人也是一愣 何家公子出面 欲要保下无极宗与其陈平平 结果 这个家伙倒好 说的什么屁话 让何一天不要插手 什么意思 他在找死 分身陈平平又道 虽然说 我已经将那个混蛋逐出宗门了 可他以前毕竟也是我无极宗弟子 这件事情的确是我的错 诸位前辈要讨伐我无极宗 我无话可说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那尊者冷生 我无极宗的长辈脾气不好 分身陈平平说道 你在开玩笑吗 七八十个市里 上百名尊者之境 连被组成的讨伐大军 杀气腾腾杀入这里 其目的已经很明显 他们可不会因为一个误会 而停下步伐 更加不会因为陈平平的说辞 而有所顾虑 无论如何 他们都会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哗啦 上百名尊者之境已经来到寂灭之都外 相隔一百米 杀气愈发的浓密 一旁的何一天发呆 满脸呆滞 一时间 竟不知道要干什么了 自己好不容易才逃出家族 又要帮你平定这场浩劫 结果被陈平平嫌弃了 喂喂喂 诸位冷静一下 这件事情的确是个误会啊 分身陈平平再次惊呼 见他们愈发的靠近寂灭之都 心头直跳 旋即接着说道 而且我刚才是认真的 我无极宗的长辈脾气不好 让他出来 一位尊者寒生说道 今日不管是谁来 我等意要覆灭你无极宗 不错 他们意已决 有尊者之境掏出圣兵 准备复苏 而后强行杀入寂灭之都 可在这时 迷雾层层的寂灭之都中 又走出一道身影 一道诡异的身影 在他的头顶之上 悬浮着一口黑色的光果 流淌着可怕的气息波动 还有阴晕垂落下来 将其笼罩着 显得神秘与诡异 他一步步走来 威亚不曾掩饰 肆意弥漫 虚空因此而震动 十方天地皆在这一刻 变得扭曲 层层涟漪荡漾 圣境 众人窒息 那一群杀气腾腾的尊者 也在这一刻呆住了 这威亚 这可怕的气息波动 分明就是一尊圣境强者 他喵的 是谁说无极宗最强的是 黄道之境 哪个混蛋在胡说八道 倘若金屋异族的组长在这里 见到这口棺果 必然知晓其中的秘密 可惜 他并不在 走出来的是诸葛无双 头顶着的黑色棺果 来自于道挂古城 风魔演绎 当时陈平平将所有能带走的棺果 统统都打包带走了 许多棺果中还有尸身 肉身不朽 散发着可怕的气息 陈平平挑选了几个空的棺果 还残留着原主人气息波动的 让诸葛无双 莫无为 与其红袖好好磨合 这才有了眼前的这一幕 人群中 刘长青傻眼 一口黑色的棺果 长三米 宽一米 高有半米左右 流淌着可怕的气息波动 笼罩着走出来的诸葛无双 远远望向这里 便如一尊不死君王走出 给人一种强大的压迫感 所有人都待住了 当然了 诸葛无双也很慌张 看着高空之上 那上百名的尊者 如此强大而可怕的阵容 若是杀入寂灭之都 无极宗岂不是灰飞烟灭了 淡定 诸葛无双深吸一口气 强行冷静下来 按照陈萍萍的计划 他不需要出手 也不需要说话 啊 长老 你怎么出来了 分身陈萍萍一声惊呼 仿佛看见了最为不可思议的一幕 哦 这位便是无极宗的长老吗 众人了然 分身陈萍萍又道 你们快走 我无极宗这位长老 曾多次杀入生命禁区 以斩杀远古凶兽为乐子 手中也不知道沾染了多少位圣境强者的鲜血 还愣着淡马 陈萍萍喊道 砰 诸葛无双很配合地走出一步 棺果中弥漫出来的气息波动 肆意席卷出去 哦 不是他在控制 黑色棺果中的那一位 虽然消失多年 可棺果中仍然残留有他的气息波动 与其一缕可怕的执念 哗啦 上百名尊者骇然 脸色大变 奇奇倒退 长老 冷静一点 千万不要出手 分身陈萍萍抹了一把冷汗 诸位 我家长老脾气不好 一旦出手 必然要血流成河 你们赶紧走吧 场面中的气氛变得诡异起来 天舞大陆是一个囚牢 被压制的大事件 听闻这座囚牢的罪人 血脉都被诅咒过 难以踏入修行 可眼前这一幕又是怎么回事 一个来自于天舞的小势力 竟然走出一位圣境强者 上百名尊者不甘心 虽然后退了几步 却没有离去的意思 于此时 寂灭之都深处 又是一层层波澜荡漾出来 有一道身影从中走出 头顶之上 同样悬浮着一口光果 比诸葛无双的更大 浓郁的死亡之力 仿佛已经化作食制体 一丝一缕 沉如泰山 故此 莫无为的步伐很沉重 又是一位圣境 修者们亥然 上百名尊者员瞪着大眼 开始慌张 刘长青张大着口 阿兰喃喃自语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没听说过 天舞有圣境强者 轰隆 刚走出几步的莫无为 便被头顶之上的 那口光果压了下去 连人带着光果 坠向地面 这滑稽的一幕 让众人疑论 诸葛无双传音 莫无为 你搞什么 莫无为 能不能靠谱一点 诸葛无双又传音 你行 你来 莫无为黑着脸 我这口光果里面 有一件神兵呢 马德 他艰难爬起来 分身陈平平说道 介绍一下 这位 是我无集中的二长老 三千年前 与一位准地进大战 故此受了点小伤 也闭关了很多年 所以刚才走出来的时候 状态还没有缓过来 这么说 你们能理解吧 上百名尊者窒息 脸色愈发的沉 刘长青难以置信 又是一位圣境强者 假的 阿兰深吸一口气 肯定是假的 无集中怎么可能有圣境 尽管如此 可赤裸裸的事实 就摆在眼前 光果之下的两位 浑身上下散发着 可怕的气息波动 与急破人的神威 这不是圣境 是什么 其中最为疑惑的 当数何一天 因为他很清楚 无集中当时是没有 圣境强者出现的 砰 第三位头顶着光果的 无集中长者走了出来 刘长青凌乱了 讨伐大军静如寒蝉 诸多围观于此的修者 一个个平住呼吸 天舞 囚牢 无集中 没有超越黄道之境的力量 这 简直就是一派胡言 胡说八道 谁他瞄传出来的消息 第三位圣境强者走出 自然是红袖 他头顶之上的那口光果 属于轻膜的 故此在适应的过程中 好几次差一点被反噬 十多次濒临死亡边缘 只是为了陈平平所为的大忌 他默默地忍受着 还好最后成功了 但他与诸葛无双 莫无为都不同 他是真正地融合了这口光果 继承了当中的可怕力量 在那个艰难的过程中 他还看到光果中磨刻着的道法 红袖心头震动 仙卓 分身陈平平惊呼 你怎么也出关了 顿了顿 他又道 你千万不要出手 这只是一场误会 我能解释清楚的 真的 他们还小 都只是一群几百岁的孩子而已 众人 讨伐大军吐险 原以为吴吉宗没有尊者 的确 他们没有尊者 但有圣境强者 后来以为吴吉宗只有一尊圣境 结果走出第二位 第三位 这第三人 竟然还是吴吉宗的仙祖 裂开 分身陈平平开口 介绍一下 这位 是我吴吉宗的仙祖 当年差一点就正道了 就差一点 差那一点 这时 人群中传来这样的一道声音 没别的意思 主要是好奇 分身陈平平沉阴片刻 因为当时的宗主正道了 此言一出 所有人哗然 正道了 吴吉宗走出过地境强者 什么时候的事情 刘长青望向阿兰 阿兰也望向他 诸葛无双 莫无为 红袖奇奇看向陈平平 一脸诧异 好像是有那么一回事 当年 天舞大陆 曾诞生过两位地境强者 一位老人道出了真相 神情凝重 哗啦 旁人齐齐侧目过来 老人宁生说道 天舞虽是一方囚牢 但道法与法则却很完整 当年很多年轻天才 纷纷入天舞 寻找正道大纪元 结果 一群九天的天才 争不过天舞那两人 被抢先正道了 这么吓人 不是说 一个时代 只能诞生一位地境吗 是的 地境问道 正道与天道融合 很长的时间里 都不会有人正道 可是 那一次不同 老人眯起视线 有何不同 那两位大帝 罚天道而行 硬生生地 破开了地境大门 众人骇人 那个时代 被称之为 最可怕的时代 一座囚牢世界中 诞生出两尊大帝 这无疑震受古今 有为常理 诸多爵士强者 纷纷下界 想要弄清楚缘由 结果一去不回 后来呢 有人问 消失了 老人回答 怎么会消失了 那人愕然 大部分地境强者 都有两种归宿 要么死在 求道的路上 要么大战至死 唯有小部分地境 活到自己的寿命干枯 血液枯竭 最终生死盗销 很少有地境 莫名其妙的消失 因为人们 对于这类 无敌者的关注很大 他们的一举一动 皆会被放大 所以消失这个理由 听起来很古怪 老人开口 的确消失了 有说法是 提及于此 他看了看天空 被那些人斩了 第二种说法是 被囚禁在某个 可怕的生命禁区中 还有一种 他们斩了自己的道果 入了轮回 地境号称无敌者 不朽者 每每诞生出一尊 皆镇朔古今 被刻入历史记载 但无人知晓 从某个角度去 解剖这个境界 其实 地境只是一个开始 所以 九天大地上的地境强者 大部分都难以善终 正道 也是一种枷锁 他们想要摆脱 获得永生 不朽不灭 可天道的压制之下 谈何容易 天无两位大地 却很有魄力 自展到果路轮回 想要冲破那一道枷锁 老人感叹唏嘘 若能成功 他们或许会与天骑 与地不朽 与那些大人物一般不灭 啊 旁人也纷纷惋惜起来 这时 一位年轻人询问 所以 无极宗当真诞生过地境 老人点头 是的 无极大地 此言一出 整个场面都安静了 曾诞生过地境的势力 无极宗 漫长的岁月过去 他们还保留着强大的底蕴 这一切开始变得合情合理 三位圣境强者的出现 也就不突兀了 这老头 懂得还挺多的嘛 不远处 陈平平若有所思 寂灭之都这边 讨伐大军 已经慌得不行了 他们诞生过地境 眼前的这一位 还曾追随过地境 还差一点正道 实在是 可怕 可是 他们要放弃了吗 曾诞生过地境的势力 肆意洗劫 他们这些小势力小门派 若是不出手 选择沉默 日后难免他们会更为跋扈与嚣张啊 怎么办 上百名尊者之境 面面相去 一时间 也是犯难了 见此一幕 分身陈平平知晓 气氛到位了 他接着说道 诸位请放心 我无极宗虽然强大 坐拥三位无敌的圣境强者 还有准帝兵 帝兵什么的 诸多强大的底蕴等等 强者如云 可是 我无极宗弟子 绝不是强凌弱 我们向来低调 不会拿你们一丝一毫 我们真诚善良有爱 是真心希望 加入南黎大帝这个大家庭 不是强凌弱 暂时还没看出来 可是 关于低调这件事情 他们就不得不吐槽了 无极宗上来就掏出 三位圣境强者 还夸夸其谈地讲述了 无极宗的底蕴 与极强大 曾诞生过地境强者 你管这叫低调 老黄还好不在现场 若是在 定然翻白眼 真能吹 比我还能吹 分身陈平平微笑道 散去了吧 这是个误会 我以先祖的名誉发誓 无极宗绝不是强凌弱 打家劫舍呢 有人吐出一句 不可能 分身陈平平笑着 这是哪位朋友说的 来 麻烦你出来一下 我想邀请你入无极宗看看 真的 我们都很善良 那人顿时闭嘴 入无极宗 那可是寂灭之都 除非他不想活了 唉 刘长青满脸遗憾 这混蛋 又活了下来 阿兰感叹 是的 原以为是必死局 结果被他一一化解了 说实话 要不是后面那些屁话 老子都信了 刘长青吐血 真诚 善良 有爱 不是强凌弱 若非他认识陈平平 还真被他忽悠了 诸位 听我一句劝 赶紧回去吧 分身陈平平诱到 慈眉善目的 讨伐大军的信念 开始动摇 抛开陈平平那些鬼话不说 仅凭三位圣境强者屹立在这里 他们便没有任何机会了 只是不甘心而已 恰逢这时 人群之外传来李奇的喊声 谁敢动我无极踪 几步之下 他便冲入战场 结果 刚刚平静下来的场面 因为李奇的出现 气氛瞬间僵硬 开始凝固 李奇也愣住了 得到消息的那一刻 他马不停蹄地赶回来 尽管小师傅与小语师叔一直在唠叨 说什么师兄可以处理 师兄没问题的 我们不需要担忧 但李奇觉得 那可是七八十个势力的强者 如此可怕的阵容 杀入无极踪 师尊岂能安然无恙 故此 一路封城仆仆赶回来 准备与讨伐大军 进行生死大战 不料局面过于平静 李奇迎来所有人的注视 下意识地吞下一口唾沫 欲感不妙 啪 分身陈平平几步走出 一巴掌将他镇压下去 怒道 好你个逆徒 虽然为师已经将你逐出宗门 可你借助无极踪之名 肆意妄为 嚣张跋扈 坏我无极踪的声誉 今日 为师便为无极踪清理门户 李奇猛了 逆徒 清理门户 完了 完了 师尊果然怒了 小师傅与小宇师叔 还一个劲地说 没问题的 果然 只是他们没有问题 自己的问题大了 刚想要开口解释 结果又是一巴掌拍了下来 分身陈平平几次出手 直接将李奇震晕过去 而后提着他回到门方跟前 淡淡地笑着 总算逮住这逆徒了 虽然我已经将他逐出宗门 师徒情义也因此而了结 不过 终究是师徒一场 我想亲手送他上路 诸位没意见吧 讨伐大军嘴角抽搐 见到李奇跑回来的时候 他们还以为找到了突破口 结果 陈平平三五下出手 直接将其震晕 如今 又将李奇带回寂灭之都 一旁还有三位圣经强者 最气人的是 陈平平那句话 我想亲手送他上路 谁信 你想送他上路 现在就可以动手 没必要打晕过去 可眼下的局面 却不容他们反驳了 三位圣经屹立于此 便是最大的震慑 有意见 也不敢说啊 咦 陈师仙与猴子 赶到这里的时候 双方的局面 已经进行到后期 他看到了陈平平身后的三人 头顶着棺果 流淌着可怕的气息波动 不对劲 刘长青 阿兰 可能不太了解无极宗 但他不一样 生于十国 他太清楚 这个宗门的底蕴了 不可能有圣经强者 想着想着 他便笑了 一双乌黑的眼睛 眯成了月牙 哼 这混蛋还挺聪明的嘛 你还要出手吗 猴子眯起视线 那三人并非圣经 哦 陈师仙说道 寂灭之都如此诡异 暂时别出手 猴子翻白眼 你之前闯入生命禁区的时候 可没有考虑过这些 是吗 他狡辩 是的 猴子说道 就算他们不是圣经强者 我觉得 以我现在的实力 不一定能打得过他们 陈师仙惋惜 顿了顿 又补了一句 毕竟 我只是一个太玄境修者 太玄境 听到这番话 猴子嘴角抽搐 他从天舞杀入九天 当中遇到许多强大的太古凶兽 远古凶兽 甚至还有一些活了漫长岁月的生灵 一身戾气 尤为恐怖 那个时候 猴子都觉得他们要完蛋了 结果 这小丫头直径冲了过去 是的 没错 身上流淌着太玄境的波动 可拳头中爆发出来的力量与其杀意 简直跟一尊杀神一般 那种恐怖 密密麻麻挤满了天地间 催哭拉朽 斩杀每一个强大的生灵 后来入了九天 他屡次闯入生命禁区 什么诡异之力 什么诅咒之力 封印 禁忌 阵法等等 皆无法挡住他前行的步伐 好似禁区于他而言 便是自家的后花园 更离谱的是 他们早晨还在另外一个区域 现在变到了南里大地 就这还太玄境 他堂堂三目神猴 远古级别的凶兽 体内流淌着非凡的血脉 一旦爆发出来 足以撼动出街圣境 可是 每次看到陈诗仙出手 他总有一种感觉 这丫头跟混沌中诞生的猛兽一般 太他喵可怕了 他甚至有预感 若陈诗仙出手 无极宗与极陈评评 绝不可能活下去 所以 你肯定是喜欢陈评评 猴子抬起头 砰 一个硕大的拳头砸了下来 直接将猴子的身躯摁在泥土里 耳边传来陈诗仙的声音 你说什么 可恶 陈评评居然敢惹你 但我恢复实力以后 定然将他碎尸万段 猴子吐血 又昧着良心说了一句谎话 陈诗仙松开他 叹道 无极宗有如此强者镇守 本姑娘没有机会斩杀陈萍萍了 遗憾 实在是遗憾 是是是 太遗憾了 猴子惨妹 嗯 毕竟本姑娘才太玄境 罢了 就放他一次 带下回相遇 我必然斩杀他 陈诗仙昂着头颅 哼哼地说道 猴子不语 他不想挨打了 千里迢迢赶过来 心中担忧 但他毕竟是太古神体 自有属于自己的傲气 他绝对不会承认这种事情 他也绝对不向陈萍萍 妥协一丝一吼 如今看到了结局 他与无极宗安然无恙 陈诗仙绷紧的神经 也松懈了下来 他并未上前相认 而是选择默默观看 陈诗仙总觉得 这混蛋又变强了 旋即开口 走 回去寻找大成月神体 啊 这话说出来以后 猴子都猛了 大姐 你有没有搞错 我们千里迢迢赶过来 刚刚休息一会儿 你这就要走了 你有意见 陈诗仙邪逆 猴子妈了 的确有意见 但不敢说 横跨一个大区域 实在是太累了 关键是 他还不让休息 深海巨兽生娃的时候 都有空隙时间呢 讨伐大军渐渐退去 也意味着这场风波已经结束了 围观于此的修者们感叹唏嘘不已 刘长青脸色僵硬 阿兰面无表情 何一天喊道 陈兄 待会出来一下 我有话与你说啊 分身陈平平挥挥手 事宜自己知道了 旋即拖着李奇的躯体 往寂灭之都伸出走 诸葛无双 莫无为 红秀 也回到这里 吞去头顶上的棺果 一个个如释重负 总算熬过来了 上百名尊者之敬啊 若他们疯了一样出手 无极宗根本拦不住 不过还好 计划很成功 想到这里 三人齐齐望向陈平平 他摘下面具 又给李奇喂了一颗灵丹 片刻间 李奇清醒过来 颤声说道 师尊 说吧 陈平平语气平淡 怎么回事 嗯 李奇深吸一口气 冷静下来 这才开口说道 我当初拿着白纸上门 想让他们写个名字来着 结果 小师傅暗地里偷偷摸摸地 洗劫了人家的底蕴 大概意思就是 小师傅是主谋 毛球从犯 我只是一个无辜的路人 足足讲述了十分钟 言辞清晰 语句明朗 每一个停顿 都充满了对陈平平的愧疚 都是李奇内心的挣扎 他咬着牙说道 我劝过小师傅了 但他不听 所以 你最后也嫁入他了 陈平平挑眉 我也不想 我是被迫的 小师傅给了我很多灵丹 说着说着 他的声音变小了起来 因为到了最后 他也没有把持住 实在是太诱惑了 修行法 神兵 灵丹 灵药 还有许多宝物等等 数之不尽 土鸡倒也不小气 该给的 一样也不少 若非得知 无极宗遭遇大难 李奇可能还回不来 陈平平脸色很黑 小宇又是怎么回事 哦 李奇接着说道 我与小师傅分开的时候 原本是想去寻找 小宇师傅帮忙的 让他劝劝小师傅 结果 光小宇一听这事 整个人都兴奋起来了 还拉着他去寻找土鸡 小宇师傅身上 有很详细的名单 所以 小师傅和小宇师傅就 李奇支支吾 不敢说下去了 因为他看到了 陈平平的脸色 很难看 陈平平万万没有想到 平日里 性子乖巧 温柔可爱 挺挺玉力的小宇师妹 竟然跟着那只老母鸡 同流合污 还他喵带着李奇过去 陈平平理解了 大概的剧情 就是李奇去执行 自己给的任务 然后土鸡 联合毛球 暗中下黑手 洗劫了一个又一个小势力 李奇后来得知消息后 百般劝阻 结果土鸡根本不听 无奈之下 李奇才去寻找光小宇 想让他出手阻拦土鸡 不曾想 光小宇听闻此事后 兴奋了起来 直接押着李奇去寻找土鸡 后来 李奇也跟着沦陷了 没办法 实在是太诱惑了 陈平平沉着脸色 身子僵硬 一旁的诸葛无双忍不住说道 这场浩劫总算是过去了 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了吧 嗯嗯 莫无为点头 陈师兄无需紧张 小宇师妹与那只鸡 只是洗劫一些小势力而已 他在想 刚刚演了一场戏 出动三位圣境强者 暴露了吴吉宗的底蕴 这会儿 应该没有人敢来吴吉宗闹事了吧 然而 李奇似乎想起了什么 又到 小宇师叔和小师傅 准备对二流势力出手了 莫无为笑容一鸣 二流势力 怎么说 估计会有圣境强者 李奇开口 淡定 我们也有 诸葛无双深吸一口气 他们还制定了计划 一个月后入侵大势力 李奇接着说道 刷刷刷 几人奇奇妄想他 李奇颤声 不关我的事啊 我都回来了 那是小宇师叔和小师傅 小势力最强的战斗力 不过尊者之敬 凭借着他们刚才出演那场大戏 再加上寄灭之多的可怕 这些势力 纵然有怨言 估计也不会出现在这里了 可是二流势力不同 他们会有圣境强者 而大势力 不仅仅有圣境强者 还有超凡入圣的那种 更有准地兵镇守 诸多强大的底蕴等等 几人妈了 冷汗直流 该死的老母鸡 陈平平咬牙切齿 师尊 赶紧出手吧 要不然 小师傅和小宇师叔 真的会对大势力动手的 李奇窒息 扑通 一旁的红袖 直接晕了过去 陈平平沉着脸 紧盯着李奇问 你修行了隐秘术 啊 李奇回答 是的 陈平平又问 谁教的 小师傅 你还修行了其他道法 陈平平接着问 是的 谁教的 小宇师叔 他意识到不对劲 身子开始颤抖 果不其然 听到小宇师叔这四个字 陈平平整个人都不好了 身子摇摇欲坠 有一种恍惚 仿佛眼前的 世界变得不正常起来 好似身在梦境中 小宇教的 小宇教他了 这丫头可是一尊魔修 他教了什么 扑通 陈平平憋着一口气 也晕了过去 肉身开始分解 如若光雨消散 几人傻眼 古镇中 身身陈平平 吐了一口血 妈了呀 那只老母鸡 居然要对大势力出手 小宇居然教了 李奇修行法 教了什么 姜妮儿一脸担忧 陈师兄 你怎么了 我生气 陈平平黑着脸 他呕的一声 也没有过多询问 因为他不知道 如何安慰人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陈平平来回踱步 整个身子都在哆嗦 一旁的天女 与书生健壮 相视一眼 满脸的疑惑 系统提示 吞天兽成长提升到8% 奖励1000年修为 奖励 系统提示 宿主境界提升到 尊者二重天 哦 又开始了 陈平平冷静下来 仔细分析着 他始终不愿意相信 光小雨就是那样的人 不可能 他性子乖巧 温柔可爱 又听话懂事 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不堪之事 一定是有隐情 兴许是被那只老母鸡逼迫的 对 就是这样 倒是土鸡的目的 让陈平平有点捉摸不透了 喜结的底蕴 都被毛球吞噬了 他图什么 堂堂一只太古凤凰的后裔 最缺什么 莫非南离大地中 有太古凤凰的精血 他在寻找这种精血 可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了 系统那边一点反应都没有 土鸡的血脉浓度一如既往啊 不对劲 难道土鸡是真的为吴吉宗着想 想依靠这种手段 彻底扬起吴吉宗的大名 竖起这一感旗帜 不不不 不可能 他没有这么好心 陈平平猛地摇头 将刚才的想法丢掉 他们不会愚蠢到 真的去洗劫大事里吧 目前的吴吉宗 可惹不起那些家伙啊 得想个办法 就在陈平平思索间 长街上走来了两道身影 混淆在人群中并不瞩目 只是那女子手中牵着一头老黄牛 行人纷纷侧目 好奇地打量着 客栈中 陈平平总算是清醒过来了 感知到老黄牛的气息 他下意识地抬起头 一眼看到了人群中的老黄 与吉宰吉 梦 老黄牛停下步伐 冲着客栈叫了一声 紫吉摸着他的头颅 笑道 小牛牛 你怎么了 老黄牛 陈平平眯起视线 快速屏蔽掉 自己身上的气息波动 而后走到姜妮旁边 压着声音说道 看见我小师妹了吗 嗯 看见了 姜妮点头 你待会过去找她 让她把小语给我带回来 陈平平开口 好 她不方便出面 若是让人知晓 她便是吴吉宗的陈平平 日后在南离大地 恐怕寸步难行了 更不要提及 与天女一同前行 那个可怕的秘境 几分钟左右 带白一生与子机走过去后 姜妮这才踏出客栈 快步追了上去 咦 书生愕然 她去哪 道友 该你兑现承诺了 陈平平微微一笑 商量个事 书生挤着笑容 不行 这造化神棍可是 我说了不行 她是我的本命神兵 又不适合你 你要来有何用 书生黑着脸 不如这样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补偿你 甚至 你要不要考虑入我仙谷医院修行 有我担保与推荐 你现在就可以入门 好啊 要什么 你给我一件帝兵吧 陈平平怂怂肩 你大爷 书生破口大骂 本公子要是有帝兵 第一时间镇压你 陈平平无所谓的样子 所以 你没有 所以 请把你的本命神兵给我 你该不会是想耍赖吧 陈平平眯起视线 堂堂仙谷 遗愿的天才 居然耍赖 这 传出去可不好听 小师姐 人群中 姜妮喊了一声 正在赶路的子姬 下意识地停下步伐 回头看去 见到来人是姜妮 旋即露出欣喜 哥哥在哪 子姬问 她练气 非寻常之法 故此 一眼便识破了陈平平的分身 师兄没有出现在寂灭之都 而且隐去了面容 再看看局面的变化 子姬心中有了判断 自家师兄肯定就在附近 姜妮看了看白一声 子姬开口 没关系的 白师兄并不知道哥哥的身份 白一声 他的确不知道 仅有一面之缘 还是在汤古时 见到了陈平平出手 可是 子姬这般直接道说 也未免太让人无语了吧 姜妮哦的一声 说道 你哥哥让你出手 出手干嘛 子姬皱眉 拦下你师姐 这是 子姬也是这几天才得到消息 他并不意外 因为他很了解这位师姐的性格 倒是陈平平这个命令 让他有些意外了 拦下师姐 莫非师姐横行难离大地 打家劫舍 不是师兄的意思 子姬抖了抖金银的睫毛 秦生说道 我想哥哥了 我能见到他吗 姜妮儿吐出一口气 情况有点复杂 如果你想见的话 估计他也不会拒绝的 一旁的白一声 听着两个小丫头的聊天 总觉得这些话很深奥 隐晦 难懂 可是 他们明明这般年幼啊 不过白一声确定了一点 子姬的哥哥也入了九天 一想到那个破开封魔演绎 闯入其中 并且毁掉整个道挂古城 还震慑了金屋一族的家伙 白一声便很不自在 而且 不知为何 他竟然有一种吃醋的感觉 光小雨与子姬 已经是他仙谷武院的人了 却被他们那个所谓的哥哥 呼之则来挥之则去 搞不好 有一天还会被哥哥拐跑啊 想见便见呗 白一声微微一笑 尽量表现得很大度的样子 子姬不语 只是静静地看着姜妮 姜妮犹豫了一下 还是点头了 客栈中 陈平平哈哈大笑 紧握着造化神棍 端向了一会儿 便想将其收起来 结果 这造化神棍有问题 神石竟然无法收起来 他微微一愣 天女开口 造化神棍取之造化神藤之干 打造而成 内涵造化与功德两大修行 故此无法将其纳入丹田 又或者石海中 这是什么修行 陈平平诧异 怎么感觉 这个世界还有佛法 是不是还有因果 如果有 这造化神棍 他万万不能要了 天女摇头 从古至今 不曾有人修出此法 不过 早年间 有人差一点成功 是谁 陈平平问 一位可怕的天才 天女回答 那 这造化神棍 又是如何 落入她手中的 陈平平指了指一旁的书生 命 命 陈平平皱眉 若有所思的样子 天女顿了顿 接着说道 书生诞生时 是在一个书方 那时天色很黑 可书生诞生之时 突然天空出现 一株青色的藤腕 垂落下 丝丝缕缕的大道阴晕 紧接着 一节枝干坠入大地 落在她的身旁 从此 书生便与这节枝干 相依为命 后来入了修行 从中悟出道法 再后来 她将枝干炼化 成为本命神兵 有人说 这是命 和解 陈平平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天女够了 你与她说什么 书生脸色铁青 无比的懊恼 一时之快 竟让她输掉了 造化神棍 她喵的 她想死 但在临死前 先干掉陈平平 这混蛋实在是可恶 天女微微一笑 这是你的命 你逃不掉 即便你现在输掉了 你的造化神棍 你依旧逃不脱 终究有一天 她还会回到你的手里 陈平平脸色一黑 你这话说的 我就是一个坏人呗 天女看着她 笑着 也许有一天 我们脚下如鳞的草剑 长出一颗颗鲜红色的果实时 我们所见到的平凡 都将远去 很深奥的一句话 却也让陈平平 更加好奇 造化神棍与书生之间的关联了 命 什么样的命 为何天女说 书生逃不脱这种命运 她眯起视线 再一次端向起造化神棍 想运转轮回看看 却又怕暴露了修行 无奈之下 只能忍着 这时 江妮带着子姬 与白一生来到这里 让白一生意外的是 陈平平居然和书生天女待在一起 她一愣 这个家伙 到底什么来头 连天女与书生这样的人 都与她同行 天女 书生 自然也注意到白一生 三方阵营不同 可谓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 子姬看见陈平平 鼻子一酸 喊道 哥哥 咦 天女 书生诧异 这个家伙 还有个妹妹 陈平平微微一笑 长大了 事实上 子姬并没有长 尽管这么多年过去 她的身材 样貌 都停留在十一二岁的时候 除了性子变了 更加的懂事 这一生哥哥 证明了一切 陈平平很欣慰 看来仙谷的伙食不错 是的 子姬来到她跟前 姐姐说 哥哥要干一件大事 所以 子姬一直在努力修行 这一次 子姬绝不拖哥哥的后退 前一次是 带上我吧 我已经很强大了 可身后的白医生 却是一愣一愣的 努力修行 要不是 她天天看着 她都信了 光小雨 与子姬入门后 从未修行 也不去听讲 更不与人交流 白医生吐血了 那一日 她找上光小雨 与她认真交流心声 希望她能好好修行 为五愿解解忧什么的 结果光小雨来了一句 我们一直在努力修行啊 诶 尽管如此 白医生还是不愿意放弃他们 百般容忍的同时 也在认真为他们开导 甚至让出了自己的修行资源给良女 嗯 把医生眯起视线 突然觉得 子姬的哥哥来到这里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若陈平平知晓良女的修行状态 想必会生气吧 然后怒斥他们 要好好修行 如此一来 自己也就省了一大堆功夫 结果 在她遐想间 陈平平黑着脸说道 用不着那么努力 你平凡一点 哥哥也不会怪你的 有句话说得很好 长胸如腹 陈平平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温宇清永远在忙碌 无暇顾及他们 所以 她这个大师兄 便包揽了清风上的所有事物 教导光小雨做人 教导子姬生存下去 主要是 她也没办法教导良女修行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陈平平对待光小雨和子姬的修行 是不一样的 光小雨是魔修 她的要求是 不要暴露 不要暴露 千万不要暴露 子姬是冥界公主 她的要求是 不要修行 不要修行 相对于光小雨这位魔修的复杂性 子姬的身份 似乎更为激烈 她在冥界中并不待见 相反 还有一些大人物 嚷嚷着要杀她 故此陈平平判断 子姬越强 招来祸端的可能性越大 至于以前给的那些修行资源 反正她也用不上 这位哥哥道友 你这话就不对了 白医生忍不住反驳 哪有哥哥不希望自己妹妹变强的 她满脸忧悦 呃 陈平平笑着 这件事情很复杂 白医生 我不信 能有多复杂 小雨懒惰 子姬也是这般 你这个作为哥哥的不说话也就罢了 竟然夸夸其谈 让她不用修行 难道你想让她们一辈子碌碌无为 只做一个小修者 白医生责备 看得出 她是真心为良女 陈平平笑道 是是是 我错了 我回头便叮嘱她们 一定要好好修行 为仙谷五愿争光 白医生叹道 虽然眼下的局面不如人意 但是 我还是希望 她们能够好好修行 不谈为五愿争光 至少为了自己 陈平平点头 是的 哦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白医生 她开口 行 我记得了 陈平平说道 我两位妹妹就拜托白胸了 唉 这话说的 白医生的脸色有点挂不住了 毕竟她曾亲眼目睹过陈平平出手的画面 那般的非凡 若陈平平要教导良女的话 估计比待在仙谷五愿还要有效果吧 也曾目睹子稷追着远古凶兽跑 只是 她的境界为何如此不堪 若隐若现 好似一个普通人 白匈 陈平平又道 啊 什么事 我想让子稷去找人 没问题吧 陈平平笑道 找什么人 小雨 她怎么了 白医生一脸疑惑 原来还不知道 陈平平开口 发生了点事情 白医生摇头 恐怕不行 子稷境界低 战斗力不行 独自前行会出事的 对了 小雨怎么了 我可以去找 她很认真 可她若是知晓 光小雨跟着土鸡 肆意洗劫难离大地 恐怕会吐吧 她将良女从天舞带回来 寄予厚望 结果 这丫头居然跑去当强盗 让她去吧 陈平平摇头 你为何不能去 白医生问 我不方便 我与子稷一同前往 哎 听到这里 陈平平也无语了 子稷什么境界 什么战斗力 她不太清楚 好些年不曾见她出手了 不过她很清楚 老黄牛的能耐 有她在 子稷安然 而且 她是吴吉宗弟子的身份 还不能暴露 若让白医生知晓 光小雨与土鸡的关系 岂不是能联想到 她与吴吉宗的关联了 最终她还是硬了下来 不想与白医生 过多的纠缠这个问题 速战速决 即便她知晓自己的身份来历 估计也会顾及 小雨和子稷 将这一道秘密吞下肚子 又或者暴露出来 无所谓 那时的她 或许已经和天女踏入秘境 陈萍萍笑道 你去吧 把你师姐带回来 可是 子稷郁闷 师姐不肯跟我回来怎么办 那就打断她的腿 打不过怎么办 子稷吐血 怎么会呢 陈萍萍瞟了老黄一眼 后者心领神会 不过 老黄也只是听听而已 子稷了然 又到 左边 还是右边 陈萍萍说着 随便 顿了顿 她又到 给那个家伙带一句话 立刻停手 那个家伙是 土鸡 只是几人都在场 她不方便点名倒行 子稷心中有数即可 点点头 牵着老黄牛离去 身后的白衣生 无语 心想 哪有这样的哥哥 假的吧 带两人离去以后 天女这才开口 资质不错 物性很高 可惜了 什么可惜 陈萍萍嫌疑 我妹妹 不 白衣生 道 她的命不好 谁的命好 这个家伙 她指了指书生 后者吐血 能说点人话吗 刚才还说 我的命不好 天女了不起啊 一天天的这个命不行 那个命不好 某某某的命 又发生了变化 陈萍萍也来兴趣了 天女是不是意味着 能洞悉人间事物 万物轮回 她摇头 不能 我只能看到浅薄的生命线 我的命如何 陈萍萍问 太深 看不到 她的命呢 陈萍指了指姜妮 也深 真有神棍的钳制 陈萍萍心中赋匪 不再多言 讨伐大军这场浩劫平息到现在 已经过去两个时辰 大军离去 诸多修者也一一散去 围观的路人当中 恐怕只有书生心情不好 因为他刚刚输掉了自己的本命神兵 这让他很懊恼 一旁的天女也没有离去的意思 只是时不时与陈萍萍讲述命数 又时不时妄想陈萍萍 眼眸深邃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许久 一脸沉闷的书生 突然起身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说着 他瞟了陈萍萍一眼 好好保管我的神兵 迟早有一天 我会亲手拿回来的 你拿不回 陈萍萍赌定 那就赌回来 我不赌 你 你这人 怎么这样 书生怒瞪着他 陈萍萍翻白眼 反正你拿不回来 书生脸色僵硬 不再多言 愤愤离去 天女忍不住露出笑容 这都是命 打住 陈萍萍也白了他一眼 说道 好了 现在没有外人 我们来聊聊扶桑树枝的问题 呵呵 天女似而非笑地看着他 这一刻 好似洞穿了陈萍萍的隐藏与心思 笑着 你真想入秘境 当然 他点头 我们可是 手握天道神兵的原材料 不能浪费啊 没有人能横跨境界 打造出天道神兵 即便是那些传说中 天赋惊人的大成炼气师 也不行 天女看着他 你如此着急地 想要溶解扶桑树枝 恐怕有意图吧 大姐 我是真的想打造天道神兵 陈萍萍说道 你什么境界 不重要 当年我仙谷 仙祖遇长风 几次尝试 皆以失败告终 那时的他 已然准地境 天女眯起视线 你觉得 你能成功 能啊 陈萍萍洒脱地笑着 这个回答 这个笑容 让天女无言以对 他承认 陈萍萍有几分实力 远远还没有达到那种程度 想要锻造天道神兵 无疑是痴人说梦话而已 根本不可能 如果说 他没有阴谋 没有意图的话 天女是不幸的 那么 又有什么关系呢 天女想起之前的相遇 在想想讨伐大军 与无疾宗对峙的局面 他嘴角上的笑容 更为浓烈了 三个月后 你来仙谷找我 天女留下这么一句话 扬长离去 她很聪明 你应该是暴露了 姜妮说道 啊 陈萍萍摸着鼻梁 三个月的时间 可以好好准备 顺便处理一下 那只老母鸡的问题 姜妮点头 她身上有天书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世间到底有多少页天书 无人知晓 但所有人都知道 每一页天书都是分开的 从未融合过 如果融合了 会出现什么 无所谓 陈萍萍萍笑着 她打不过我 这倒也是 江点了然 她又道 我要不要推算一下秘境之行 好吧 我听你的 她垂着眼帘 不再多言 主要是她太好奇 天女了 能洞悉生命线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与她这一位天象之体一样吗 她洞悉生命线的时候 是否会出现反噬 陈萍萍端起桌面上的茶水 一饮而尽 玄机骂道 这一次 这只老母鸡可害死我了 虽然她最终的目的 也是扬起无极宗之名 可是 土鸡所使用的手段 未免太激烈了 一下子得罪了七八十个势力 有惊无险的化解 可她依旧难以平静 九天难离 并非天舞啊 这里的圣境强者 数不胜数 万一他们好奇了呢 估计 现在有很多大势力 盯上无极宗了 陈萍萍平静下来 你要怎么做 如果他们不出手的话 无极宗能够在 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成长 我有这个自信 陈萍萍开口 如果他们出手的话 我只能硬来了 还好刘长青不在这里 她要是听到这句话 估计会第一时间 逃回天舞大陆 片刻过后 陈萍萍带着姜妮离开客栈 探出神石 找到了何一天所在的位置 两人大步走去 远远的 何一天看见她 旋即露出欣喜 陈大哥 你找我有什么事 陈萍萍问 你太厉害了 上哪找到的三位 噓 哦 我的错 嘿嘿 何一天眨着眼 陈大哥 我有话跟你说 你说 呼呼 何一天吐了一口气 开始向陈萍萍讲述起自己 回到家族以后的事情 包括她想要照安陈萍萍 把她引入何家 结果遭来一大群人的反对 何一天吐血 你怎么能修复飞船 如此完美无瑕 连一点痕迹都没有 还有你布置的攻击阵法呢 何一天郁闷 你好歹 也留下一点东西啊 要不然 我都没办法证明了 哎 他们根本不相信我 陈萍萍翻白眼 怪我 不敢 不敢 何一天挤着笑容 你跟我回去吧 只要你把飞船上的攻击阵法弄出来 我何家高层肯定会相信你 到时候 你便是第二个何一天了 不去 为什么啊 何一天纳闷 你待在无极宗是没有前途的 你看看现在的局面 虽然你成功地化解了一次危机 可是 无极宗也引起了很多大势力的注意 时间长了 他们肯定会出手 以无极宗目前的实力 拿什么去挡 入何家 似乎成为了陈萍萍最好的选择 毕竟是一方大势力 再加上陈萍萍的炼气 他必然会成为何家的翘楚 成为长者们心中 最为惊艳的年轻天才 到了那个时候 陈萍萍想要什么 岂不是张手就来 何一天不止一次憧憬了 他也觉得 陈萍萍会答应才对 无极宗与何家之间 他会做出最明智的选择 结果 陈萍萍根本没有思考 张口来了一句 不去 我无极宗 是要成为超级大势力的 陈萍萍自信地说着 就在这时 一群何家强者追赶至此 陈萍萍接着说道 你何家太小 容不下我 呵呵 那群何家强者 恰逢听到这句话 一个个脸色沉了下来 当中何亲眼走出 冷笑道 好大的自信 咦 何一天回头 你们怎么来了 太好了 这位就是我 他想介绍陈萍萍 然后让他运转飞船 结果 话还未说完 便被一位家族直视打断 他面容刚毅 不苟一笑 不怒自威 语气冰冷 何一天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违抗家主的命令 甚至不惜 为了逃出家族 而斩杀族人 来人 把他给我带回去 啊 何一天猛了 什么斩杀族人 几名家族强者冲过来 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 便将其镇压下去 中年男子冷冷地看着陈萍萍 想入我合家 你没有资格 陈萍萍不语 放开我 嗯 嗯嗯 何一天被噤声了 怒目原瞪 眼看着陈萍萍就在这里 他马上就能证明了 可是 斩杀族人又是怎么回事 他根本没有杀人 为何不让他说话 何一天气愤 眼珠子几乎要瞪出来 紧盯着陈萍萍 希望他能够出手 可陈萍萍不为所动 他不想入合家 也不想证明什么 带走 中年只是一声令下 家族强者压着何一天离去 他神情冷冷地看着陈萍萍 离我家公子远点 否则 后果自负 嘿嘿 何清言是最后一个离去的 他对于何一天 极力推崇的人很感兴趣 否则也不会跟着家族强者过来 几步走上前 认真端向起陈萍萍 气质萍萍 普通 丹田 神识 意识如此 如此普通的一个人 是练习天才吗 何清言吃笑 我堂弟心地善良 很容易相信一个人 可我何家之人不傻 陈萍萍依旧不语 何清言又道 不过 说起来还得感谢你啊 若非你的帮助 我又怎么能走到这一步呢 利用何一天 想要逃离家族的念头 设下此局 毁掉何一天的生育 到了那个时候 即便他再如何添财 家族高层 恐怕也会不再相信他了吧 至于杀人一事 只要他一口咬定 是何一天干的 即便他那位姐姐回来了 又能如何 没有证据 没有证人 更遑论 何一天还有动机 想到这里 何清言哈哈大笑 我不杀你 我要让你知道 想要通过欺骗我和家人 来达到进入何家的目的 是有多么的愚蠢 陈萍萍 江妮 何清言带着肆意的笑声 渐行渐远 身后的两人感叹 这贵族真是可怕 江妮 可不是吗 都疯了 他怎么看出 我想入何家的 陈萍萍翻白眼 因为 何家是大势力 入仙谷不好吗 陈萍萍回头看了一眼 语气悠悠地说道 我刚刚认识两位仙谷的年轻天才呢 可是 其中一位 并不想认识你 江妮想了想 很认真地说着 天舞大陆 无极踪 陈萍萍 三位圣境强者 曾诞生过地境 从讨伐大军退去以后 这一道道消息 如同波兰席卷着整个南离大地 诸多蠢蠢欲动的势力 也在这一刻沉默 不少年轻天才得知消息后 却是露出了兴趣 也不知道这个宗门的年轻一代 实力如何 不是有个叫李奇的家伙吗 提及此人 众人无不嘴角抽搐 如果这个家伙 也算是无极踪的年轻一代 那么 这个宗门 估计也就废了吧 太玄境 脑子还不好使 拿着一张白纸 到处找人写明 咦 有人发现了端倪 不对啊 太玄境 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 洗劫了七八十个势力 这是太玄境能干得出来的 仙谷 书生看着天女 有些恼火 你该不会是答应那个家伙了吧 天女点头 是 她就是一个骗子 她怎么能与我们为伍 书生不愤 我迟早会揭露她的真实面目的 可是 我们没办法进入秘境 天女开口 她也不行 如果可以呢 怎么可能 我是说 如果 天女眯起视线 笑意盈盈地看着书生 后者一愣 突然意识到什么 如果 为什么 秘境中存在着诸多可怕的力量 除非是无极宗 等等 如果 书生幡然醒悟 惊呼道 你的意思是说 她就是无极宗陈平平 天女怂怂间 不曾回应 其实从一开始 她就怀疑陈平平了 同样来自天舞 同样拥有强大的实力 同样保持着一定的神秘 她若不是无极宗陈平平 谁是 让天女真正确定下来时 是在寂寐之都 那道戴着面具的家伙 走出来的那一刻 尽管她极力地隐藏自己身上的气息波动 但天女非寻常修者 陈平平 书生脸色铁青 直接暴走 我要杀了你 她裂开了 一开始 她就觉得陈平平有问题 只是后来发生了许多事情 让她产生了不确定 到最后 寂灭之都也走出一个陈平平 书生当场崩溃 因为她知道 自己要输掉本命神兵了 不曾想 这就是陈平平的一个布局 该死 书生怒道 你为何不提醒我 没有证据 天女轻语 的确 她所有的想法 都只是一种猜测 包括现在 她也没有证据 书生铁青着脸色 又要转身 天女又道 你没有必要 现在就杀入寂灭之都 你也进不去 但是你可以在武院等 陈平平的妹妹 似乎就是武院弟子 书生深吸一口气 冷静了不少 我看起来像是这般愚蠢之人吗 天女看着她 好一会儿过后才开口 像 你太过分了 书生瞪了她 我会找到证据的 是的 她是书生 这个名字 可不是凭空而来 她代表着智慧 沉稳 以及各方面的成熟稳重等等 陈平平用这般下三滥的手段 迎走了她的本命神兵 她自然要扳回这一局 离开天女住处后 书生便开始收集有关于子稷的信息 数个时辰下来 得出一个结论 懒惰 哦 对了 子稷还有个姐姐 叫光小雨 两女应该是白一生 从天舞大陆带回来的 只是入门许久 两女太过懒惰 不修行 不误道 不听讲 甚至少与人交流 至于她们的实力如何 旁人猜测 顶多王道之境 书生听的下方之人的回报 也是一愣一愣的 白一生是贪图她们的美色吗 没有修行天赋 还不努力 就这 说白一生 不是涂光小雨的美色 都没有人相信 下方的年轻男子忍不住开口 师兄 我们医院很多师妹 都比光小雨好看 至于子稷 尚且年幼 白一生不太可能涂她的美色 那是为何 书生皱眉 我也不知道了 年轻男子吐出一口气 又道 不过 有一幕很诡异 与两女一同入门的 还有一头老黄牛 一只小黑狗 书生想起来了 陈萍萍曾经说过一句话 无极宗陈萍萍 豢养了许多小动物 她若是出行 必然有小动物相伴才对 那是她在自证 好你个陈萍萍 想到这里 书生黑着脸 新生大赛 是不是还有一个月 是的 男子回答 我医院新生一代的实力如何 书生问 很强 这一次 我们有五位绝顶天才 其中有一位可怕的体质 已经突破黄道之境 男子兴奋地说道 新生大赛的第一名 必然是我们医院 那五院的实力呢 师兄 他们完了 男子微微一笑 为何 小道消息 医院 二院 三院 四院 将会在新生大赛 对五院出手 提及于此 男子神情肃穆 又扫了一眼四周 确定无人后 他凑上钱 这是高层的决定 原本他一个年轻弟子 是不可能接触到这些的 但他为人圆滑 善于交际 在医院中混得风生水起 连医院高层都很赏识他 若有什么消息 也会让他去处理 这才得知这一道秘心 连承郁低声说道 剑圣大人化魔 此为背叛 仙谷是不可能让他掌权的 否则 他认仙谷便是下一个西荒 故此 上面的意思是 除掉剑圣大人 书生亥然 除掉剑圣大人 这种消息 未免太疯狂了吧 他知晓门中高层 对剑圣大人的不满 不希望他继续化魔 可剑圣大人执念太深 一意孤行 故此 各大院中的矛盾 也因此而浮现 一院 二院 三院 四院 开始孤立五院 书生看在眼里 觉得这样不好 毕竟是同门 可因为他的立场问题 他不能过于表达自己 平日里 若是遇到了 有人欺凌五院 顶多是打打圆场 他万万没有想到 仙谷高层之间的战火 已经蔓延到这种程度 剑圣大人 可是谷主清定的下一任谷主啊 也是仙谷中 实力最为强大的一位圣境强者 最有可能正道的那一位 书生窒息 又问 他们要除掉剑圣大人 与五院弟子有何关系 破道心 连成欲开口 这一代五院无人 而事实上 他们已经很多年 没有招收好的苗子了 高层的意思是 利用同代打压五院 逼迫白一生出手 然后呢 杀 仅此一个字 透露着可怕的含义 他们需要一个借口 一个理由 而新生大赛 便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全面瓦解 与其粉碎五院 甚至是斩杀白一生 要知道他可是剑圣大人 做下唯一的弟子 他的存在 于剑圣而言 太过重要了 若白一生陨落 必然能破开 剑圣大人的道心 届时 仙谷高层连妹出手 镇压剑圣 斩杀剑圣 水盗渠成 哎 连成欲突然一声轻叹 剑圣大人不该化魔啊 顿了顿 他又道 师兄 我与你道说这些 是因为师弟相信你 你可不要外出胡说 书生点头 我知道 哦 对了 听师兄刚才的意思是 师兄想对光小雨 和子稷出手 连成欲问 对 赶在新生大赛前 不知师弟可有什么办法 他是医院的书生 他有立场 故此 即便知晓这等秘星 也要将其烂在肚子里 但造化神棍 一定要拿回来 子稷牵着老黄牛 踏入南离大地 白一生相伴 不时看看天边的景色 又看看眼前的小丫头 心底莫爱 摊上这么一个哥哥 你也是倒霉啊 前行数日 他跟随着光小雨 土鸡洗劫的宗门 一路追随下去 一旁的白一生 看出了端倪 子鸡 啊 师兄 怎么了 子鸡回头 他逐渐了解到真相 那只鸡 老黄牛 小黑狗 也曾追随过陈萍萍 而关于这段时间 闹得沸沸扬扬 无极踪洗劫 七八十个势力的事情 凶手似乎就是一只鸡 还有一个无极踪的年轻弟子 如此说来 陈萍萍就是无极踪的 那个陈萍萍 光小雨与子鸡 便是他的师妹 也是无极踪弟子 白一生脸色一僵 你们是无极踪 子鸡歪着脑袋 回答我 白一生看着他 是的 为什么要骗我 白一生几步踉跄 你们明明有踪门 陈萍萍并非是哥哥 而是师兄 如今入了九天大地 入寂灭之 都立下踪门 该死 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若仙谷高层知晓这件事情 将会给五院 带来灾难性的毁灭啊 为什么 白一生脸色难看 摇晃着脑袋 子鸡静静地看着他 为什么要骗我 白一生气愤 师姐说 他来仙谷 是为了见一个人 子鸡认真开口 所以 你们并非是懒惰 也不是不想修行 而不是不愿触及五院的道法对吗 白一生脸色僵硬 不 他摇 就算是师兄给我们道法 我们也没办法修行 这件事情 解释起来很复杂 子鸡说道 不过 我们真的没有恶意 隐瞒身份来历 入仙谷五院 这叫没有恶意 如果仙谷高层知晓 他该如何是好 白一生难以接受 依旧在倒退 与子鸡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他在沉默 思考剧烈的碰撞 挣扎 如果可以 他并不想放弃梁女 毕竟他们的天赋真的很好 可梁女的身份来历 却让他难以释怀 梁九 白一生似乎有了决定 深吸一口气 说道 你走吧 子鸡不语 神情很平静 我让你走 白一生加大语气 离开五院 离开仙谷 又或者回到你师兄的身边 不要回来了 不行 子鸡开口 为什么 师姐不让 白一生吐血 他好不容易做出这样的决定 要知道 就在刚才 那短短的几分钟时间 他也不知道挣扎了多少次 放他们离去 其实也是在救他们 结果这丫头来了一句 师姐不让 你用不着听你师姐的 你可以做主 白一生说道 我不敢 最终 白一生选择了放弃 也不知道为什么 很奇怪的感觉 他明明无法释怀梁女的身份来历 知晓留下他们 对于他们本身 与吉武院本身 都不是一件好事 可是 看到子鸡那张平静的脸颊 白一生突然觉得 很欣慰 武院遭逢大劫 还不愿离去 哎 这样的人不多了 白一生无奈 你师姐想见谁 子鸡摇头 我不知道 见到了 就会走 也不知道 那你为何要来 白一生恼火 你师姐想见一个人 故此入我仙谷武院 可你没有理由 师姐之前说 想给师兄一个惊喜 拉着我入仙谷 后来又说 找个人不孤单 哦 白一生总算看出来了 这丫头 是被自家师姐坑过来的 罢了 罢了 她不愿离去 那就留下吧 五月 也非必死局 只是一想到陈平平 白一生咬牙切齿 如果没有这个家伙 即便梁女的身份暴露了 仙谷高层 估计也不会说什么 可陈平平在寂灭之都 立下无极踪 还得罪了这么多势力 她简直就是在自杀 脑子进水 有病 有大病 这样会牵扯到梁女的 你师兄可真厉害 白一生语气不音不扬地说着 是的 子季无视那种语气 两人渐行渐远 四日 在一条前往古镇的小道上 被几名医院的年轻弟子拦了下来 连承玉为首 从中走出 轻笑道 白师兄 我家师兄有请 嗯 白一生露出警惕 书生 是 连承玉点头 他在哪 古镇 连承玉让出一条路 示意两人前行 白一生看了看一旁的子鸡 说道 我去就行了 你回到我们昨天的那个地方等我 他预感不妙 自己的身份太敏感了 在外面遭遇同门 远比遭遇强敌还要可怕 可是 来人是书生 他若是要出手 自己逃不掉 但子鸡可以 子鸡没有说话 一旁的老黄牛也很安静 连承玉看了他一眼 下意识地仰起嘴角 白一生大步前行 可怜承玉却没有跟上 几名年轻弟子 迅速将子鸡围了起来 古镇上 房屋并不多 人口也只有几百而已 来往的商谷更少 这里建筑古老 地面由灰褐色的石块堆砌起来的 并不平坦 坑坑洼洼 一眼看去 给人一种古朴的感觉 一条街道 直通尽头 右侧边上有一家面馆 客人寥寥 一袭白衣的书生 便端坐于此 他面带笑容 朝着白一生挥手 白一生顿了顿 这才走过去 喊道 师兄 他与书生并非同代 喊书生一声师兄 也是情有可原 只是这一生 很淡 因为彼此的立场不同 书生听出来了 轻笑道 你不用紧张 白一生开口 请问师兄 找一生 可有事情 没有 他摇头 那 我说了 你不用紧张 书生微微一笑 坐 我请你吃面 不了 我还有事情 白一生拒绝 坐 书生再次说道 这一次 语气沉了几分 白一生心头震动 看了看一旁简落的凳子 旋即端坐下来 书生轻笑 白师弟觉得紫鸡如何 他很好 说着 白一生下意识地望向门外 眼帘深处流露出担忧 他意识到一个问题 书生的目的并非是自己 而是紫鸡 他要对紫鸡出手 该死 白一生脸色一沉 袖子下的双手 缓缓握紧 想冲出去救人 却不敢 因为书生在这里 他很强 书生笑着 这丫头的确不错 长相清秀 目光有神 不过 我得到消息 她的身份来历 恐怕不简单啊 哦 师兄想多了 紫鸡只是我捡回来的一个小女孩而已 白一生努力地压制着情绪 尽有可能地保持着平静 那么 光小雨也是捡来的 是 白师弟外出一趟 收获挺大的呀 连续捡了两个没有人要的女子 书生打趣 不过 白师弟此善举 未免有点不妥呀 为何 我先古怎么说 也是一方超级大势力 是南立大地上的强大存在 更是抵御妖族的智强力量 对于这片大地 有着很大的抑郁作用 对于人族更是如此 白师弟应该记得 早年间发生在这片大地上的动乱吧 白一生不语 可心头却沉到了谷底 终究还是暴露了 天舞无极宗与外来势力 没有任何区别 故此来自无极宗的两女 混入仙谷 奇心可测 白师弟 你尚且年幼 精力手 不知人心险恶 也是很正常的 书生说道 光小雨与子稷的身份来历 很不同寻常 你可能被他们骗了 所以 把他们交给我吧 师兄 白一生抬起头 你想包庇他们 不敢 很好 那么 你现在可以走了 书生笑着 就在这时 子稷牵着老黄牛来到面馆门外 水灵灵的大眼睛散发着光芒 哈喇子直溜地说道 哇 好久没有吃面了 我要好多碗 咦 书生皱眉 刚才子稷走过来的时候 他竟然毫无察觉 要知道 他可是一位尊者之敬啊 不对劲 他们人呢 书生问 与连成玉商讨的计划中 可不是这样的 他负责搞定白一生 连成玉等人负责拦截子稷 而后将其带走 可如今 只有子稷走过来 身后无连成玉等人的身影 子稷牵着老黄牛 满世界地寻找光小雨与土鸡 可他并不知道 就在几日前 他这位师姐 洗劫了一个二流势力 成功地惹怒了该势力 宗主下达了追杀命令 三位尊者出手 一位半胜强者 还有两件强大的圣兵 逃亡的第三天 光小雨却一点害怕的意思都没有 反之 他愈发的兴奋了 同行的土鸡 已经幡然醒悟 意识到 他们可能闯了大祸 可是见到光小雨那张兴奋的表情 土鸡满脸飞线 小丫头 我觉得 我们应该回去了 肩膀上的毛球 已经陷入沉眠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兴许 是吞噬太多东西了 他需要时间去消化 你说 若有圣境强者出手 会不会引起别的圣境注意 光小雨眨着眼 别 土鸡吐血 我们收手吧 我的意思是 这件事太小 不如 我们玩大的 光小雨目露金光 你师兄会杀了我的 土鸡脸色苍白 放心 我会帮你求情的 不 你也逃不掉 土鸡真的慌了 关于78个势力的讨伐大军 还有吴吉宗走出来的三位圣境强者 这些消息刚刚传入他们的耳中 一人一鸡很吃惊 特别是土鸡 风波结束了好几天 他以为陈萍萍会勃然大怒 然后满世界地寻找他们 可陈萍萍很平静 这让他预感不妙 太古凤凰后裔的直觉告诉他 越是平静 越有可能会大事 哎 光小雨邪逆望向他 你可真是一只胆小如鼠的鸡 我他喵 土鸡骂道 老娘是太古凤凰 那也是鸡 滚 不完了 不完了 光小雨怂怂间 看着不远处的古镇 嗯 我家小师妹来接我了 古镇 面馆 子鸡歪着脑袋说 他们走了 走了 书生满脸疑惑 见到子鸡入了面馆 旋即微微一笑 我请客 好的 谢谢 子鸡笑着 他点了三碗 看得出 他很喜欢吃面 一旁的白医生 正在思考如何破局 许久 书生轻笑 倘若你在这里 你师兄是否会来 原先的计划 并非是这里作为战场 不过子鸡已经来了 那便将即就即 而且 他很自信 尊者之境 足以碾压九成的同代修者 比如 白医生 陈平平这样的 哎呀 子鸡放下筷子 眼珠子转动 什么师兄 你无需隐瞒 我已经知晓你的身份来历 你是无极宗弟子 来自天舞 你的师兄叫陈平平 书生开口 还记得此前在寂灭之都外吗 哦 他想起来了 当时 他要求江尼尔带他去见师兄 在客栈中还有两个人 一男一女 其中的男子 便是眼前的书生 如此说来 他是师兄的朋友 仔细笑着 不会 呃 书生好奇 为什么不会 他回答 我又没有遇到什么 你的意思是 只要你遇到强敌杀戮 你师兄得到消息后 便会赶过来对吗 书生眯起视线 不 这一次 又是为什么 难道你师兄 不管你死活 书生有点崩溃 心想 陈平平这个混蛋 也太狗了吧 他想起陈平平 在客栈中的叮嘱 居然派遣自己的小师妹 外出执行任务 而他自己却躲了起来 哼 还真是贪生怕死 仔细摇头 怎么会呢 我师兄一直很关心我的 书生不解 既然如此 你遭遇大劫 被强敌追杀 你师兄应该会出现吧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书生在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并不清楚陈平平的能耐 也不知道老黄牛 有什么鬼作用 而子机则是考虑到 老黄牛的存在 他在想 到底是什么样的杀戮 才能逼退老黄牛 引出师兄呢 嗯 好像也不对 老黄应该比师兄 还要强大一些 子机思索片刻 心中似乎有了答案 便道 不会 裂开 这丫头 为何如此耿直 会不会聊天 一边说师兄很关心她 可一边却说 自己遭劫杀戮 师兄不会出手 什么逻辑 你压的 与陈平平到底是不是师兄妹 书生崩溃 最后问你一句 倘若有强敌要杀你 你那个关心呵护你的师兄 是否会出现 不会啊 他歪着脑袋 神情认真 我要杀你呢 书生咬牙切齿 那就更加不会了 什么意思 为什么更加不会 书生沉着脸 不想与她说话了 一旁听着两人交流的白衣声 却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因为书生所遭遇的 他也曾经历过 子机这丫头什么都好 就是不会说话 书生扒拉着已经咽下去的面条 一口一口地吃了起来 心里默念 我要杀你 你师兄未必会出现 那么 我医院的长者出手吗 这是她原先制定的计划 既然如此 那就按照计划行事吧 不过 最好加上光小雨 两女若在手 那陈萍萍必然会出现 呵呵 敢拿本公子的神兵 心中有了决定 书生也冷静下来了 停下手中的筷子 思考着 如何将光小雨 也一同拿下时 不曾想 门外传来了光小雨的声音 啊 白师兄 小师妹 你们还真的在这里啊 她满脸欣喜地踏入面馆 书生见此一幕 顿时露出笑容 心道 天助我也 一旁的白一声 脸色大变 土鸡并没有跟过来 她打算回去了 要干一件大事 如果这件大事处理好 应该能稳住陈萍萍 临行前 她叮嘱了几句 有那头牛在 你们的安危也有着落了 既然如此 我走了呀 光小雨挥挥手 与她告别 这才入骨阵 咦 她察觉到面馆里的气氛 不对劲 有点沉闷 白一声的脸色很沉 目光深邃 且看着那个身穿白衣的家伙时 神情中带着冷意 至于子姬 这小丫头 就没有任何意识 子姬欣喜 尸减 光小雨点头 这才妄想书生 这位是 哦 她是哥哥的朋友 也是仙谷的弟子 子姬兴奋地介绍 他人可好了 刚才还请我吃面 白一声 光小雨微微一笑 是吗 这么说 还真是个好人 书生笑道 区区挤挤挽面而已 不值一提 不 这不是挤挽面的事情 光小雨笑容不减 对于她而言 现场只有一位师兄 那便是白一声 可白一声对书生露出敌意 证明此人应该是其他院的弟子 至于子姬口中的哥哥的朋友 他实在是不敢恭外 所以 这不是挤挽面的事情 想到这里 他下意识地看了看门外的方向 心里默默地补了一句 是三位尊者 与其一位半圣的事情 简单地聊了几句 光小雨这才知晓 眼前之人的身份来历 竟然是仙谷医院的书生 那个大名鼎鼎的家伙 据说 拥有强大的实力 以及超凡的智慧 与天女齐名 其师尊是医院的院长 更是一位圣境强者 嘿嘿 来头不小啊 光小雨眨着眼 书生的笑容更甚 有光小雨与子姬在手 那陈平平应该会来吧 稳了 他笑道 我请客 师兄可真是好人 光小雨露出几分腼腆 小事一桩 哦 对了 师兄 刚才我来的时候 碰见几个伞修 他们凶神恶煞的 嚷嚷着要杀我 说着 便一副后怕的样子 伞修 书生笑着 不碍事 有师兄在 他们若赶过来 师兄定将他们一一镇压 伞修 顾名思义 一些不入流的修者 境界低 功法差 也没有强大的神兵 这般存在 他抬手便可镇压 光小雨感动 师兄 你对我太好了 哦 书生平静 应该的 应该的 心中却是不屑 区区几个伞修而已 呵呵 只要你不离开这里 待陈平平收到消息以后 接下来 便是本公子唱戏的时候了 他心中默默地算计着 愈发地觉得这个计划的完美 不过片刻 光小雨突然一声惊呼 啊 师兄 他们来了 在哪 书生愕然 古镇外 他指了指那个方向 脸色有些白 神情充满了恐惧 小道上 有一道身影 穿着朴素 面容平凡 只是那一双眼眸很深邃 看一眼 恍若坠入万丈深渊般 尊者五重天 他撑开眼帘 静静地注视着古镇 书生微微一笑 两位师妹静坐 拜师兄去去就回 话必 他大步走了出去 然而 不过十来个呼吸的时间 书生满脸黑线回到这里 你确定是散修 那是一位尊者五重天的强者 散修当中 能达到这个高度的并不多 光小雨说道 是啊 怎么了 尊者五重天 高出他俩的小境界 如果真的是散修 他可以凭借功法 修行法 以及神兵的优势 未尝不能打败他 罢了 罢了 眼下光小雨还不能死 留着有用 师兄 他很强大吗 光小雨满脸茫然 可是 我觉得 师兄比他更加强大 问题不大 我去去就回 书生不再多言 又一次离开面馆 这时 第二位尊者来了 境界毅力在七重天 也是一个中年男子 面容刚毅 不怒自威 浑身上下 散发着破人的神威 一双目光 流露寒意 他望向一旁的同伴 那只鸡不在这里 是的 五重天的强者点头 不过 那个小丫头在 简单的交流 两人大步前行 书生见此一幕 神情凛然 窒息 再一次退回到面馆 飞着脸询问光小雨 你真的确定是散修 对啊 怎么了 为何 会有尊者七重天的强者 书生员瞪着大眼 我 我也不知道 光小雨摇头 师兄 你该不会是害怕了吧 怎么可能 书生一咬牙 心中暗暗思索起来 一个五重天 一个七重天 只要他们是散修 凭借着仙谷的大明 还有自身的强大底蕴等等 也不是没有能力打败他们 哦 震慑他们就可以了 书生降低要求 保住光小雨安危 带引来陈平平以后 他誓死誓活 已经不重要 只是 当书生第三次走出面馆时 见到了第三位前来的强者 是个白衣老者 目光深塌 丝丝缕缕的领域波动 浮现出来 圣境 不对 是半圣 还没有踏出那一步 可尽管如此 沾染了圣子的强者 即便是一尊尊者九重天的强者 在这里 也难以撼动 不是一个层次的 书生头皮发麻 这他瞄视散修 老子信了你些 当他第三次回到面馆时 哪里还有白衣生 光小雨 紫基的身影 于此时 身后的三人杀了过来 寂灭之都 深处 地灵按照陈平平的叮嘱 种下了所有的灵药 再结合聚灵阵的作用 使得这里的灵气 愈发的浓郁了 不仅如此 空气间 还飘荡着一股 若隐若现的伟粒 这让陈平平很吃惊 有问题 这个地方不对劲 修除伟粒者 非地境不可呀 难道说 寂灭之都的深处 埋葬着一尊地境 陈平平陷入思考 开始端详 一连数日过去 他反复丈量 推算 将天书拿出来 而后又施展轮回的过去 虽然难以看清楚什么 但他愈发的肯定 此地有大问题 漫山遍野的灵药 散发着灵气 促使埋葬在深处的伟粒 浮现出来 又是一日 他准备强行破开地面 看看深处到底存在着什么 恰逢这时 土姬回到寂灭之都 见到准备出手的陈平平 他一声惊呼 且慢 呵呵 陈平平回头一看 舍得回来了 他小小的躯体 抖了抖 明显很慌张 但为了心中的大忌 土姬硬着头皮说道 不关我的事 是毛球这个家伙 一直在吞噬 真的 我拦不住 陈平平似笑非笑 你要相信我 土姬狡辩 继续说 我是被迫的 所以 你被迫教李奇隐秘书队吗 还被迫与小宇制定了一大堆计划 陈平平眯着视线 一步步走来 话必 他直接探出大手 将土姬拘进而来 身后的毛球看了一眼 直接逃离这里 陈平平又道 说吧 喂喂喂 人族小子 你太过分了 老娘好歹也是太古凤凰的后裔 身份地位高高在上 你先把我放下来 土姬不愤 你给我惹了这么大的祸 若非我机智过人 这次无极踪恐怕就没了 还想让我客气 那是在锻炼你 真的不说 他不相信土姬什么都不求 不可能 这只老母鸡 无力不起走 怎么可能光是让毛球去吞噬 而自己什么都不要 土姬骂骂咧咧 你先放我下来 陈平平直接无视他 喃喃自语 活了这么久 没吃过凤凰肉 也不知道味道如何 一旁一直在观战的地灵 挥了挥洁白的手 燃起一抹火苗 土姬脸色僵硬 陈平平赞许 你可真是个小机灵 砰砰砰 地灵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手中的火苗不曾熄灭 一脸的挤眉弄眼 十足的奸诈之意 哦 还有嘴里的哈喇子 一番严刑拷打 长达半个时辰之久 土姬终于妥协 被迫无奈道出了真相 我有强迫症 我喜欢收集灵药 嗯 陈平平眉头一挑 烧火 别 别别 等等 我说 我什么都说 土姬一声惊呼 地灵笑嘻嘻地处立着 没心没肺的样子 与往常神郡的表情截然不同 手中的火苗久久不曾熄灭 仿佛下一刻便能燃烧成大火 该死 你这个胆小如鼠的家伙 土姬心中诅咒 等我小弟老黄和小黑回来时 定将你镇压在毛坑 说 陈平平紧盯着他 我 土姬眼珠子转动 余光不时望向不远处 漫山遍野的灵药都在盛开 空气间弥漫着浓郁的灵气波动 还有一股力量 伪力 他的猜测没有错 当这个地方的灵气足够浓郁时 便能引出埋葬在深处的东西 不过时间太长 毁灭之力 诡异之力 诅咒之力 死死地压着深处 纵然现在已经达到了那样的条件 伪力弥漫 却还是无法动机 陈平平眯着视线 顺着他的目光 望向山野间 再联想到刚才他那一声呵斥 与其空气间弥漫着的可怕力量 他猜测 土姬的目的应该就是这个地方 他似乎发现了什么 深处葬着可怕的东西 又或者是一场大纪元 他想独吞 妮儿 陈平平喊道 我在 开弓 好 姜妮儿走到山间 旋即闭幕 在他推算时 天空之上的浩劫也浮现出来 漫天乌云密布 一层层的雷电 琵琶作响 也不知道惊动了多少强者 浩劫很可怕 更可怕的是 他云集在寂寐之都的上空 但这场浩劫 很快消散下去了 姜妮儿结束了推算 面容苍白 几步倒退 显得静婉与虚脱 他撑开疲倦的目光 望向陈平平 摇摇头 看不到 哦 这世间 竟然还有能屏蔽天象之体的事物 不可思议 陈平平思索 怎么会 连你都看不到 土姬也觉得不可思议 说 陈平平瞪着他 我 我也不知道啊 土姬摇头 我只是察觉到 这个地方不同寻常 但深处有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他没有说谎 当时种下灵药时 便察觉到异常 再联想到 此地是郁长风的道场 土姬一下子兴奋起来了 有一种可能 当灵气足够浓郁时 郁长风所留下的东西 便能自动浮现出来 抱着这个惊人的发现 他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后来洗劫各大势力 拿走他们的灵药 其最大的目的 便是想独吞 避开陈平平这个挨千刀的家伙 不曾想 此地的诡异 远比想象中还要复杂 看来 不得不与陈平平联手了 土姬哼的一声 人足小子 快把老娘放下来 老娘想到办法了 陈平平松手 他覆手而立 昂着头颅 一步步走向山间 十足一副大人物的模样 而后开始丈量山间 几步一个停顿 似乎在推算着什么 没错 太古凤凰中有一树 镜像 一旦运转开来 便能将事物对立出现 通俗一点的理解就是 偷换 再复杂一下就是 通过本体 塑造出一面镜子 从而倒映出 埋葬在深处的东西 刹那间 神盲绽放 浓郁的伟粒从中喷涌 压塌了十方天地 连同整个寂灭之都 都在颤抖 所有人都感受到 那种可怕的压迫 肉身要被撕裂 神魂要下跪 阴晕深处 有一道伟岸身姿 赤裸着半身 肌肉如若 囚龙折服 每一块都很结实 充斥着力量的感觉 满头浓密的黑发 披肩而落 身形魁梧 厚重 沉如泰山 看背影 恍若一尊无敌者 他只是静静地 屹立在那里 便能让众生下跪 一口鼓鼎 悬浮在他的头顶之上 不大 三足 顶身上磨刻着 密密麻麻的图形 没有文字 如果能看得清楚 必然让人震撼与窒息 那是一个可怕的战场 我 错过了 我又失败了 他们一直在阻挡我 他们 当真杀之不尽吗 声音很轻很轻 但从那个时代传入这里 却沉重地可怕 一个字 一句话 足以压他这个世界 毁灭所有 伟岸身姿静静毅力 注视着远方的天空 那里暗淡无光 伸手不见无止 那里不时有传颂的声音 若隐若现地传回来 那里还有一一万万的生灵 是一个真正的圣事 两久 他突然转过身子 一张脸孔清晰浮现 映入陈平平的眼帘 陈平平心头震动 亥然 窒息 再也难以保持平静 是他 怎么可能 他曾在一幅古老的画卷中 利用轮回奥义过去 见到无极真正的面容 那是无极大帝 可如今 深入九天南离大帝 在寂灭之都深处 竟然再一次见到无极 不可思议 但眼前的无极 与当时的无极截然不同 除了样貌上的相似 力量 气息 波动皆不一样 陈平平呼吸急促 那身影开口 你无须震惊 我他喵 陈平平裂开 眼前无极在与他说话 回想起以前的那一次 那一位无极也是 匆匆地看了他一眼 不是已经死去了吗 陈平平头皮发麻 还未想好要说什么 土鸡便无法支撑下去了 匆匆结束这镜像之术 卧槽 这个地方不能呆了 土鸡脸色煞白 完了 完了 感觉要被盯上了 我要逃命去了 咦 我为什么要逃命 结束镜像之术后 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好似开启了 不属于自己的灵质 不 应该是记忆 一个可怕的战场 一段可怕的杀戮 他参战了 浑身血淋淋 脚下尸骨累累 血流成河 好吓人的样子 土鸡气喘吁吁地说道 赶紧逃命去 啪 陈平平一巴掌下来 淡定 你好歹也是太古凤凰的后裔 能不能别这么没出息 土鸡邪逆 那是一位地镜 地灵那个憨货都不怕 咦 他想说地灵都不怕 你怕什么 结果 转头一看 地灵已经跑没影了 陈平平有点凌乱 冷静一点 此地是玉长风的道场 刚才出现的人 必然也是玉长风 看见他头顶上的那口骨顶了吗 想必就是玉长风的神兵了 如今吴吉宗最缺什么 底蕴 神兵 若能将其拿下 哪怕是一箭准地兵 也足以震慎南离大地 土鸡一声惊呼 你疯了 疯 陈平平不以为然 他坚信着一句话 怕死的人吃不了肉 怕死的人 无法成为强者 眼下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为何不能把握住 准地兵 可不是寻常的神兵 更黄润玉长风 这件准地兵 曾冲击过天道神兵 虽然失败了 但陈平平认为 他比任何准地兵都要强大 陈平平目光灼灼 开始寻寻善诱 年轻人 哦 不对 是年轻的凤凰 你有梦想吗 你有理想吗 你渴望变强吗 你想成为无上的存在吗 你一定幻想过先祖的绝代风资 扶摇直上九万里 一朝震翅 屁逆天下 想象一下那种场景 打住 是不是心动了 陈平平笑嘻嘻地看着他 我要时间考虑 他迅速转身 逃离这里 太吓人了 那可是一尊帝 咦 不是说 玉长风还没有踏入地境吗 土鸡思索起来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准地境 准地神兵 是没有伪力的 除非那个家伙 不是玉长风 莫非是后来的地境 入主了寂灭之都 结果被镇压于此 想到这里 土鸡不禁毛骨悚然 我的乖乖 他有点慌 但他不得不承认 陈平平刚才说的 的确很诱人 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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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处到底有什么 有没有让他变强的东西 他开始挣扎 数日过去 土鸡愈发的冷静 内心深处的挣扎 也有了结果 干他 堂堂太古凤凰的后裔 岂会贪生怕死 对 没错 他死了 还能涅槃重生 陈平平死了 就是死了 片刻间 土鸡推门走出 陈平平笑意盈盈地看着他 考虑好了 声明一点 发生什么事情 你自己处理 土鸡邪逆 没问题 来 我施展镜像之术 让你们进行沟通 土鸡开口 他豁出去了 再一次来到山间 感受到空气间的灵气 土鸡深吸一口气 让灵气进入体内 舒展四肢 调整自己的状态 不一会儿 他开始运转镜像之术 刹那间 光滑迸发 画面又一次出现 还是那一道魁梧的背影 浓密的黑发披肩而落 一声声轻叹传入远方 好似那个黑色的镜头 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 前辈 陈平平激动地喊道 咦 声音转头 小辈 他心头一震 差点没把持住 眼前这位前辈 还真能与他交流 三个问题 你是玉长风前辈吗 陈平平问 第二个问题 那把你的神兵给我看看吗 第三个问题 请问前辈 可有什么直接无敌的道法 很直接 吐鸡吐血 但他并不知道 陈平平的直接 是为了减少他的负担 否则待会历劫了 估计又要休息 那身影笑了 孤独是你什么人 什么孤独 你身上有一柄剑 名为巨缺 此剑便是孤独的剑 身影开口 他想起来了 剑山 陈平平回答 顾有 文言 身影笑容一宁 孤独与这个时代 相隔甚远 怎么可能有顾有 你在骗我 陈平平 他还好 身影又问 孤独前辈很好 陈平平意识到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眼前的这位前辈 似乎与那个时代有关 温氏皇朝 不仅如此 他还熟悉 孤独前辈与极剑山 如此说来 他也是温氏皇朝的人 想到这里 陈平平心头震动 我还见过横八前辈 身影目燃 果然 陈平平见到他的沉默 便有了判断 战神横八 孤独前辈 两者应该都是自家师尊的麾下 而眼前这一位认识他们 是不是可以理解 他也是师尊的麾下 你是玉长丰前辈 还是无极前辈 陈平平又问 你 怕死吗 他撑开眼瞳 啊 陈平平迅速倒退 紧接着 他看见了有生以来最为恐怖的一个画面 黑暗的世界中 毁灭之力化作铁链 自虚空而来 直接贯穿了他的躯体 与此时 诅咒之力 诡异之力 也相继浮现 有剑芒 有剑矢 有寒芒如刀 有长枪如龙 各种各样的杀戮 铺天盖地地涌入这里 但他却在笑 似乎早已习惯 杀戮持续了很久很久 恍若一瞬间 又好似 是一个漫长的事迹 哗啦 身影身上的杀戮 逐渐消散 他一张口 便吞噬了 寂灭之都内的所有灵气 旋即舒展躯体 骨骼劈啪作响 陈平平 很吓人对不对 他咧嘴一笑 这不是叫吓人 而是恐怖 诡异之力 毁灭之力 诅咒之力 三种可怕的力量 同时出现 并且斩杀同一个人 场面之恐怖 犹如一人 吃掉数十斤的五股轮回之物 令人不寒而栗 当然了 他有毛球 并不惧怕这些 而且陈平平 还有惊人的发现 这截然不同的三种力量 似乎在镇压着眼前这位前辈 包括若隐若现的伟力 毛球能吞噬吗 不不不 不能让他干 陈平平倒吸一口凉气 孤独的吞天兽 并不能吞噬这些 虽然看起来成长了不少 他轻语 这个地方的诡异 诅咒 毁灭之力 与寂灭之都外的完全不同 你到底是谁 陈平平慌了 郁长风 你不是无极 你猜 我猜你大眼 陈平平抹了一把冷汗 不敢多想 郁长风似乎能洞悉自己内心的想法 这他喵 也太吓人了吧 他转身快速逃离这里 土鸡有点猛 郁长风拖着下巴 露出浅浅的笑意 并未言语 时间不长 土鸡也没办法维持镜像之术了 气喘喘地停下来 然后追上陈平平 人足小子 你们聊了什么 可有什么发现 他是不是郁长风 可怕 实在是可怕 这他喵的 他怎么可能还活着 被囚禁在这里 还是贝 陈平平傻眼 不敢想象下去 郁长风几次正道 皆以失败告终 所有人都以为他陨落了 是的 陈平平也这样认为 直到这一刻 与郁长风的交流中 他获悉到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郁长风并未陨落 而是被囚禁于此 有人出手 谁 如果郁长风与温氏皇朝有关 那么出手的人 应该就是那些所谓的大人物 如此说来 他当年正道失败的真正缘由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陈平平深吸一口气 望向土鸡 我们有麻烦了 不等土鸡作声 他将刚才与郁长风交流的整个过程 一五一十地道说出来 土鸡文言过后 直接跳了起来 眼珠子直瞪 哇哇哇 要死了 要死了 逃命去吧 陈平平头皮发麻 虽然郁长风有可能来自温氏皇朝 而他的师尊温宇晴 是温氏皇朝的皇室血脉 他又认识孤独 横八 应该可以攀上一些关系 但陈平平总觉得 在郁长风的头顶之上 会有大人物的目光注视着 在那些大人物 看着郁长风的同时 可能还顺便看看 这个小小的吴吉宗 再看看这个从不修行的陈平平 土鸡点头 同意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郁长风的声音 小辈 过来帮我一把 栽满灵药的山间 泥土中 有一道古兽如柴的家伙 缓缓爬出来 浑身被诡异 诅咒 毁灭之力包裹 过程非常的艰难 好似下方有人在拖着他 一双手也很干枯 毫无血色 也没有任何的生命波动 咋一看 好似是从坟种里爬出来的死人 场面有点渗人 一人一击 头皮发麻 与此同时 寂灭之都的上空 乌云密布 雷电层层翻滚 琵琶作响 所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大了 诸多修者纷纷抬起头 神情肃穆 又来了 此前江尼尔推算天机的时候 便出现过一场浩劫 如今是第二次 所有人妄想寂灭之都 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 啊 前辈 你怎么跑出来了 陈平平一声惊呼 却是不敢靠近来 玉长风咧嘴一笑 吓不吓人 一人一击 他爬出半个身子 似乎感知到了什么 看了看寂灭之都的上空 虽然看不到什么 可他有一种感觉 好似有人在注视着这里 习惯了 玉长风停止前行 又是一次张口 将刚刚凝聚出来的灵气 突然是个干净 状态似乎缓和了不少 不错 无极宗 是那个家伙的传承 不过你们 并未继承无极道法 可惜了 玉长风说道 想不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的传承 越来越垃圾 谁是宗主 是你吗 咦 这只鸡 不错不错 肉质鲜嫩 口感一定很好 年轻人你把它逮住 咱俩喝一杯 土鸡 玉长风扫过四周 事先落在角落边上的 地铃身上又是一声 疑 颇为诧异地说道 混沌海的野兽 它眯起视线 嘴角扬起兴致饶饶的笑意 一个没落的宗门势力中 竟然有两头不同寻常的灵兽 有点意思 哎 见无人与他说话 玉长风一声轻叹 年轻人 你且过来 前辈 有什么话直说便可 陈平平说道 距离近一些 才能说得清楚 我能听到 反正 他是不会靠近的 你怕我 不怕 我与无极有些关联 说起来 你应该喊我一声师祖的 玉长风轻语 师祖 请传我无敌的道法吧 陈平平很直接 玉长风瞪着眼睛 看了他好一会儿 确定他很认真 并未开玩笑后 他才说道 我若有无敌的道法 也不至于待在这里 师祖 能把你头顶上的神兵给我吗 陈平平又道 玉长风再一次瞪眼 他万万没有想到 一个后辈如此的不要脸 不可以 陈平平 为什么 玉长风回答 他对我很重要 有多重要 比我的命 还要重要 这座古顶 可是前辈曾经想要冲击 天道神兵的那一件神兵 陈平平问 诶 提及于此 玉长风突然变得惆怅起来 空洞的目光逐渐陷入回忆 场面很安静 无人打扰他 许久 玉长风才从回忆中清醒过来 他笑了笑 道 仙古 仙古 还在 在的 陈平平点头 如何了 发展得挺好的 听到这个回答 玉长风很是欣慰 本王的传承 就是比无极那个魂球的好 呃 陈平平干咳一声 说道 我无极宗的先祖 早年间正到成帝了 你在骗我 玉长风第三次瞪起眼珠子 他怎么可能成帝 他根本没有那种前置 该成帝的是本王 咦 不对啊 那些人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成帝 他几次正道 要么有人走在前面 要么就是 被那些人出手阻拦 导致正道失败 无极又是如何避开那些人呢 玉长风深吸一口气 年轻人 你能去仙古帮我找一下这一代的宗主吗 陈平平郁闷 我和仙古不熟 怎么会呢 玉长风诧异 本王早已下达命令 见到无极弟子 一定要好生招待 他们居然敢违背命令 前辈 仙古在九天南离大地 无极宗在天舞 又在骗我 玉长风心态有点崩 我与无极同时立下宗门 我在南离大地 他在 咦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当年与无极分别的时候 无极曾说过一句话 他会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远到那些大人物找不到 看不到 如此一来 才有机会正道成帝 想到这里 玉长风裂开了 九天十地中 唯有天舞大陆 无法被窥视 那里不仅仅是一座囚牢 那么简单 可是 天舞那样平级的大环境中 不要说正道了 即便是成圣 都无比的艰难 当年玉长风 不是没有考虑过 荒界 灵界 都在他的目标当中 最后 他选择了南离大地 因为这里是温氏皇朝的起源 他带着皇朝最后一条灵脉 一手托起王城 另外一只手捧着三足仙顶 回到这里 开创出仙古 几次遇要正道 几次利用灵脉 提升三足仙顶的等级 要将其踏入地兵行列 皆以失败告终 很艰难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他不仅仅要面对天道 还要面对那些大人物的阻拦 可无极入了天舞 还正道成帝了 一时间 玉长风思绪茫然 喃喃自语 这个白痴 这个呆子 说好的一起正道 他怎么能先行 他并不是极度无极 而是害怕无极 当年他们有过约定 一起正道 然后杀回去 血染苍穹 不曾想 自己几次失败 而无极却正道了 那段岁月中 他并没有来南离大地寻找自己 按照他的性子 应该是一个人前往战场了 结果如何了 玉长风不知道 也不敢去想 这时 陈平平突然开口 前辈与无极先祖 是兄弟 他的猜测是 因为两人的长相很相似 如此说来 无极先祖与玉长风前辈 都是温氏皇朝走出来的修者 这么一想 他瞬间就不淡定了 当年那个皇朝 究竟有多强大 随随便便走出来的修者 都能走到正道的那一步 还有自家师尊 到底活了多久 玉长风深吸一口气 并未回答这句话 年轻人 你现在相信 我不会害你了吧 陈平平善善 我刚才都已经喊失足了 你还是喊我前辈吧 玉长风想到那两个要求 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好的 仙祖前辈 如果仙祖前辈有需要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入仙谷 帮你通知一下仙谷的宗主 不 我突然改变主意了 玉长风宁生说道 我被镇压以后 按道理而言 仙谷应该会走向没落才对 他们不会允许仙谷存在的 可你刚才说了 仙谷发展得很好 这里面定然有猫腻 所以 我要你混入仙谷帮我 陈平平微微张口 有点难度 曾在汤谷时 他见过许多仙谷的弟子 再加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他的身份来历 定然暴露了不少 此时混入仙谷 跟找死没什么区别 玉长风又道 只要你帮助我拿到东西 我可以帮你改善他们的体质 要不然 仅凭他们这种垃圾体质 闭关一万年 都不可能有成就的 还有这本领 陈平平愣了一下 旋即露出欣喜 成交 双方达成了协议 玉长风万万没有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 仙谷依旧存在 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当年正道 那些大人物几次出手 差一点斩杀自己 最后将他镇压于此 可仙谷为何能逃脱 短短的几分钟时间 他想到了很多 那些大人物的手 做不到肆无忌惮的深入这里 又或者 皇朝中 还有可怕的存在 一直在阻挡他们前行 这是一个机会 玉长风觉得 他应该做点什么 反抗 正道 让仙谷成为一方可怕的势力 甚至将仙谷打造成为第二个温室皇朝 当然 第一步 先脱离镇压 找到乾坤静 这是他对陈平平的第一个要求 一箭神兵 不 准确来说 乾坤静才是玉长风真正的本命神兵 而他头顶之上的三足仙顶 是皇朝大气运的延续 这一道秘心 除了无几以外 几乎无人知晓 陈平平点点头 转身提起土鸡走向一旁 玄机低声说道 有没有信心 土鸡 乾坤静 听清楚了吗 陈平平眨着眼 接下来的计划是 由你带领毛球混入仙谷 找到乾坤静 并且将其带回来 他听明白了 可是 这跟他有什么关联 土鸡翻白眼 我不去 超级大势力 可不是一般的势力 仙谷内部 到处都是圣境强者镇守 稍有不慎 便会暴露 他又不傻 陈平平瞪着他 你们之前不是玩得挺好的吗 怎么 现在又不敢了 土鸡不愤 那是仙谷 我不去 我怕死 你怎么不去 我也怕死啊 陈平平看着他 老娘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这里是无极踪 你是清风弟子 师承温与情 那的家伙少说也是一尊准地镜 他动动手指无极踪便会夷为平地了 土鸡邪逆 对啊 他说的没错 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一人一鸡的交流 瞬间安静下来 玉长风笑着 年轻人 你好歹也是一个人族 他只是一只鸡 不堪重任 你让他去 还不如留给我烧烤 言语平静 但字行里都是嫌弃 土鸡气氛 却没有接过这句话 反正他不敢去 唉 最终 陈平平被迫肩负重任 一声轻叹 道不尽的惆怅与悲哀 心道 师尊 我为了你 付出太多了 以后你要是不给我生十几个猴子 你都对不住我 陈阴片刻 陈平平带上姜妮羽毛球 便匆匆离去 身后的玉长风 一愣 咦 这个家伙没有问我要信物 他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给他一件信物 证明自己还活着 如果陈平平过分一些 他甚至还会传他一两步 强大的攻击之术 不曾想 陈平平直接走了 前辈 前辈 我再 土鸡笑嘻嘻地凑过来 太古凤凰 是的 正是 寥寥 好 有没有兴趣跟我 玉长风眯起视线 当然有 我想把无极宗融入仙谷 你怎么看 玉长风又道 合理 一人一击 笑意盈盈 勾肩搭背前行 好似多年不见的老友 与刚才的反应和表情截然不同 可玉长风并没有注意到 刚刚跟着陈平平跑出去的毛球 再次折返回来 借着土鸡的掩护 他一张口 悄然无声地将三足仙顶 吞入肚子里 而后化作一阵清风 逃离出去 寂灭之都外 已经远去的江妮 下意识地回头 满脸担忧 陈师兄 那个家伙 真的是玉长风吗 应该是 陈平平摸着鼻梁 哦 让一尊准地敬在我们家里 会不会不太好 江妮说道 没关系 那只老母鸡会盯着她的 陈平平露出笑意 因为毛球回来了 这说明了 他已经成功 有了三足仙顶 仙谷一行 他将会无比地顺利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还要借助这口谷顶 拿下仙谷 嘿嘿 完美的计划 玉长风在手 仙谷谁敢不从 陈平平轻笑 倪尔 把腰给我挺直了 说话必须有底气 看着仙谷弟子的时候 要像对待自己家里人一样 和蔼可亲 江妮诧异 陈师兄 要开始装逼了吗 这什么屁话 陈平平不悦 说错了 我们又要开始装逼了吗 这一次 他说得很认真 陈平平翻白眼 不再搭理这丫头 手握三足仙顶 等若手握玉长风 有了这张底牌 仙谷融合无极踪 也只是时间问题 他必须好好利用 这可是一步登天的机会啊 片刻 远处出来愤懑的声音 啊啊 该死 你这个混蛋 你居然还敢出现在 本公子的视线中 一袭衣衫蓝绿 乱发披肩的书生 骂骂咧咧地冲了过来 相隔很远的时候 他便看见陈平平了 愣了一下 回想起过往的点点滴滴 再想起这个混蛋的两位师妹 书生怒不可遏 火气燃烧 当即杀向这里 可惜 不久前与三位强者大战 尽管他一再解释 自己是仙谷弟子 可那三人依旧不依不饶 疯了似的对他出手 好在医院那位长者匆匆赶来 挡住三人 他才得以逃脱出来 但他早已筋疲力尽 如今施展术法 还未凝聚杀意 扑通的一声 身子便从高空中坠落下来 重重地摔在泥土上 姜妮说道 陈师兄 我们应该杀了他 为什么 陈平平恶然 他对我们有杀意 而且他 还是仙谷的年轻天才 他认真地说着 解释 合情合理 将强敌扼杀在摇篮中 是一种很明智的做法 但现在局势不同 陈平平准备将仙谷融入无极宗 也就是说 这个宗门所有的一切 底蕴 强者 弟子等等 以后都将会属于无极宗 也包括眼前的这个家伙 还是一位强大的年轻天才呢 所以 不能杀 陈平平看着他的眼神都变了 温和起来 哎 不要害怕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到底是谁在欺负你 书生一愣 都是自家人 千万不要客气 陈平平笑容灿烂 取出一颗灵丹 帮助他恢复伤势 他笑容灿烂 无比的温润 又给书生拿出一套崭新的衣裳 来 换上 后者有点猛 告诉我 谁欺负你 陈平平问 光小雨 子姬 下一个话题 陈平平笑容一宁 时间不长 书生身上的伤势一一好转 换了一袭衣裳 梳洗了一番 净险风流倜傥之意 书生深吸一口气 很是警惕地看着陈平平 你为何对我这么好 是不是有什么目的 莫非 你喜欢男的 这什么屁话 陈平平黑着脸 安心 我喜欢女人 我不信 书生依旧警惕 我喜欢天女 你捨这条心吧 书生鄙夷 天女不喜欢骗子 我又不是骗子 陈平平翻白眼 再说了 你没有发现 天女看着我的眼神不对劲吗 是不是很温柔 是不是含情默默的样子 只是碍于她的身份 她不敢过于表达爱意而已 事实上 天女在暗恋我 陈平平一脸笃定 她这么一说 书生在一想 天女那样讨厌骗子的女人 竟百般容忍陈平平 而且 每次说话的时候 语气都很轻啊 该死 想到这里 书生脸色一沉 心道 不行 绝对不行 我仙谷的女神 怎么能被一个骗子骗走 眼眸深处 一闪而眉的杀意 她冷静下来 无急踪陈平平很是非凡 不知境界 也不知实力 以自己现在的状态 怕是难以应付 不过 此地距离仙谷很近 只要她一声传回去 医院强者前来支援 必然能斩杀陈平平 又或者 想办法将这个混蛋 骗入仙谷 到了那个时候 她便插翅难逃 呵呵 书生微微一笑 刚要说话 走 一起回仙谷 陈平平笑着 回仙谷 书生发呆 陈平平走上前 与她勾肩搭背 都是一家人 客气什么 顿了顿 她又道 你是不是喜欢天女 没有 书生结结巴巴地吐出两个字 没有就好 说实话 我也不喜欢那个女人 太清高了 就算她暗恋我 我也不可能喜欢她的 当然了 玩玩还是可以的 陈平平拖着下巴说道 她在试探书生 果不其然 听到这番话的书生 勃然大怒 你说什么 陈平平笑着 别生气 别生气 开个玩笑而已 哦 对了 你知道乾坤静吗 夕阳西下 红霞倒影在西方的天空之上 宛若一块被烧红的金铁 远远看去 如诗如画 美不胜收 从遭遇陈平平 到目前回到仙谷 书生的思绪 依旧很茫然 恍若身在梦中 这个家伙 不怕死 这个家伙 居然跟着她回仙谷了 当然了 书生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去找天女 他要告诉天女所有的真相 不要暗恋这个混蛋了 他根本没有喜欢你 他只是想玩玩你而已 一个渣男 武大学院跟前 有一片很大的广场 许多年轻弟子 接在这里修行 误导 与人交流 切磋等等 恰逢今日天女也在 书生抬起头 见到她后 顿时激动起来 天女 不要暗恋这个混蛋了 天女 所有人纷纷抬起头 整个场面瞬间安静下来 身后的陈平平满脸黑线 书生还沉浸在 发现了陈平平真面目的喜悦当中 根本没有意识到 这句话说出来以后 会给自己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 也会给天女带来 什么样的影响 她依旧很激动地喊着 这个混蛋就是个渣男 不要暗恋她了 她刚才与我说了 压根不会喜欢你的 她 只想玩玩你而已 众人发呆 天女的脸色 则是沉了下来 她暗恋谁 她喜欢谁 谁要玩玩她 咦 书生准备将陈平平推出来送死 不曾想 一回头 哪里还有陈平平的身影 也是在这一刻 她冷静下来 再次抬起头望向天女的时候 迎来对方含义破人的眼神 书生心头直跳 呼吸开始急促 胸膛起伏的厉害 该死 陈平平 你个王八蛋 书生欲哭无泪 挤着笑容 我要是说 我刚才只是开玩笑 你信吗 天女不语 一步步走来 书生不再多言 搜的一下 转身就跑 逃回医院后 书生愈发地觉得 这件事情不对劲 陈平平在骗她 给她设下圈套 让她得罪天女 呵呵 不愧是无极宗陈平平 还真有两下子 这时 连承玉 衣衣衫蓝绿地跑回来 哭丧着说道 师兄 呜 师兄 怎么回事 书生皱眉 你跑哪去了 那小丫头 无怨子机 她隐藏实力了 连承玉员瞪着大眼 该死 她根本不是一个懒惰的丫头 而是深藏不露 书生挑眉 区区一个小丫头 能有多强大 闻言 连承玉又哭了 我们一群人 没有一个是她的对手 所有人 书生睁着大眼 对 王道 黄道 都不行 连承玉哽咽 这一次 新生大赛 我们估计很难夺的第一名了 医院有好几位年轻天才 实力都很不俗 其中还有一人一脚 踏入黄道之境 碾压同代中人 要知道 他们可都是新生弟子 能入黄道者 无不是惊艳才觉之人 天资聪慧等等 若连承玉刚才所说为真 无怨子机当真深藏不露 而且还强大的离谱 连黄道之境都不敌 这一次新生大赛 高层的计划 恐怕会落空了 问题很严重 书生开口 淡定 不要着急 除了我们一院 不是还有二院 三院 四院吗 连承玉吐血 新生一代中 境界最高 莫过于黄道三重天 而我已经七重天了 却被子机那小丫头 轻易镇压 书生 师兄 这件事情很有可能会影响上面的计划 我们要不要 连承玉深吸一口气 先下手为强 杀不得 书生摇头 若是杀了 我们就不占领了 不过 我有一个计划 他们一起视线 想起陈萍萍 也入了仙谷 无极宗 陈萍萍 师妹 光小雨 紫姬 这层身份若是暴露出来 光小雨与子机 应该就没办法待在仙谷了 到了那个时候 他们自然不能代表五院参赛 至于陈萍萍 入了仙谷 还想活着走出去吗 书生仰起嘴角 只是大人可回来了 仙谷 五院 光小雨正在闭关 准备磨合一下九转魔神功 随便练化原始魔神 与吉青魔 可下一刻 他突然睁开双眼 推门走了出去 门外正在给老黄洗澡的子机 歪着脑袋看来 师姐 老黄瞟了他一眼 院子里的小黑狗 汪汪汪地叫了几声 冲着老黄牛跑过来 后者满脸嫌弃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光小雨说道 恰逢这时 白一生走了过来 什么不祥 身后一名少年人忍不住说道 妖族杀来了吗 白一生回头瞪了他一眼 光小雨摇头 比妖族杀来还要可怕 总而言之 我很不安 心神不宁 难以平静 比妖族杀来还要可怕的意思是 他从未将妖族放在眼里 白一生开口 你可能感觉错了 光小雨垂下眼帘 默默地吐了一口气 心道 希望吧 我选了几个人 与子机一同参与新生大赛 白一生又道 时间不多了 让子机跟着一起修行吧 呃 听到这番话 光小雨满脸黑线 白师兄 你这是不相信我们啊 他此前便说过了 新生大赛由子机一人即可 可如今 白一生还要选人 还要让子机与他们一同修行 白一生正色道 此次大赛 关乎到我五院的命运 若是处理不好 他们估计会出手 光小雨怂怂间 不以为然 剑圣大人还活着 他们敢 敢 白一生开口 也罢 光小雨撇着嘴角 不再多言 反正他的目标 只有剑圣一人 至于仙谷五院的生死 与他关系不大 能帮则帮 帮不了 他也是尽力了 就在这时 一个年轻弟子跑过来 白师兄 大事不好了 有人闯入我们五院了 谁 白一生愣我一愣 很好奇 一院 还是二院 不是 是一个外来者 自称 他的话还会说完 身后的陈平平 便已经来到这里 一袭白色素衣 穿着普普通通 可气质如雅 长相如画 尽力在院子门前 笑起来的时候 露出一排排洁白的牙齿 很灿烂 也像是一个傻子 身后还跟着一个姜妮 一脸平静 MOO 老黄牛摇晃着身子 叫了一声 小黑狗直接扑过来 此机露出欣喜 师兄 唯独光小雨心虚 与土鸡同行喜劫势力时 他是后面才发现 师兄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意思 奈何自己已经走上了不归路 又在土鸡的威胁之下 他被迫无奈地加入 哎呀 你们是在商讨大事吗 陈平平笑道 我要不要回避一下 话虽如此 可他已经走了进来 来到光小雨的跟前 师兄 我错了 光小雨可怜巴巴地看着他 错哪了 我不该跟那只鸡同流合污的 还有呢 我不该带上李琪 接着说 我不该 咦 没有了 光小雨满脸委屈 我真的错了 而且 都是那只鸡在威胁我的 真的 师兄 真的没有了 陈平平眯起视线 我在想想 光小雨眼珠子转动 可任凭他如何去想 也想不出 还有哪个地方做错了 于是乎 只能泪眼汪汪地看着陈平平 哎 陈平平叹道 你性子又开始浮躁了 道心出现裂痕 这段时间 你闭关吧 啊 光小雨惊呼 师兄 我真的错了 他没有想到 陈平平会让他闭关 这跟关禁闭有什么区别 而且 在过去的修行岁月中 不管他惹下什么样的大祸 做错什么样的事情 陈平平都不会惩罚他的 可这一次 他突如其来的惩罚 让光小雨乱了心 他很慌张 也很窒息 师兄 我真的错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惩罚我 我以后会乖乖听话的 光小雨几乎哭一样地说着 我让你闭关 与这一次你犯下的错 没有任何关联 陈平平静静地看着他 没有 可是 光小雨不明白 不是因为这一次错误 而惩罚他的吗 为什么没有关联 如果不是惩罚 为何又让他闭关 陈平平开口 往东有一座小镇 那里居住着上百户 人家 三面环山 少有流动人口 你去那里闭关 没有我的允许 你不得踏出小镇半步 场面很安静 光小雨脸色煞白 依旧想不明白 身后的子鸡忍不住开口 师兄 师姐他已经知道错了 这时 白医生也反驳 陈道友 光小雨如今可是我仙谷无冤的弟子 你没有权利惩罚他 陈平平回头 我去 我愿意接受师兄的惩罚 光小雨深吸一口气 不再多言什么 低着头离去 只是 他的步伐很慢 心中还有期待 希望这一切 都只是师兄的玩笑 然而 直到他走出院子的大门 身后依旧没有声音 他一下子委屈了 不就是一件小事吗 至于关他 可恶的师兄 为什么没有叫他回头 光小雨越想越委屈 经营的液体在眼眶打转 尽管他已经很努力地克制自己 老黄 陈平平望向老黄牛 后者翻了个白眼 默默地跟上 最终 一人一牛 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 白医生微怒 你不觉得你很过分吗 刚才光小雨还在现场 要顾及他的感受 他不好反驳陈平平 毕竟这个家伙 还是小雨的师兄 可现在光小雨走了 身后的少年也开口 你谁啊 居然敢 对我先顾云的师姐 指指点点 送走光小雨后 陈平平咧嘴一笑 多谢白兄对我师妹的照顾 你少来套近活 白医生神情冷冷地看着他 立刻 马上 让小雨回来 否则 今日我白某人说不得 也要出手教训你了 冷静一点 陈平平恶然 我冷静你大眼 白医生怒道 哎 陈平平无言以对 若是别人 他兴许一巴掌拍过去了 可这个人是白医生 看得出 他真的很关心良女 有这层身份在 他也不好意思出手 可是 让光小雨闭关 他也是迫不得已啊 竟然南离大地并不太平 也不知道是因为 无集中的出现 还是因为什么 就在不久前 他感知到魔气波动 那股魔气萦绕不散 仿佛一直存在身边 陈平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拿出天书进行推算 隐隐约约中 看到一些可怕的画面 也是因为如此 他才让光小雨闭关 目的就是保护他 但这种事情 他不好解释 唯一知晓真相的 只有江念一人 是这样的 陈平平笑着 旋即走上来 你没有发现 小雨很懒吗 白医生 他太懒了 平日里几乎不修行 这样怎么能行 陈平平叹道 所以 我借着让他闭关的名义 实则是请了一位绝世强者 在小镇等他 然后教导他修行 哦 白医生愣住了 绝世强者 对 陈平平点头 有多强 他还是不太相信 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强大 陈平平想到郁长风 嘴角微微上扬 准地 此言一出 白医生瞬间窒息了 一旁的少年人 也张大着口 陈平平凑到他耳边 低声说道 白兄 我一次前来 实则是带着任务的 也是奉命前来 不过现在还不能过于暴露 所以 这件事情 我只能说给你听 他这么一说 白医生顿时好奇了 你说说看 这边来 陈平平把他拽到角落 仙谷第一代仙祖郁长风 他还活着 什么 白医生露出金融 别这么大声 陈平平压着声音 满脸的凝重与严肃 此事 还需要保密 郁长风前辈说了 仙谷内部出现大问题 很有可能有外敌混入这里 这 这 老实说 要不是后面那一两句话 白医生都不可能相信 现在的仙谷内部 的确出现大问题了 不过 外敌混入这里 他想起自家师尊 又想起各大院 对待五院的态度 难道仙祖真的还活着 他一直在注视着仙谷 如今 察觉到仙谷内部的危机 故此要出手了 想到这里 白医生激动 快 带我去见仙祖 还不行 时机未到 陈平平开口 师祖说了 仙谷内部的问题无法处理 因为莱迪太强 所以师祖开创了一个无极宗 没错 我摊牌了 我们无极宗 便是郁长风师祖开创的 要不然 你以为无极宗 为何能够在寂灭之都内 安然立足 陈平平说道 自然是有师祖在撑腰 白医生有点猛 师祖 他居然称呼 自家仙祖为师祖 而且还说 仙祖开创了无极宗 这不是扯淡吗 无极宗不是来自天舞吗 还诞生过一尊地境强者 怎么可能是 仙祖开创的 他摇摇头 刚才的激动一下子熄灭了 好了 我刚才已经传话给直视大人 他很快便会来到这里 如果你不想死的话 赶紧离开 你不信我 陈平平愕然 信 我都信 你说郁长风仙祖是你爷爷 我都信 白医生微微一笑 现在 立刻 马上滚出五院 陈平平满脸黑线 也不反驳 偷偷掏出三族仙顶 说道 认得吗 白医生发呆 师祖就知道 你们不会相信 故此给我这口骨顶 没错 这就是师祖的本命神兵 陈平平小小的得意 现在 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还真是 这口骨顶 怎么会 白医生心头直跳 他虽然没有真正见过三族仙顶的样貌 但仙谷之中不乏有记载 上面还会画了许多图形 与陈平平所拿出来的 这口三族仙顶 一模一样 天哪 仙祖真的还活着 白医生再次激动起来 我要见仙祖 淡定 陈平平微笑道 仙谷目前的局势很复杂 有强敌会入这里 师祖不适合出现 因为他的状态也不是很好 那 白医生死死地盯着他 所以 你刚才所说的准地 其实就是仙祖 对 仙祖大人现在可好 不是很好 但还不错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仙祖 暂时还不能 师祖目前对你们很失望 也不是很信任你们 因为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 都有可能是敌人 陈平平说道 不过你放心 我相信你 陈平平看着他 谢谢 说到这里 白医生有点哽咽 因为玉长风不相信仙谷的任何人 故此派遣出陈平平来到这里 而陈平平第一个找到的人是他 这么一想 他顿时感动了 哎 刚才还误会陈道友 白医生 你太不是人了 陈平平笑着 淡定 冷静 现在仙谷局势不好 有很多强敌混入这里 我们要时刻保持理智 不能暴露师祖的存在 我懂 我理解 白医生深吸一口气 冷静下来 刚才是我唐突了 没事 陈平平开口 好了 接下来该说说师祖的计划了 你说 第一 你挑选一些种子 天赋 悟性很好的那种 然后带上仙谷的一些修行资源 赶紧逃离这里 陈平平说道 为什么 白医生愣住了 总感觉那里不对劲 为什么是逃离这里 仙谷不是好好的吗 就算有强敌混入这里 可是 他们大部分人 还是仙谷弟子 不至于到了放弃的阶段吧 陈平平此言 好似再告诉他 仙谷完蛋了 赶紧逃命去吧 这就很离谱了 陈平平说道 这便是师祖的聪慧 很多年前 师祖便察觉到仙谷内部的问题 故此入了天舞大陆 开创无极宗 如今 师祖让我带着无极宗归来 实则是已经恢复了不少实力 想要重新整合仙谷 哎 不得不说 师祖当真是举世无双啊 这种隐忍 这种智慧 普天之下 也只有师祖才能拥有了吧 白医生一脸茫然 说不上什么感觉 只觉得离谱 可他手上有三足仙顶 这可是当年仙祖拿来冲击天道神兵的 我要去哪 白医生问 当然 是去寂灭之都 陈平平一脸严肃 实则 心里乐开了花 寂灭之都很大 他完全可以开辟另外一个安全的小事件 而且有诡异 诅咒 毁灭三种可怕的力量相隔 即便是郁长峰的神石 恐怕也难以穿透吧 稳了 不等白医生作声 陈平平又道 有没有信心 白医生听到是寂灭之都 刚才的郁闷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的是激动 因为仙祖郁长峰就在寂灭之都 他若是去了 马上就能见到 有 他回答 很好 师祖的理想 师祖的报复 师祖伟大的宏愿 都将会背负在我们的身上 虽然我们还不够强大 但我坚信 我们会有变强的那一天 然后替师祖分担 甚至是与师祖并肩作战 陈平平正色道 没错 并肩作战 白医生激动 我现在就去处理 嗯嗯 陈平平微笑着 行道 这孩子 前途不可估量啊 于此时 收到白医生求救消息的刘匡义 也赶到这里 不过求助消息中 没有说明是谁 只是提了一句 有强敌闯入 故此 刘匡义即将抵达院子时 便开始复苏神兵 一声呵斥传来 好大的胆子 竟然闯我仙谷武院 纵然仙谷已成没落之姿 却也是一方超级大势力 仍有强者 有抵御 岂能容忍他人肆意妄为 刘匡义杀气腾腾而来 手握神兵 只是当他看清楚陈平平那张脸孔后 整个人都傻了 哥哥 他怎么会在这里 想起风魔演义 倒挂古城 刘匡义便头皮发麻 误会 这是误会 白医生赶紧将他拦下 指示大人 先把神兵收起来 刘匡义善善 既然是误会 那没事了 话必 他准备逃离这里 因为见到陈平平 他心中总有一股不安 道不清 说不明 陈平平微微一笑 且慢 刘匡义停下步伐 白兄 不知这位指示大人 可否算得上是自己人 陈平平问 可以 白医生点头 借一步说话 陈平平走上前 准备故技重施 用玉长风的名头 去震慑刘匡义 而后将其拐到无极宗 须知道 这位可是一位尊者啊 实力不小 刘匡义带着疑惑 与他来到一处角落 当陈平平讲述起 玉长风还活着的消息时 他整个人都呆住了 难以置信 死死地盯着陈平平 而后陈平平掏出三族先顶 以此作为证明 但刘匡义显然不太相信 这太扯淡了 先祖怎么可能还活着 他几次证明失败 已经尘归尘 土归尘 绝对不可能还活着 刘匡义深吸一口气 这三族先顶 不会是假的吧 陈平平笑着 当即运转轮回傲义 过去 将玉长风的伟岸身姿呈现出来 见此一幕 刘匡义再也无法保持平静了 是真的 先祖还活着 他曾在一部古卷中 见到玉长风的背影 魁梧而宏大 充满了庄严 刘匡义热泪盈眶 先祖在哪 我要见他 他很激动 如同白衣生一样 陈平平淡定 开始引导他 到了最后 刘匡义有点猛了 先祖的意思是 先古不能要了 故此需要重组 是的 陈平平板着脸 这是一项艰难而伟大的任务 而你作为先古武院的执事 且还是一位尊者 一 肩负重任啊 前前后后花了半个时辰 从最开始的引导 到现在的进入主题 陈平平每一步都做得很好 寻寻善用 刘匡义对此深信不疑 甚至还满怀激动的期待与先祖见面 得到先祖的指点 当即说道 既然是先祖的意思 那么这先古不带也罢 如此甚好 陈平平微笑 大长老也是从先古武院走出的 此事应当他来做主 若大长老知晓 先祖还活着 必然能带领武院离开先古 进行重组 刘匡义说道 别 陈平平抹了一把冷汗 先古局势动荡不安 谁都有可能是强敌 也有可能暴露师祖的存在 故此 通知大长老这件事情 还需要从长计议 他有点慌 这位先古的大长老 一听就知道 是一位圣境强者 与这样的人打交道 暴露的可能性很大 到了那个时候 他若要一巴掌拍死自己呢 想想就可怕 刘匡义点头 也对 罢了 先不通知大长老 嗯 此事只有你与白兄知晓 还望你们共同进退 来完成师祖的任务 陈平平点头 你去吧 刘匡义不再多言 带着激动离去 身后的陈平平微微一笑 旋即望向白一声 白兄 啊 我在 白一声回神 这乾坤静 再的 乾坤静一直在仙谷 据传 这件神兵是先祖留下来的 如今一直在遗院 他说道 遗院 是的 由遗院掌管 这 陈平平郁闷 遗院的实力如何 很强 是五大学院中 最为强大的一个地方 光是圣境强者便有五位 年轻一代的天才 更是超过了十余人 其中以书生为罪 白一声凝声说道 嗯 书生这孩子啊 陈平平露出笑意 书生能接触乾坤静吗 白一声想了想 回答 能 一人一牛走了很久很久 并未动用修行赶路 如若常人行走 臭师兄 笨蛋师兄 万恶的师兄 居然关我禁闭 他骂骂咧咧的 不时回头望向仙谷 心中依旧在期待 待我恢复实力以后 第一个镇压你 我要将你镇压在毛坑一万年 老黄 你觉得呢 老黄 你为什么不说话 光小雨满脸嫌弃 老黄 老黄 你为什么是一头牛呢 不能是一只猪吗 又或者是一只猴子 光小雨看着他 数罗掌 后者翻白眼 不愿搭理 师兄欺负我 你居然不出手帮我 哼 你放笔给他吃啊 光小雨瞪足了眼珠子 越想越气 堂堂一尊摩地 活了十万年之久 即便是自己的父母 都不曾这样对待他 猫 老黄牛冲着远处叫了一声 仿佛在道说着什么 光小雨突然停下步伐 也紧盯着这个方向 几道身影冲了过来 统一地着装 清一色的黑 他们的速度很快 转眼间来到一人一牛的跟前 问路 仙谷 围首的那人 开口 前面 光小雨指了指身后 哗啦 几人快步离去 光小雨看着他们的背影 神情却是沉了下来 摩修 人族领域中 居然会出现这种修行 他们身上有隐秘术 应该是要混入仙谷 光小雨开口 老黄牛眨了眨眼 不回去 几个跳梁小丑而已 他摇头 小师妹一巴掌 能拍死一大片 更遑论 那可是仙谷啊 南离大地上的超级大势力 可不是吃素的 咦 只是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脸色不由的大便 几个摩修弟子要寻仙谷 这里距离仙谷很近啊 完全没有必要问路 老黄 气场 光小雨急忙说道 他想起一种可怕的摩修 问摩 通过询问 从而将摩的种子 种在这个人的体内 带摩种成长以后 便能借急掌控此人 当然了 光小雨体内有原始摩神与青摩 这两尊可都是大名鼎鼎的存在 他不需要惧怕 问摩 他真正担忧的是 问摩身后的那些家伙 我们快点走 光小雨神情凝重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摩修一脉 闯入人族领域 人族制强者 居然毫无察觉 可能吗 当年他隐秘气息 想要来仙谷一关 看看玉长风那个倒霉蛋 结果蹦出几个手持地兵的家伙 也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我 还是剑圣大人 光小雨神情凝重 西荒摩修入南离 仙谷局势动荡 这是大祸 将起的征兆啊 南离大地的太平 估计要结束了 也不知道剑圣何时出关 唉 光小雨一声声轻叹 惆怅且无奈 他不是摩地了 只是一个小小的黄道修者 真要有大祸降临 他也无能未来 没办法去改变 只能静观其变 牛牛 随我闭关去 光小雨倒也洒脱 轻笑着 待我出关之日 便是镇压师兄之时 老黄牛翻白眼 一人一牛 渐行渐远 仙谷 无怨 书生震惊了 仙祖还活着 他也不想相信 因为陈平平老是忽悠他 可是陈平平掏出三族仙顶了啊 他还是摇头 结果陈平平直接上画面 虽然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 那一道巍峨的背影 还有流淌着的沉重与压抑 于古卷中所描述的一模一样 很长的时间里 他一直处于震撼的状态中 直到这一刻 才回神 你刚才所言当真 书生紧盯着他 当然 陈平平正色道 刘匡义已经开始筹划 准备挑选忠诚的弟子 进入寄灭之都 与玉长风回合 身后的白义生 也被陈平平打发了 此时此刻 院子内只剩下寥寥的几个人 书生 陈平平 江妮 子姬 陈平平诱道 书道友 虚之道 师祖派我前来先骨 而我却是第一个通知你 你可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第一个通知 意味着信任 前台词就是 我相信你 先祖也相信你 你将为以重任 肩负先祖的西翼 书生顿时激动起来 好 你等着 我马上取出乾坤镜 如此 甚好 陈平平正色 此事若成 你立刻挑选一些种子 前往寂灭之都与玉长风 师祖回合 切记 不可惊动仙谷高层 如今局势不明 谁都有可能是强敌 明白 书生一脸严肃 嗯嗯 真是个好孩子 陈平平满脸欣慰 待书生离去以后 姜妮才开口 陈师兄 我们何不 直接将三族先顶抬出来 以此震慑仙谷 顺便将其收服 你以为我不想 陈平平抖了抖眼皮 那些老家伙 心思精明得很 我真要抬出三族先顶 他们估计会第一时间出手干掉我 然后带着三族先顶 入寂灭之都 此事 他斟酌了许久 翘抢脚也有方法 老一辈那是行不通的 而且风险也很大 所以只能在年轻一代下手 让陈平平意外的是 无论是白义生 还是书生 又或者是刘匡义 他们居然对三族先顶 深信不疑 嗯 应该这样理解 这几个人很崇拜玉长风 将其当作是人生奋斗的目标 故此 在得知玉长风还活着的消息后 便失去了思考与理智 陈平平开口 先把这些优秀的年轻种子挖过去 能带走多少是多少 不着急 时间很长 总有办法去处理 要知道 玉长风还在自己的手中呢 另外一遍 在行动前 白义生找上刘匡义 刘执事 你觉得此事靠谱吗 他冷静了不少 仔细分析过陈平平的言语 与吉他带来的三族仙顶 虽然确定三族仙顶 是玉长风的神兵 但玉长风是否还活着 与三族仙顶完全没有关联 如果信了陈平平 意味着他们要背叛仙谷 此事 很大 刘匡义笑了笑 看着他 白师直 如今的武院 已经不同往常了 他隐隐能猜测出 仙谷高层的布局 毕竟上面 还有一个自己人 大长老 而他也相信 白义生能察觉到出来 新生大赛 便是他们出手的时间 届时 武院该如何抵挡四个学院的围杀 剑胜如今又是什么状态 是否安好 能否出关 仔细想想这些问题 武院的确应该考虑一下退路了 白义生脸色一僵 陈平平应该不会骗我们 事关重大 所以 我们没有时间去考虑 如果是真的 很好 背叛仙谷的是他们 如果是假的 也罢 就当为武院某一条生路吧 刘匡义笑着 你还年轻 是的 白义生还年轻 要走的路很长 他不应该被埋没在这里才对 刘匡义接着说道 我相信他 先祖一定还活着 而我们将会成为第一个见到先祖的人 说着说着 他便开始激动起来 三个理由 第一 三族先鼎 的确是玉长风的神兵 当年随着他一同消失 第二 那一道伟安背影 是玉长风无疑 陈平平没办法伪装一尊准地镜 第三 无极忠入主寂灭之都 此事太诡异了 可如今陈平平手握三族先鼎来到这里 他们顿时明白了所有 玉长风还活着 如果没有他的存在 无极忠是不可能入寂灭之都的 错不了 书生也是这样想 回到住处后 他当即取消了接下来的行动 也就是暗中布局 暴露光小雨 与自己身份 斩杀陈平平一事 连成玉愣住 取消 没错 赶紧让长者回来 书生说道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情报有误 书生看着他 好了 此事莫要再提 我要去干大事了 拿出乾坤镜 挑选一些忠诚的种子 入寂灭之都 书生幻想着 要知道 他可是陈平平第一个通知的人 意味着最信任的 若去了寂灭之都 先祖必然对自己为以重任 说不定会传下几步无敌的功法 又或者将他留在身边 教导修行 一想到这里 他忍不住激动 先祖 等我 接下来 陈平平的目光 落在二院天女的身上 这丫头可是一尊天女 虽然不太懂这个体质的寻常 但料想 肯定会很强大 如果能将她忽悠到无极宗 对于宗门成长到超级大势力 又迈进了关键性的一步 很重要 而且 仙谷医院的年轻一代 是其余寺院都无法媲美的 陈平平目光炙热 摩拳擦掌 下药吧 姜丁说道 天女太聪明了 她是不可能相信你这些鬼话的 师兄 要不直接敲晕带走 仔细歪着脑袋说 这什么屁话 陈平平板着脸 教训 我们无极宗 好歹也是名门正派 属于正经的宗门 你们怎么能有如此龌龊的思想 两女相识一眼 不语 我建议 用美男机诱惑她 陈平平咧嘴一笑 屁颠屁颠地跑了出去 不一会儿 陈平平垂头丧气地回到这里 两女问 怎样 成功了吗 她让我滚 陈平平不愤 好一个不知好歹的女人 当初在下届时 也不知道有多少女人想得到我 天女很聪慧 她认为无极宗陈平平 不会无缘无故地闯入这里 定然有阴谋才对 只是她 看不出什么端倪 连续好几天的时间 陈平平一直来这里 只是 她从未到处缘由 天女倒是好奇了 第七日 广场上 相隔数百米 中间盘坐着许许多多的年轻弟子 天女正在为他们讲述修行 阳光洒落 照耀在她的身上 淡淡的金黄色光泽 仿佛染透了那一头黑发 看起来无比的神圣与高贵 精致而无暇的脸孔 也在这一刻 变得庄严起来 远远望向这里 她便如一尊高高在上的女神般 圣洁而不可泄毒 很美 这份美丽 都快要比进温与情了 只是她太冷 陈平平喊道 天女姐姐 晚上有空一起赏月吗 又来了 所有人下意识地回头 连续好几天的时间 这个混蛋 每天都要来到这里 喊上这么一句 当真是 厚颜无耻 而关于陈平平的身份来历 也在几日前暴露出来了 她竟然就是无极宗的陈平平 整个仙谷上下 无不震惊 那个从天舞而来 入寂灭之都建立宗门的陈平平 就是她 这么年轻 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嘛 除了长得帅了一些 再看看天女的颜值 诸多仙谷年轻弟子 顿时忧心忡忡 绝配 两人在颜值上 只能用一个词语形容 但陈平平的身份地位 与极来历 甚至是修行 配不上天女 众人不愤 纷纷纷向上面反映此事 无极宗陈平平居然闯入仙谷 这是死罪 必须弄死她 然而 上面的回复是 有客来访 我们怎能怠慢 事实上 高层都在忙碌新生大赛 根本没有时间去搭理一个陈平平 唯独大长老对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直在暗中观察 更值得庆幸的是 陈平平每日都会前来邀约天女 天女皆一拒绝了 让诸多年轻弟子心中松了一口气 然而 这一次 天女回答 好 众人 连陈平平也是一愣 她居然回答 好 我的天 年轻弟子疯了 天女答应了 为什么 早些年 也不知道有多少年轻天才来到这里 长相皆很非凡 实力身份地位都有 却被天女无情拒绝 数不胜数 也有一些如同陈平平一般 厚着脸皮的 每日前来 最终还是失败离去 人们猜测 天女之所以这般冷漠 肯定是小时候发生过什么 导致她性情大变 对于男性没有任何兴趣 是的 他们坚信着这一点 也认为 没有人可以从仙谷手中 抢走他们的女神 如果有 那个人一定是仙谷内部的年轻天才 不曾想 一个来自于下界的家伙 在坚持了好几天以后 成功打动天女 这不是真的 这肯定是在做梦 哈哈 陈平平大笑 晚上见 话必 她直接转身离去 不一会儿 她来到一间小院 一位白发老者 勾搂着身子 正在打扫庭院中的落叶 听到有脚步声靠近 她下意识地提起头 陈平平笑容灿烂 大步走来 老者挑眉 你笑了 两人在几日前结识 相谈甚欢 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当得知陈平平厚颜无耻的邀约天女时 老者几次摇头 并且放言说 她根本不可能成功 天女什么性子 她最清楚不过 所以前几次 陈平平都是垂头丧气来到这里 与她一顿抱怨 说什么天女不识好歹 天女眼瞎 全天下最优秀的年轻人就在这里 她居然都拒绝 老者微微一笑 对她的兴趣愈发的大了 也好奇这个家伙闯入仙谷 当真是为了天女而来 可她现在却在笑 这让老者有种不好的预感 她答应了 陈平平咧嘴 哼 什么高高在上的女神 圣洁无瑕 不会动繁星 那都是扯淡 再如何高大上的仙女 不也是女人 在本公子不懈的努力之下 终于倚靠 颜值打动天女 她答应与我约会了 就在晚上 陈平平傲然 很是得意 老者嘴角抽搐 心中却是纳闷起来了 不应该啊 谷国 心海的年轻天才 也不知道来了多少 天女愣是一个都看不上 说她冷漠吧 她也只是一个女人 说她眼光高吧 人家也是超级大势力的 神体不乏 长相上等 完全不属于你天女 她怎么就看上这么一个玩意 老者很好奇 你做了什么 也没做什么啊 陈平平怂怂间 每天喊一句 就这 对 没了 还需要什么 陈平平恶人 没有弹琴 没有吟诗 没有展现你的才华 没有哭得死去活来 也没有一束鲜花 哦 是我老了 老者叹道 她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人喜欢一个人 那么 就算那个人什么也不做 她也会喜欢 如果她不喜欢这个人 即便这个人拿来了天道神兵 也无法撼动她的心 天女这么快答应陈平平 或许是因为她看到了陈平平与众不同的一面 又或许 陈平平给天女与常人不同的感受吧 哎 老者心中悲凉 仙谷也不乏有年轻天才 怎么就入了不天女的法眼 陈平平得意 本公子要颜值 有颜值 要实力有实力 天女会喜欢我 那是很正常的 老者翻白眼 你向来都这么吹牛的吗 嘿嘿 陈平平突然凑上前 你想不想知道 天女为何答应我 为何 老者一愣 这里面还有影情 好奇 陈平平开口 何以见得 你想一下 我是谁 陈平平 我来自哪里 吴吉宗 天舞 没错 陈平平眯起视线 吴吉宗 天舞 陈平平 这一层身份来历 与很多人而言 便如毛坑里走出来的家伙 一如泥泥中挣扎的生灵 如此的不堪 他凭什么获得天女的喜欢 自然是不可能 那么天女为何要答应他 好奇 他这么一想 老者恍然大悟 也想起了自己来到这里的目的 也不是好奇吗 这个混蛋 为何要入仙谷 他堂堂大长老 隐瞒身份来到这里 与他接触多日 仍然看不出所以然 好奇什么 老者觉得 真相距离他不远了 墓地啊 陈平平耸耸肩 玉长风你知道吗 仙谷仙族 那是我师祖 陈平平眨着眼 在他说这句话的同时 他也在暗中观察老者的表情反应 这句话 也算是试探 老者脸色一僵 道有 你又吹牛了 陈平平与老者接触了好几日 聊得不错 觉得他为人还可以 准备试探一番 如果可行的话 便将他引渡到吴吉宗 如今 第一次试探 倘若老者皱眉 又或者动怒 他便会放弃这个想法 不过 观老者的表情 还有说话的语气 陈平平确定了一点 他与仙谷的感情不深 对仙谷的忠诚不大 陈平平笑着 我可没有吹牛 欲长风便是我的师祖 这一次 我奉命前来 就是为了仙谷而来 老者愕然 所以 你准备帮助仙谷 度过这一次的大劫 不 他摇头 师祖的意思是 仙谷废了 要让我引渡一些仙谷的好苗子 入吴吉宗 哦 听到这里 大长老笑了 原来是来挖墙脚的呀 陈平平翻白眼 什么挖墙脚 我这叫引渡 不对 我是奉师祖之命前来的 仙谷虽然废了 但还有吴吉宗 这就是挖墙脚 老者看着他 不是 你不会成功的 老者吃笑 虽然说 眼下的仙谷内部 的确出现分裂 远远还没有到分解的那一步 只要五院的剑圣大人还活着 他们便不敢乱来 所以 你注定会失败 他总有明白陈平平的来意了 吴吉宗需要发展 首先要解决人这个问题 所以 陈平平来仙谷挖墙脚 要知道 仙谷可是一方超级大势力 年轻天才 不计其数 随便挖一两个过去 对于吴吉宗的发展 都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嗯 合情合脸 他拍了拍陈平平的肩膀 笑道 那你加油 你不信我 陈平平黑着脸 我谢 老者忍住笑意 可是 你在笑 没有 我是为了你伟大的计划 而由衷地露出灿烂的笑容 说着 老者咧嘴一笑 好假 陈平平满脸黑线 哼的一声 转身离去 聊不下去了 这老头压根不相信他 也对 从本质上来说 他的确是来仙谷挖墙脚的 可那又如何 陈平平有自信 无极宗能留下他们 庭院中 待陈平平离去以后 天女来到这里 清语 见过大长老 那混蛋小子 一脸得意地来到这里 说你已经答应他了 大长老抖了抖眼皮 是 为什么 我想弄清楚他的来意 不用了 大长老说道 他刚刚说了 他是来挖墙脚的 准备在仙谷挑选一些年轻的种子 带入无极宗 天女嘴角一抽 一个仙谷 一个无极宗 只要不是眼瞎 不是智障 都知道该如何选择 谁会入无极宗 那不是搞笑吗 大长老叹道 他的列表中 应该有你 天女垂下眼帘 默不作声 这混蛋小子 还真敢下手 大长老骂道 晚上 你随便应付一下 把他轰走算了 陈平平若是对寻常的弟子下手 他还不至于要将陈平平轰走 可是 这混蛋的目的是天女 若叶 残月高挂 洒落下丝丝缕缕的银色光泽 尽管并不明亮 却也能照亮一些山顶 一道白衣身影 踩踏着长空走来 长裙在冷风中摇摇叶叶 远远望向这里 空灵若仙 天女来了 当他得知陈平平的真实目的 心中的好奇非凡 没有消散下去 反而愈发的好奇 来仙谷挖墙脚 则则 这人得多蠢 才能干得出来 整个南离大地 都没有人敢想的 他很好奇 陈平平准备如何说服自己 不一会儿 陈平平来到这里 咧嘴一笑 天女姐姐 晚上好 你几次邀约我 可有什么事 天女直接进入主题 心中却在笑 来吧 赶紧说服我 我倒要看看 你如何说 当然是 赏月啊 陈平平走到他一旁 与他并肩而立 注视着高空中的残月 悬疾深吸一口气 笑道 我帅吗 沉默就代表你也认同 陈平平笑着 哦 对了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种奇特的修行吗 什么修行 气 气 是的 这类修行很奇特 没有灵气波动 所以通常无法察觉 哪怕他无声无息地靠近你 陈平平说道 什么意思 天女皱眉 扑通 身后 仔细运气 直接一棒子砸了下来 天女就此晕厥过去 他笑嘻嘻地说道 师兄 怎么样 我表现好不好 练气是很特殊 在人族的修行当中 几乎见不到 一旦隐匿气息波动 尊者之境 也没办法察觉 而且 这种气能轻易破开 一位强者的防御 当真是 杀人放火 打架结社的好本领 陈平平微微一笑 小师妹 须知修行是没有尽头 你切记 不可骄傲 一定要孜孜不倦地努力 好的 师兄 我一定会努力的 子鸡如小鸡卓米般点头 陈平平从天女身上拿走天书 而后给他布置了18层封印 这才丢入毛球体内 当然不是给他吞噬 只是借助毛球的体内世界 短暂存放天女的躯体而已 做完这一切 他才转身 注视着下方的仙谷 笑意很浓 小师妹 准备好了吗 嗯 师兄 我准备好了 子鸡回应 行动 待在仙谷这么多天 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 他已经打听清楚 五大学院中的年轻天才 都有谁谁谁 医院 有书生去处理 问题不大 五院 也有白医生与刘匡义 那么只剩下二 三 四院 所以 他今天晚上的目标 就是这三个学院 以他的境界实力 再加上子鸡的练气 和毛球的吞噬大事件 哪怕要抢走整个仙谷的年轻一代 也不是问题 但他不想那样做 一来 可能会惊动仙谷高层 二来 不需要太多的人数 挑选一些年轻天才即可 陈平平目入金光 带着子鸡与毛球 混入年轻一代的住处 开启了猎杀时刻 这一夜 很平静 唯独不平静的是大长老 他端坐在倒台上 眼皮不时抖动 显得心神不宁 难道 那些家伙 要提前动手了吗 在吴极宗全体成员努力修行时 在陈平平为吴极宗成为超级大势力而奋斗时 在玉长风忽悠土鸡想要拿下吴极宗时 在土鸡为了套玉长风化时 一座安详而宁静的小镇迎来了几名摩修 他们来自于遥远的西荒 奋问摩家族之命前来 寻找传说中坠入人间的摩种 一路寻觅于此 入过星海 也入过谷国 抵达仙谷 不过一番寻找 才发现摩种已经远去 最后才踏入这座小镇 一名黑色素衣的中年男子 手握星盘 不断地进行推算 摩种的确在这里 公子还有多日可抵达 很快 身后传来声音 首领大人 需要布阵吗 一人问 不 手握星盘的男子摇头 这里是人族领域 距离仙谷很近 我们若是布阵 难免会惊动仙谷高层 先找到摩种 待公子来到以后再行动 一共有七人 皆是问摩家族的摩修强者 此行任务是寻找摩种 帮助公子拿下 并且将其融合 幻养体内的一尊天摩 若成 公子正到摩地指日可待 故此 问摩家族格外重视 小镇南边 一间幽静的院子中 老黄牛抬起头 叫了一声 广小雨点头 知道了 画壁 他垂下眼帘 显得忧心忡忡 问摩家族的摩修 跟着他来到了这座小镇 他们最终的目的 应该是自己 虽然他不惧怕 可是 如果身份暴露了 他就不能待在南里大地了 老黄 你说 剑圣真的有办法进行画魔吗 他歪着脑袋问 老黄不语 他都闭关这么多天了 何时才能出关 光小雨探道 如果剑圣成功了 是不是意味着 我也可以留在人族领域了呀 我不想走 但我现在好弱 一旦暴露 就意味着必须离开这里 我可不想离开师兄 他抖了抖弯弯的睫毛 轻笑着 我这一身衣裙怎么样 好看吗 他与子姬一样 仿佛是个长不大的小丫头 唯一的区别在于 子姬停留在十一二岁左右 而他则是二十出头 样貌 身材皆是如此 面容清秀 身材鲜细 往常不打扮的时候 普普通通 看起来没什么 可若是打扮起来 穿上一袭长裙 便有了公主凌晨的感觉 老黄牛点了点头 他笑容依旧 玄机拿出木剑 当年 师兄给我一柄木剑 叮嘱我不能真的剑 我并不明白为什么 后来才知晓 剑 是杀戮 是杀星 一旦用的多了 必然会引起心魔反噬 陈平平的本意 便是保护他 故此给了这柄木剑 想要他以此为约束 当然了 此木剑非比寻常 而是天道神兵原材料 玲珑木 这些年光小雨仔细研究 发掘玲珑木中的 一则大秘密 它还有生机 这意味着 它可以化形 玲珑朽木 非朽木 光小雨清雨 天道神兵的原材料 一旦诞生灵质 出现化形的征兆 也就意味着神体诞生 我不需要任何锻造 它便能成长到地兵级别 这是前所未有的 他很震惊 但他从未提及此事 朽木化形 牵涉太多太多 其中便有天道因果 孟 老黄牛又叫了一声 光小雨侧目过去 我不会丢的 他可是师兄送给我的礼物 我会一直珍藏 文言 老黄牛着急 你放心 即便朽木化形 我也不会有事 光小雨很自信 他要走到那一步 还需要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 一段漫长的路 到了那个时候 他或许已经成帝 光小雨唯一担忧的是 接下来出现的问魔 倘若他们太过强大 自己可能会暴露很多底牌 如果那些老家伙 也出现在这里 他 又或者是老黄牛 甚至是师兄都将不敌 这才是致命的 梦 老黄牛抖着身躯 我不许你这么说师兄 他让我离开仙谷 前往此地闭关 肯定有他的缘由 光小雨摇头 而且即便我身在仙谷 问魔一脉的人想要杀我 仙谷是拦不住的 那一脉太强太强 光是问 人族大地上便没有几人可以承受 院子内安静下来了 一人一牛 谁也没有说话 也不知道从哪吹来的清风 飘落下几片枯叶 卷起沙尘 门外走来一道身影 很年轻 一袭青色长袍 见眉心目 笑起来的时候很儒雅 也很温和 他走到院子跟前 询问 请问 我能进来喝一口水吗 光小雨撑开眼帘 静静地看着他 并未言语 手中的木剑 却是紧了紧 果然是魔种 连我的话都不敢见 年轻人笑了 让我猜猜 到底是那一位天魔大人的魔种 原始魔神 还是青魔 他查阅过很多古籍记载 只有两位天魔大人坠入下界 一位原始魔神 另外一位便是青魔 光小雨很平静 听闻天魔大人的魔种 通晓天魔傲义 是天魔大人的生命延伸 也不知道 你现在醒了几分 朱门廷倾笑 他一直在说话 试图引导光小雨 可光小雨很聪明 不与他言语 这让朱门廷有些傲懊 问魔的傲义就是问 但对方一句话都不说 他这位问魔家族的年轻天才 当真是无计可施 罢了 罢了 朱门廷推门而入 新狮子说 你将会在仙谷历劫 可是 你居然出现在仙谷之外 我很好奇 是谁改变了你的位置 这句话让光小雨恍然大悟 心中对陈平平的崇拜 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师兄这也能算出来 牛逼 牛逼 诶 也不知道师兄是否算到 我这场浩劫还未结束呢 他如是地想着 没别的意思 单纯地好奇 随着朱门廷踏入院子 整个院子仿佛与外界相隔 有一层淡淡的力量 笼罩着这里 不是魔器 光小雨愣住了 你还不想与我交谈吗 朱门廷轻笑 星辰之力 光小雨似而非笑地看着他 没想到 问魔家族的人 居然修行了星辰之力 看来 你们与星海勾搭到一起了呀 不是勾搭 而是结盟 朱门廷很干脆 所以 你们准备横扫南离了 不 朱门廷摇头 我们问魔对南离大地毫无兴趣 那是星海的梦想 我们意在御长风 星狮子说过 一旦找到魔种 也就意味着御长风将会重新出现 他还活着 他手中有一口谷顶是我们的目标 朱门廷笑着 那口谷顶来自一个古老的皇朝 代表着那个皇朝的大气域 曾有一口谷顶被埋在九天的大地之下 汇聚了那个古老皇朝的念礼 最终形成大气域 可惜的是 这口谷顶直到皇朝覆灭时 也未能如愿出世 有强者推测 若古顶问世 打出皇朝大气域 应该能挡住那场可怕的浩劫 当然了 这仅仅是一种推测 皇朝覆灭以后 古顶也跟着消失了 漫长的岁月中 许多人一直在寻找 皆为国 直到这个时代降临 西荒大地上 一位强大的新狮子横空出去 推算出古顶最终的位置 被御长风所持 也是他看到了 坠入人间的魔种 不过新狮子还有一番话 那个古老的皇朝要复苏了 当时他在颤抖 面容惨白 目光流露出恐惧 仿佛看到了可怕的画面 问魔一脉行动前 新狮子仍然叮嘱 不可 谁也不知道 不可二字 意义为何 是不可前行 还是不可触解 又或者是 不可而为 倘若他们 不知道也就罢了 可现在知晓古顶所在 问魔一脉 又岂能甘心 至于新狮子的叮嘱 他们也只是一笑而过 因为魔修不怕死 朱门廷很好奇 新狮子口中的不可 他认为有两个可能 不可触及谷顶 不可触及魔种 摇摇头 抛开那些乱七八糟的思绪 他轻笑道 你了解魔修吗 笑话 老娘可是魔帝 光小雨撇着嘴角 是不是我说得越多 死得越快 不 朱门廷开口 我现在还不想杀你 我只想知道 新狮子口中的不可 为什么不问清楚一点 问不了 为什么 那个混蛋死了 朱门廷怂怂间 颇为无奈 西荒大地上 最为天才的新狮子 在推算出 谷顶与魔种后 被天道浩劫活活劈死 场面很吓人 围观的魔修 都被吓傻了 朱门廷似乎想到了什么 又到 临行前 他到处不可二字 天道浩劫就劈下来了 我亲眼目睹 活该 光小雨骂道 事实上 问魔一脉的高层 也很郁闷 新狮子要么不说 苟着就行 要么快刀斩乱麻 直接把话说完再死 可他偏偏 只留下两个字 让无数问魔一难评啊 朱门廷一声轻叹 我注意到你手中的木剑 从我还未踏入院子以前 你一直握着它 怎么 你是觉得 一柄木剑便能杀我 没有啊 光小雨正色 这是我唯一的武器了 说起来不怕你笑话 我施门规矩严苛 不允许我使用兵器 所以给我了这么一柄木剑 光小雨吐出一口气 不过她的语气中 全然没有抱怨的意思 反而露出淡淡的幸福笑意 好像一柄木剑 便是天大的恩赐 看得住门廷一愣一愣的 心想 这是什么破施门 当然了 她若是知晓光小雨手中的是玲珑木 若是知晓玲珑木正在画形 开启了属于自己的灵质 便不会有这种想法了 这也叫见鬼 什么师门这要牛逼 光小雨继续说道 如果你们太强 我就不得不动用木剑了 现在看来不需要 朱门廷脸色一黑 你的意思是 我太弱 对 她点头 可是 我身后还有七位强大的问魔 一群渣渣而已 说这句话的时候 她不经意地瞟了一眼老黄 如此说来 你早已意料到问魔出现 故此来到这里 不下大局 朱门廷背脊发凉 可是她一番感知 院子四周平平 并没有动过手脚的意思 古镇外也是如此 连个强大的修饰都没有 何来不局 光小雨一脸春心荡漾地说道 不是我意料到 是我师兄 顿了顿 她接着说道 倘若我身在仙谷 你们便会有无限的可能 因为我没办法暴露 不过我身在古镇 即便是暴露了 也没关系 为何 她想不出缘由 身在仙谷的光小雨 问魔一脉即便寻到她 恐怕也不敢出手吧 毕竟那是仙谷 一方超级大势力 门中还有十多位强大的圣经强者 可她却说 身在古镇 远比在仙谷还要安全 难解 我师兄今天伟弟 料事如神 又是人世间最帅的男子 他早已推算出这一切 知晓我会有一场浩劫 想必 也早已安排好后续 为我解开这场劫难 光小雨轻笑 我现在才知道师兄的用心良苦 朱门廷 他感觉光小雨说得很有道理 却又感觉哪里不对劲 一旁的老黄牛不断地翻白眼 心想 那个混蛋小子 是不可能想这么多的 门外 一位问魔玉们 大哥 他说 我们是渣渣 不要冲动 公子正在施展问魔术 一切都在公子的掌控之中 为首的男子 瞟了他一眼 光小雨浅笑 撩了一下秀发 又将手中的木剑收了起来 此前的焦虑与慌乱 全然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自信 不是对魔帝重生的自信 而是对陈平平的盲目自信 他认为师兄让他离开仙谷 必然是推算到了这场浩劫 故此 李英也安排好了一切 如此一来 他又何须担忧呢 果然 师兄是爱我的 瞬息间 甜蜜感充斥着他整个人 聊吧 你想聊什么 光小雨看着他 你 师门不是仙谷 自然不是 你不是说我是魔种吗 仙谷身为人族的超级大势力 怎么可能收下一个魔种 光小雨淡然 可你为何在仙谷 说来话长 光小雨露出灿烂的笑容 这件事情 还得从二十年前说起 算了 我不想听了 你不是问魔吗 你不是在施展问魔术吗 你怎么能不听 你得和我交流 你问我 又或者我讲 你听 你这样不与我言谈 是不合格的问魔啊 光小雨牢牢叨叨 碎碎念着 二十年太长 那就从十年前说起 我错了 出门庭出现 心想 我问魔一脉的大魔修 都没这么啰嗦 一个夜晚 改变了两个势力的命运 仙谷因此而一蹶不振 无极中因此而崛起 当然 这是后话 不信邪的仙谷大长老 依旧在信心满满地等待着天女的回应 不曾想 两日过去 依旧没有天女的讯息 一院 二院 三院 四院的高层汇聚在一起 准备商讨新生大赛的行动 这时 一个中年男子脸色苍白 慌慌张张地跑到这里 不见了 什么不见了 人不见了 他颤声 四大学院的新生弟子 也就是参赛的那一部分年轻天才 包括一些年长的 就在这两日的时间里 凭空消失 在场之人 无不脸色大变 谁干的 他们人呢 发生了什么 另外一边 仙谷大长老也得到消息 眼皮一抖 差点要吐血 你说什么 下方之人回答 人都不见了 刘匡义呢 大长老员瞪着怒目 也不见了 白一声呢 一瞬间 大长老怒火燃烧 他想起陈平平那个混蛋 说要来仙谷选人 当时他还不相信 对此嗤之以鼻 不曾想 是真的 这个混蛋从仙谷武院 带走了一群年轻天才 不仅如此 连同刘匡义 白一声 天女 也一并消失 该死啊 他还真敢这样做 大长老脸色沉得可怕 此事 暂时不要外传 新生大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下方的男子几乎要哭了 大长老 一院 二院 三院 四院的年轻天才都 大长老 仙谷武大学院的年轻天才 无不遭劫 都被陈平平打包带走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接下来的新生大赛 恐怕没人参与了 对于五月而言 是一则好消息 但对于仙谷 却很糟糕 大长老脸色僵硬走来 道出了真相与凶手 仙谷高层 勃然大怒 封锁消息 不要外传 他们达成一致 决定讨伐无极宗 不 直接横推无极宗 抹出这个该死宗门 数万年过去了 即便仙谷再如何的不堪 也没有人敢挖仙谷的墙角 还在他们眼皮底下 众目睽睽 行如此苟且之事 当真是 不要脸了 一位直视突然开口 那无极宗陈平平 当真有如此了得的本领 竟能无声无息地 带走我仙谷这么多年轻天才 他不太相信 觉得此事有蹊跷 此言一出 众人纷纷望向大长老 刚才得到消息的时候 一个个都梦了 听到大长老口中的凶手与真相 他们怒火燃烧 可如今冷静下来 仔细想想 好像也对 无极宗陈平平 不就是一个黄道之境的家伙吗 他有什么能力 在十多名圣境强者的眼皮底下 带走仙谷一群年轻天才 有猫腻 呵呵 二院长冷笑 这该不会是五院的自导自演吧 若是陈平平在这里 见此一幕 定然会很欣慰 仙谷果然要分裂了 还好我陈某人机智 帮助仙谷加速分裂 好让他们不那么痛苦 寂灭之都 深处 毛球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小世界 将一群仙谷的年轻天才放出来 随后江妮又找来了李奇 叮嘱道 他们都是仙谷的年轻天才 你师尊说了 你的任务就是将他们变成无极踪的人 李奇微微张口 有点猛 师尊不是去执行玉长风前辈的任务了吗 为什么突然带回这么多仙谷的天才 他到底干了什么 叮嘱完他以后 江妮又带着毛球 开辟了另外一个小世界 随后带着白义生 刘匡义 以及书生等人踏入这里 双方见面顿时大眼瞪小眼 回想起陈平平那些扯淡的话 我只通知你 你是第一个知晓的人 也是我陈平平最信任的人 你将会为以重任 肩负起仙谷的传承 不要辜负师祖的厚望啊 说的那叫一个生情并茂 结果来了以后 除了自己以外 还有一群人 吸了你的鞋 书生脸色僵硬 白义生也沉着脸 他想起来了 在他离去的时候 书生仍然滞留五月 冷静 既然我们都做出了相同的选择 那么也意味着 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刘匡义打圆场 陈平平呢 书生咬牙切齿 望向不远处的姜妮 他外出了 姜妮回答 仙祖在哪 白义生开口 什么意思 等陈师兄回来 姜妮吐出一口气 这里不是无极宗吧 书生打量了一会儿 说道 哦 姜妮眨了眨眼 笑着 不是呀 什么意思 书生微怒 本公子背叛了仙谷 跟着他来到这里 结果没有资格入无极宗 没有资格见仙祖吗 白义生也是一脸不善 当然了 入不入无极宗 他们倒是无所谓 主要是见玉长风 哎 刘匡义也想打圆场 但陈平平的做法 实在是有些过分 他们是为了仙祖而来的 结果 背叛仙谷后 连仙祖的影子都见不到 这样可不行 姜妮皱眉 回想起陈平平的叮嘱 他们若是闹起来 你尽量安抚 如果没办法安抚 那就自行处理 可是 如何自行处理 这个问题 值得深思 思索片刻 姜妮说道 你们要是打得过小师姐 我就让你们入无极宗啊 谁是小师姐 刘匡义愕然 听这个称呼 感觉这个人很小很小 顶多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丫头 仔细小师姐 她正色道 扑痴 书生一脸不可置信 无极宗没人了吗 她又气又好笑 气的是陈平平这个混蛋 居然给他们设下如此规矩 好笑的是 这个规矩真他喵简单 感觉像是在羞辱他们一样 打败子姬 就那个十一二岁的小丫头 这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吗 陈平平的意思 还是你的意思 白一声皱眉 我的 她很认真地说道 确定是子姬 是的 不能动用作气 她知道子姬那头老黄牛 还有那只小黑狗 绝非寻常生灵 若这丫头抱着两个宠物出战 不用打了 因为她曾亲眼目睹子姬 牵着老黄牛 追着远古凶兽跑 那画面到现在都触目惊心 可如果不抱着宠物出战的话 子姬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啊 不用 姜妮说道 换个人吧 白一生神情不太好 她太小了 而且也是我师妹 我不好下手 可是 只有小师姐是最弱的了 她歪着脑袋说道 三人 在姜妮的理解中 清风几人 陈平平应该是年轻一代 无敌的存在 而且她大概不会出手 光小宇是一位魔修 底蕴深厚 实力强大 让她出手也不太好 更遑论 她现在被关禁闭 李奇尚且年幼 与他们不同一代 如此一来 就剩下一个最弱的子姬 莫师兄曾经说过 永远不要断绝一个人的念想 否则将会给自己带来后患 她时刻谨记 故此 在思考片刻后 决定让子姬 充当这场战斗的守护者 因为她最弱 既能挡住白一生 书生 刘邝亦等人的念想 又能给予他们希望 姑娘 你是在羞辱我等吗 书生不愤 一想起被陈平平忽悠的那段日子 再想想现在的局面 她差点没忍住拔剑 先干掉姜妮 再干掉陈平平那个该死的混蛋 怎么会呢 姜妮愕然 满脸的不解 心想 子姬出战 有什么不对吗 让光小雨出手 你们还有机会 唉 刘邝亦叹道 还是让陈平平回来吧 姜妮开口 好吧 她没有坚持下去了 意义不大 这时 人群中响起一道惊呼声 天女 你怎么会在这里 人群身后 天女才刚刚苏醒过来 一袭薄薄的长裙遮掩躯体 毫无规律 看起来有种凌乱的美 长发亦是如此 沾染了一些泥土与杂草 精致的面容 缺少一种血色 仿佛失去了精神 但丝毫不影响她的美丽 轻松的眼带缓缓撑开 宛若一个睡美人 她神情平静地打量着这里 你也被那个混蛋忽悠了 书生忍不住走上前 没有 天女回答简洁 那你为何在这里 我被她偷袭了 语气依旧很平静 仿佛在道说着一件 与自己无关的事情 众人一愣 她拍了拍衣裙上的污垢 又整理了一下长发中的泥土与杂草 视线落在姜妮的身上 她留不住我 姜妮有些尴尬 笑而不语 天女又道 即便现在留住我的人 也留不住我的心 陈师兄说了 留住人就可以 不需要心 姜妮开口 这混蛋 还真是无耻 一群人已经清醒了不守 什么玉长风 什么仙祖的任务 什么仙谷局势不行了 恐怕都是放屁吧 陈平平的最终目的 就是挖仙谷的墙角 看着他们那一张张气愤的脸孔 姜妮还是忍不住解释了一句 要不了多久 仙谷将会移为平地 陈师兄是在救你们 她没有说谎 天象之体不会说谎 如此说来 我还要感谢她 天女轻声 可能 姜妮想了想 回答两个字 这时 书生也开口 仙祖玉长风还活着的消息 也是假的 姜妮摇头 不 这是真的 不过眼下你们仙祖状态不好 所以陈师兄没有安排你们见面 其次 吴吉宗内部空虚 防守力量薄弱 你们当中若有几个有心人 恐怕吴吉宗都会遭解 听到这个回答 在场之人 除了天女以外 一下子沉默了 因为天女是被打晕带过来的 而他们则是跟随 玉长风的影子 来到这里 等若背叛了仙姑 倘若玉长风活着的消息是假的 那么他们 很有可能会崩溃 姜妮的回答 还算是让他们满意 只是后面那些话 一位年轻弟子忍不住吐槽 吴吉宗内部空虚 是无人吗 听闻吴吉宗来自天舞 实力最强不过黄道之境 这是真的吗 才黄道之境 你们为何能够在 寂灭之都内立足 吴吉宗当真是受了 玉长风先祖的庇佑吗 他们的问题很多 内心充满了疑惑 不过总结起来也就两点 吴吉宗现在什么情况 玉长风先祖 何时能见他们 姜妮紧皱眉头 反应很慢 她刚刚想出前面几个问题的答案 准备回答 却被后面的问题打乱了 不要吵了 天女几步走来 哗啦 瞬息间 整个场面因此而安静 所有人的视线 都落在天女的身上 天女看着姜妮 询问 你刚才说 只要打败子姬 便能入无集宗 也能见玉长风先祖 可是真的 姜妮点头 是的 让她来 天女淡漠 此言一出 场面中的气氛更为静谜了 他们与天女不同 他们是追随玉长风而来的 不是因为陈平平 而天女则是被偷袭打晕带过来的 面对子姬那样小的一个丫头 他们于心不忍 也不好下手 不过天女可以 姜妮点点头 好 花壁 她挥了挥手 肩膀上的毛球心不甘情不愿地跑了出去 这小生灵有问题 居然能够无视寂灭之毒中的三种可怕力量 有人低语 无集宗也有问题 这里仿佛被隔绝了 是先祖所为吗 当然 除了先祖 谁还有这样的能力 早有人注意到这里的诡异 再加上姜妮刚才的肯定 他们愈发的坚信 玉长风先祖还活着 只是陈平平的做法 让他们不舒服 时间不长 毛球带着子姬来到这里 小师姐 她要挑战你 姜妮指了指天女 哎呀 子姬有些意外 二院的天女姐姐 天女慕然 这时 白一声开口 小师妹 不要听她胡说 天女根本没有挑战你 这一切都是 这个姓姜的丫头在乱来 你可以拒绝 终究是师兄妹一场 她不忍 让子姬为难 更不想看着天女揍子姬 子姬哦的一声 兴致饶饶地打量起天女 而她这个神情 则让众人愣住了 看她的表情 居然还有蠢蠢欲动的意思 怎么 她是觉得 自己打得过天女 开什么玩笑 白一声吐血 冷静一点 小师妹 我知道的 多谢白师兄关心 子姬笑着 知道就好 天女可是先古年轻一代中的志强者 实力强大 不容小觑 你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白一声无奈 这姓姜的丫头在乱来 一方面不让她们入无极踪 不让她们见玉长风仙祖 可另外一方面 又让子姬出战 这不明显是在给她们机会吗 怎么想的 说实话 在场之人也蠢蠢欲动 只要打败子姬 便能见到仙祖玉长风了 没人能保持平静 师兄会观战吗 子姬望向江妮 嗯 江妮想了想 应该会吧 那我就放心了 子姬笑嘻嘻地说道 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嗯 必要是留守 不要伤及性命 江妮叮嘱 好 去吧 江妮笑了笑 良女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 完全忽略了众人 也忽略了天女 听她们的意思是 子姬能打败天女 这什么屁话 她们怎么想的 根本不可能 天女可是先古年轻一代中的至强者 竟借毅立在尊者五重天 实力强大 一身的底蕴 与其强大的修行之法 自修行到现在 未曾一败 早些年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前来挑战她 皆以失败告终 结果 你让子姬出战天女 她们有点猛 江妮没有见过 子姬急进爆发的时刻 过此 不太了解她真正的战斗力 与其境界 不过她认为 子姬是拥有非凡力量的 而且 她见过陈萍萍的底蕴 也就是那一大堆修行资源 灵丹 灵药 神兵 修行法等等 想来子姬 作为她最讨喜的一位小师妹之一 这些底蕴 自然不会缺少 再加上子姬本身非凡的力量 她能输给天女的概率很低 当然了 即便输了也无所谓 反正现在她做主 大不了带着天女 入无集中 短暂的几个呼吸间 江妮全横立弊 心中已然有了答案 白一生 书生 流筐一等人 也不再多言 他们也想 也渴望 过此想看看 天女打破这一道规矩后 是否真的能见到先祖 至于子姬的安危 天女不至于下死手吧 天女姐姐 请 子姬带着笑意走出 你还小 又我不在一个时代 但你作为这一道规矩的守护者 我必须出手 天女开口 当然 如果你后悔了 现在就可以退出战场 不后悔 她依旧笑着 十一二岁的身影 静静地屹立在战场中 看起来如此的渺小与脆弱 好似星辰大海中的一缕尘埃 并不起眼 但她脸上的笑容很浓 没有人知道 她到底在笑什么 脑子有病 还是什么 当然是因为 她终于可以好好地表现了 修行多年 从未真正地出手 她一直仅遵陈平平地叮嘱 低调低调低调 可如今 不同 师兄在观战 子姬越想越兴奋 突然 一个迈步上前 身后涌起了一股狂风 密集的气从体内爆发 手中明明没有兵器 却斩出了灵力的一道剑芒 气 化形 没有神芒 也没有境界波动 只有一股特殊的力量 一切的一切 看起来如此的诡异 但气喷涌出来的那一刻 笼罩着整个战场 竟然形成一个可怕的领域 刹那间 将天女整个人禁锢于此 由气凝聚出来的刀 如数斩入她的体内 扑驰声跟着响起 一道道烟红的鲜血流淌出来 众人发呆 将妮儿呼吸一致 连同天女也都猛了 刚才 发生了什么 为何她突然 与天地间失去了联系 天女姐姐 你怎么不出手 子鸡问 我能出手 天女身子僵硬 面无表情 嘴角抽了抽 沉默不语 这丫头 好可怕 那是什么力量 为何 她没办法感知出来 她没有境界吗 气 缓缓散去 如同阴霾遮住的大地 突然间放晴 那一抹沉重的压抑 也在这一刻消散 天女吐出一口气 神情变得凝重了不少 我来了 子鸡又到 依旧是气 密集爆发 铺天盖地地涌入这里 再次进步战场 封锁天地 将天女隔绝开来 天女脸色大变 与天地相隔 她作为天女的优势 完全没办法发挥了 无从调动天地之力 甚至连自身的境界都无法运转 该死 发生了什么 这小丫头有问题 刚想要运转本命神兵 气所凝聚的杀戮 一道道斩落下来 众人惊悚 天女 咦 子鸡接着说道 天女姐姐 你为何还不出手 无人作声 场面死寂 所有人都被子鸡所展现出来的战斗力 震惊到了 要知道 她对战的可是天女啊 天女是什么 一种强大的体制 一种随时都可以调动天地之力 作为力量源泉的强大存在 故此 她在战斗中几乎不会枯竭 天女还是先古年轻一代中的制强者 拥有强大的实力与极战斗力 还有诸多可怕的底蕴等等 结果面对一个小丫头 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 她们有点凌乱 你赢了 姜妮儿轻笑 啊 子鸡嘟着小嘴 这就赢了呀 天女姐姐都没有出手 她出手了 你没看见 姜妮儿说道 好了 下一位 的确是没有出手 性情耿直的子鸡并不懂其中缘由 也无法理解 天女为何没有出手 她甚至都不知道 自己无形中施展出了圣禁才有的领域 不过 子鸡清楚地知道一点 我才刚刚出手 力量都没有完全施展出来 师兄肯定没有看清楚 众人 白师兄 你来吧 我们打一架 子鸡兴奋地说道 不不不 我是你师兄 我不能和你打 打一声黑着脸 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这丫头 非凡 难道她追着远古凶兽跑 不是因为那头老黄牛 而是因为她自身 书生师兄 子鸡妄想书生 不打 她暗暗吐血 心想 连天女都压着打 根本没有机会出手 自己若是出战了 岂不是闹笑话 子鸡略带遗憾 我去找师姐玩了 毛球将她带了出去 这时 姜尼尔开口 陈师兄没有骗你们 郁长风先祖的确还活着 就在寂灭之都内 无极宗里 至于我刚才说的也是真的 不久的将来 仙谷将会有一场可怕的浩劫 这场浩劫之下 仙谷将因此而覆灭 众人不语 他们终究是从仙谷走出来的 虽然打着追随 郁长风先祖的旗帜 踏入此地 可仙谷弟子这个称呼 却不会湮灭 倘若仙谷真的遭遇浩劫 那么他们此刻的背叛 便会给自身带来沉重的愧疚感 这种愧疚会伴随着他们一生 这场浩劫 很可怕 姜妮儿轻语 你如何得知 天女问 我是天象之铁 他回答 陈萍萍从仙谷挖走了 一大堆年轻的天才 仙谷高层原本已经制定的 一系列计划 准备讨伐这个该死宗门 却不曾想到 意外发生了 有一位直视提出的关键性问题 一下子打破了这种团结 也大大的加速了仙谷内部的分裂 以至于 他们原本要讨伐吴吉宗的计划 也只能暂时搁浅 大长老当真是一口老血喷出来 数日过后 关于吴吉宗陈萍萍与仙谷的消息 也传了出去 南离大地上 各方势力的强者 年轻人 听闻以后不由地愣住了 吴吉宗陈萍萍 挖走了仙谷一代的上百名年轻天才 真的假的 他们有种身在梦中的感觉 与此时 寂灭之都深处 玉长风与土鸡勾肩搭背 相谈甚欢 皆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他感叹 凤凰妹妹 倘若数万年前有你帮我 我早已挣到 长风哥哥 别这样说 我相信 你现在也可以挣到 土鸡眨着眼 好 那就现在挣到 玉长风豪迈起来 待我收了吴吉宗 拿到乾坤镜 再借三足先顶之力 想办法脱身此地 寻得一处挣到机缘 你我兄妹二人 从此逍遥人间 嗯 长风哥哥加油 不过 眼下有个问题 那些混蛋的诡异之力 毁灭之力 与其诅咒之力 仍然死死地压着我 我还需要一件神兵 玉长风问 什么神兵 就是一幅画卷 名为河图 他笑嘻嘻地说着 早年间被吴吉带走的 哦 土鸡眉头一挑 感觉自己要套出秘星了 便问 此图有何作用 十一月的天 秋风吹过 落叶缤纷 小镇上的道路 到处都是枯叶 某一间客栈中 仙谷大长老看着陈平平 郁闷地说道 小子 你可真行 挖墙脚挖到这种程度 你是第一人 以他瞄视祖师爷 可以开辟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陈平平善善 误会 那都是他们自愿的 对对对 你说的对 大长老翻白眼 你好像受伤了 陈平平看着他 大长老摇头 先不说这个 你快告诉我 你是怎么做到的 一个黄道之境的小子 能做到这一切 他不信 所有人都不相信 仙谷可是一方超级大势力 即便在如何不堪 门中还有十多位圣境强者镇守 想要悄然无声地带走一群人 根本不可能 可偏偏陈平平做到了 跟做梦一样 大长老感叹 这小子 牛逼 自愿的 放屁 大长老瞪着他 老实交代吧 要不然 老夫斩了你 你这老头 说话怎么那么嚣张 陈平平不愤 那当然 你知道我是谁 大长老邪逆 不是仙谷扫地的吗 老夫乃仙谷的大长老 货真价实的圣境强者 你以为老夫是谁 扫地的 他微怒道 你当着老夫的面 扬言要挖仙谷的墙角 还在老夫的眼皮底下 挖走了一百多人 来来来 告诉我 你现在是否很骄傲 我去 陈平平头皮发麻 误会 前辈 这件事情 我可以解释 先别解释 大长老语气缓下来 告诉我 你是如何做到的 真的是自愿的 陈平平善善 白一生 刘匡义 书生 天女呢 偷袭 打晕 带走 你大爷的 听到这番话 大长老火冒三丈 你几乎毁掉了仙谷 就你一个人 你骄傲吗 仙谷从开创到现在 经历风风雨雨 已然数万年之久 当年 郁长风 还带着仙谷大气运政道 甚至是想让三族先顶 踏入地兵行列等等 虽然都失败了 都遭遇可怕的浩劫 可仙谷依旧坚挺 即便后来的强敌入侵 妖族杀来 摩修暗中出手 难离大地数之不尽的强敌 伺机而动 他们仙谷都艰难地熬了过来 同样这一次也是 尽管仙谷内部分裂 可在大长老眼中 算不得什么 只要剑圣还活着 他便能震慑一院二院三院四院 唯一让这位老人想不到的是 来自无集中的陈平平 一夜间 带走了一百多名年轻天才 那可都是仙谷的未来 是仙谷的种子 假以时日 他们必然会成为仙谷的绝强力量 砰 大长老一把揪起陈平平的衣巾 吐摸星子横飞 小子 我告诉你 你闯大祸了 不至于吧 陈平平冷汗直流 要不 我现在把人还给你们 呵呵 大长老深吸一口气 似乎想起了什么 将他放下来 端起桌面上的茶水 一饮而尽 说道 你用什么说服他们 玉长风 陈平平吐出三个字 嗯 文言 大长老心头一震 眼瞳皱缩 死死地盯着陈平平 玉长风 仙谷开创者 第一代仙祖 他 还活着 陈平平又道 没错 玉长风前辈还活着 就在寄灭之都中 不过他的状态不好 所以 我一不小心说漏嘴了 然后白一声 书生 刘匡义他们就嚷嚷着 要跟我走 哎 我这个人 善良啊 怎么可能不帮忙 于是虎 于是虎 你就告诉他们 仙谷的仙祖还活着 一直在寄灭之都 如今他苏醒过来了 但状态不好 需要你们的帮忙对吗 还是说 仙谷仙祖苏醒过来以后 进行推算 看到了仙谷的未来 这个势力要完蛋了 你们赶紧跑路吧 然后很贴心的为他们提供一个方向 真的 只是一个方向 只向寄灭之都 是不是这样 大长老紧盯着他 陈平平脸色一红 咕噜 老人又倒下一杯茶水 一饮而尽 放下茶杯的那一刻 他突然沉默 浑浊的目光流露出疲倦 视线落在客栈外的长街上 看着人群 也不知道在思索什么 仙谷经历数万年 什么样场面没见过 什么风风雨雨都熬过来了 陈平平从他们这里 挖走一百多名天才 处理的方法有很多 让他还人便是 诱惑着仙谷一群圣进强者 杀入寄灭之都 灭掉无极宗 然后带走他们仙谷的年轻天才 总而言之 陈平平从他们这里挖走的人 对于仙谷而言 顶多只是个笑话 不会走到覆灭的那一步 但眼下还有一个问题 仙谷内部分恋 这是致命的 如同那一位直视提出来的问题 也给予了他致命的一 甚至让他对仙谷失去了信心 眼前的仙谷 还是仙谷吗 仙谷 还有必要存在吗 仙谷 为何会分恋 真的只是因为 剑圣大人的化膜 不 导致内部分裂的因素 远远比表面所能看到的 还要复杂与可怕 那一刻 大长老想到了什么 前辈 前辈 你还好吗 陈平平喊道 不要吵我 老人低语 你真的受伤了 我这里有灵丹 陈平平拿出一颗九阶灵丹 嘿 大长老眯起视线 也不客气 接过灵丹后 直接吞入腹中 他鄙夷地说道 想不到你一个垃圾宗门出身的 还有九阶灵丹 这一刻 是从你仙谷拿出来的 草帅了 大长老嘴角抽搐 我问你 无极宗的宗旨是什么 和平 有爱 幸福 美满 和谐 陈平平认真地说着 放屁 他怒道 不要说虚的 便强 打造出一个超级大势力 陈平平又道 大长老翻白眼 还是说说第一个理想 陈平平无奈 前辈 关于你们仙谷的年轻天才 我真的可以还给你们 还 大长老轻笑 你觉得 你现在把人还给我们 就能堵住他们的嘴 他指了指长街上的人影 一个来自于天舞的垃圾宗门 垃圾小修者 仅用一个夜晚的时间 便从仙谷一群圣静的眼皮底下 带走仙谷一百多名年轻天才 这种消息传出去 谁不笑话 太滑稽了 仙谷当真不行了 仙谷要跌入一流势力了 不再是超级大势力 尽管 他们的实力也在日渐下 不复往日 陈平平善善 我家仙祖 当真还活着 大长老问 陈平平点头 是的 但愿你小子没有骗我 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你 大长老神色异冷 好了 我们的谈话结束 你可以走了 前辈 你的伤 快滚 陈平平再也不敢逗留 踉枪逃离 只是走出小镇后 越想越觉得奇怪 自己挖走了仙谷一百多名年轻天才 仙谷大长老寻到他 却说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话 唯独没有提及那一百名天才的问题 为何 还有 他身上有伤 陈平平百思不得其解 并未走远 而是选择暗中观察 不一会儿 大长老也离开了小镇 朝着某个方向前方 这个方向 竟然是小雨所在的地方 嗯 陈平平思索片刻 偷偷跟了上去 他的确入了小雨所在的小镇 不过 他没有寻小雨 来到一间纺织房 庭院中 飘着不同颜色的布料 还有个人 是个相貌平平的中年男子 一席不一 朴素而简洁 何事 男子开口 他们动手了 大长老深吸一口气 尽量保持着平静 他们 一院 二院 三院 四院 男子撑开眼帘 流露出一抹深邃 没有其他 有 大长老苦涩 如你所猜测的一样 星海一直不死心 暗中推动了仙谷的分裂 因为仙谷没有宗主 没有完整的帝兵 星海一直在这件事情上努力 他们甚至为此付出了很多的代价 比如 将天女送入这里 此事 大长老一直知晓 却不曾言明 眼前的这一位也知道 不过他的意思是 等 让各大院自行暴露出来 而后由他出手 一力镇压 又或者斩杀 再重建一个新的仙谷 计划很完美 可惜的是 多了一个陈平平 他挖走了一百多名年轻天才 虽然阻止了五院的悲剧 却也加速了各大院之间的分裂 他们想要什么 男子问 还不清楚 所以 你今日前来 是为了与我讲述这些的吗 不 大长老吐出一口气 多了一个变数 他垂下眼帘 开始讲述 关于无极宗与陈平平的一切 包括入了五院的光小雨 紫基 中年男子文言 沉默不语 大长老又道 我与陈平平交谈过 他说 仙祖还活着 就在寂灭之都 我猜测 星海的最终目的是仙祖 男子视线一宁 露出金融 仙祖还活着 星海的目的是仙祖 那么 他轻语 摩修的目的又是什么 一旁的大长老听到这句话 心头震了震 难以置信 摩修 西荒摩修 又入南里了吗 你的做法是对的 剑圣说道 既然仙谷不成仙谷 那么 重新建立一个真正的仙谷吧 大长老点头 就在这里 寂灭之都 仙谷曾经的救治 若仙祖当真还活着 他一定也会这样做 剑圣轻语 不过 你刚才所言若为真 无极宗陈平平 也会因此而惹下大祸 这小混蛋机灵得很 在寂灭之都内建立宗门 单凭诡异 毁灭 诅咒三种力量 便足以挡下很多强敌 大长老感叹 是的 剑圣也认同这句话 可是 寂灭之都挡不住摩修 也挡不住星海的星辰之力 更遑论 他带走了天女 剑圣抬起头 看着随风飘舞的布料 那一颗沉淀的心 也慢慢地波澜起伏 这就很让人裂开 陈平平哪怕是带走几个长老 他们都有办法处理 可那个家伙 带走了天女 一个来自于星海的种子 它的存在 关乎太大太大了 若让他见到玉长风 又或者将这道消息传出去 星海必然因此而沸腾 呼呼 剑圣起身 吐出一口浑浊 说道 倘若我未能重新建立仙谷 那么 你将代替我来完成这一切 你 大长老一惊 也无需悲伤 我虽化膜失败 却有了一些经验 更何况 我还有选择 他轻声说着 好似在道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终究 失败了吗 大长老微微张口 心情复杂 一时间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剑圣开口 走吧 外面那个小家伙 一直在等你 顿了顿 他又道 我也该去见见 这位年轻的小摩羞了 小院中 朱门廷一直在观察那头牛 只是看了许久 未能发现端倪 他好奇地询问 你为何 要养一头如此丑的牛 老黄 直击心灵的一击 他很想给这魂球来一脚 踢死他 光小雨有些好笑 他不丑 只是美得不够明显 今晚杀了吧 朱门廷笑着 好久没有吃牛肉了 不可以 为何 因为这头牛不是我的 光小雨收起笑容 很认真地说道 我不想挨揍 你大概也不想死对吧 呃 朱门廷失笑 一头牛而已 还能翻天不成 光小雨没有回答这句话 场面短暂的安静 不一会儿 朱门廷似乎想起了什么 笑着说道 你觉得 新狮子口中的浩杰 到底是什么 不知道 他翻着白眼 视线却是落在了门外 有个中年男子 朝着他们走来 衣着普通 相貌平平 气质更是如此 但步伐很沉稳 也很轻 每走一步天地间 似乎都有一种莫名的悸动 盛静 光小雨心头一震 一旁的朱门廷 也注意到了来人 神情凝重 围在四周的问魔 好似感知到了什么 一个个脸色大变 院子不错 剑圣来到这里 笑着说 光小雨展颜一笑 请静 以他魔地的眼光 不难看出 该男子体内 隐藏着的剑椅 汹涌磅礴 如此浑厚 在仙谷这片区域中 应该只有一个人 才能拥有 五院的那位剑圣 七八名问魔荒的不行了 朱门廷强行冷静下来 见过前辈 剑圣推开竹篱 踏入院子 对着朱门廷点了点头 随后望向光小雨 你叫什么名字 光小雨 他回答 你身上 有一种熟悉 剑圣说道 因为我和前辈一样 他倾笑着 前辈化魔 而我是魔修 所以前辈 才会感觉到熟悉 不 剑圣摇头 我应该见过你 光小雨身上的淡然 镇定自若 无不让他吃惊 寻常的修者见到他 皆难以平静 便如一旁的朱门廷 可他太平静了 不等他作声 剑圣接着说道 你刚才说 你也是魔修 光小雨点头 一个普通的魔修 前来寻找前辈指点 不知前辈的化魔修行 如何了 很直接 剑圣叹道 失败了 哦 很遗憾 一瞬间 他就不想说话了 对剑圣也失去了兴趣 毕竟他是魔帝的眼光 自然瞧不上一个圣经 只是剑圣察觉到 这种微妙的变化 心中忍不住吐槽 熟悉 太熟悉了 我应该见过 他几步走来 准备端坐 与他说说化魔之事 然而 就在这时 剑圣似有所觉 一双目光盯着自己看 他猛的一惊 顺着这个方向看去 一头牛 刚才来的时候 目光全落在光小雨的身上了 故此没有注意到这头牛 如今 一关 剑圣顿时凌乱 那种眼神 怎么会 一头盛进的老黄牛 我擦 一人一牛对视许久 剑圣的心中很凌乱 家畜成圣 什么操作 谁干的 猪门廷一脸怪异地看着他 又望向那头牛 心中咕噜 一头牛而已 有什么好看的 失礼了 剑圣回神 深吸一口气 问道 那头牛 是你的 不是 他回答 哦 那还好 那还好 若一个小丫头 牵着一头盛进的牛到处跑 这也太吓人了吧 剑圣绷紧的神经 松懈了不少 可在这时 光小雨又来了一句 我师兄的 剑圣经 你师兄是谁 静患养一头盛进的家畜 想必他的师兄 是一位准地进强者吧 陈平平啊 他歪着脑袋 剑圣 想起来了 刚才大长老提及过此人 陈平平 无极踪 就是那个一夜间 挖走仙谷一百多名年轻天才的家伙 大长老还说过 陈平平的两位师妹 入了仙谷五院 一个叫光小雨 另外一个叫子姬 原来如此 这时 朱门廷忍不住询问 你师兄很厉害吗 为何你每次提起你师兄的时候 都很骄傲的样子 不厉害 光小雨摇头 我师兄资质平平 没有悟性 境界又低 除了长得帅以外 几乎没什么优点 这倒是真话 若非有系统 陈平平现在估计在种田 可即便有了系统 几百年几百年的修为给 他的提升比任何人还要缓慢 这其中有两个缘由 第一 他的资质是真的不行 第二 系统给予的修为 是全方面进行提升的 比如 丹田 肉身 经脉 周天 石海等等 那我就放心了 朱门廷说道 你说什么 光小雨紧盯着他 没什么 他微微一笑 心想 资质平平 没有悟性 境界还低 有这样的一个师兄 看来这个师门也不怎么样 唯一让他忌惮的是 眼前这个男子 莫非 这就是光小雨的浩劫 见圣转过头来 你能出去吗 哎 朱门廷倒是想留在这里的 看看眼前之人 到底要干嘛 只是 这个家伙如此强大 若他要出手斩杀自己 该如何是好 罢了 他急不退了出去 却没有走远 剑圣并不是很在意 因为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光小雨 从他踏入小镇开始到现在 剑圣便注意到他的存在 这个小魔修 与寻常的魔修不同 他身上没有那种戾气 甚至没有魔修该有的特征 眼神清澈 也不嗜血与好杀 那一刻 剑圣便在想 莫非这小姑娘 与自己一样 也在进行化魔 他观察多日 心中愈发的好奇 直到仙谷浩劫的征兆出现 剑圣才来到这里 虽然自己化魔失败了 可他并不甘心 倘若光小雨要走的路 与自己一般 他便将毕生所学 传授于他 想到这里 剑圣又看了一眼那头牛 一头圣镜家畜而已 他又不是魔修 自然无法教导光小雨修行 普天之下 恐怕只有自己 才有这个资格吧 剑圣微笑道 你既然已经有师门 为何又要入仙谷武院 为了前辈的化魔 光小雨坦然 我是一位魔修 但我不想离开人族领域 故此寻到仙谷 可惜的是 我失败了的对吗 剑圣想到 他刚才的表情反应 是的 我虽然失败了 仍有一些经验之谈 你想听吗 想 若让你拜我为师呢 剑圣看着他 那不想了 光小雨摇头 呃 剑圣一愣 你可知道我是谁 仙谷武院当代院长 仙谷下一任宗主继承人 剑圣 曾以一己之力 挡住数位妖王 以及数十万妖族大军 光小雨侃侃而谈 很从容自信 并未因为眼前之人是剑圣 而表现出震惊与崇拜的神情 甚至 在他清澈的眼神中 看不到一丝的敬畏 似乎剑圣在他眼里 只是一个普通人 剑圣郁闷了 整个南离大地的年轻人 至少有五成左右 想要拜他为师的 可他这些年一直在化魔 忙于闭关 自然无心收徒 白一生是唯一的一位 他可以说是很幸运 那么 眼前这小丫头 明明有这个机会 却一口拒绝了 为何 剑圣百思不得其解 他第三次望向那头老黄牛 说道 莫非 姑娘的师尊 比在下还要厉害 光小雨摇头 我师尊从不教我修行 前辈应该很清楚 我是一位魔修 而我生存在人族领域当中 他这么一说 剑圣顿时惊住了 一位魔修 却安然地生存在人族领域当中 这很理解 而且 根据他的讲述 所在的师门当中 没有人能教导他修行 你师尊很强大 剑圣问 不强 你师门很厉害 不厉害 聊不下去了 师尊不强 师门不厉害 整个师门上下 无人能教导他修行 那么 他为何要拒绝自己 剑圣又问 你为何拒绝我 败下一尊强大的圣境强者 作为师尊 这不是很好吗 我能教导你修行 也能必要你安全 可是 可是什么 你没有我师兄帅 他似乎想到了一个理由 顿时笑了起来 剑圣也是愣住了 短短的几分钟交谈 他想到好几种可能 是因为自己化膜失败了 这是其一 他可能已经猜测出 仙谷的未来 这是其二 其三 可能是他以后不想留在人族领域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光小雨拒绝自己的理由 如此的让人无语 师兄长得帅 剑圣也跟着笑了 难道 你不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吗 想 他回答 可你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 我知晓前辈对待化膜态度 意义重大 想要以此化解魔修与人族之间的隔阂 但我觉得 征服师兄更加有意义 说着说着 他突然兴奋起来 剑圣满脸飞线 化膜 与征服你师兄 完全不冲突啊 那 光小雨嫌逆 指点我化膜 与拜你为师冲突了吗 这 一时间 剑圣竟不知如何去反驳 是啊 指点他修行 与拜他为师冲突吗 不冲突 可他更想找个一波 因为他要传的远不止于化膜 还有化膜深厚的意义 关乎到整个人族与西荒魔修的未来 我说不过你 剑圣摇头 暗暗吐血 你再努力努力 兴许就可以了 他突然来了这么一局 裂开 剑圣有点崩溃 还好住门庭不在这里 这样吧 剑圣似乎想到了什么 笑着说道 我与你赌一局 赌什么 他眨着眼 你师兄陈平平闯下了大祸 不久后 将会有强敌杀来 我便与你赌这一局 剑圣看着他 就赌你师兄 能否化险为夷 我赌呢 他笑了 我赌 不能 剑圣开口 但你放心 在关键时刻 我必然会出手 可那样一来 也就意味着你要输掉这场赌局 你要拜我为师 跟随我修行化膜 好 如果你输了 还请不要逼我 也要教我化膜 一言为定 剑圣吐出一口气 对了 你刚才为何要笑 计谋得逞 所以笑 计谋 得逞 就凭吴吉宗 就凭那个财皇道之境 资质平平 没有悟性 除了长得帅以外 一无四处的师兄 何故 我不信 剑圣微微一笑 看戏去 你也要大祸了 仙谷大长老 一脸严肃地说道 你将会有一场可怕的浩劫 吴吉宗会因此而湮灭 而你 也会死在这场浩劫之中 陈平平满脸震惊 随后又平静下来 前辈 你说了三次 我是认真的 大长老一声轻叹 知道我刚才去见谁了吗 谁 我仙谷的大人物 真正的绝世强者 大长老开口 我想帮你说句话 可是 他很无情 还说吴吉宗的覆灭 与仙谷有什么关系 然后呢 我与他倒说了 你挖走我仙谷 一百多名天才的事情 这位大人物震怒 嚷嚷着 要拔剑杀了你 甚至要冲入寂灭之都 横推无极踪 陈平平满脸疑惑 这剧情 有点熟悉啊 不等大长老作声 他说道 我大胆预测一波 这位大人物震怒以后 要杀我 可是被你拦下来了对吗 大长老一愣 随即点头 是的 果不其然 他这么一说 陈平平便意识到 仙谷的图谋不轨了 心中开始警惕 大长老叹道 虽然我拦下了他 可他心中的怒意仍然在 还未消散 因为你带走的 不仅仅是一百多名年轻天才 而是仙谷的未来 陈平平抖了抖眼皮 这件事情很严重啊 年轻人 他说道 你到底要干嘛 陈平平翻白眼 他的意思是 既然你偷走了我仙谷的未来 那么 从今以后 无极踪改为仙谷吧 大长老看着他 浑浊的眼眸深处 突然闪过一缕脚霞 利用浩劫与剑上的压迫 迫使吴吉宗感受到危险 而后由自己充当这个老好人 百般劝导吴吉宗 从而慢慢地引导 改变吴吉宗 达到最终的目的 届时 也化解了吴吉宗的危机 陈平平必然会对自己感恩戴德 说不定抱着自己的大腿 痛哭流泪 感谢 感谢前辈为吴吉宗所付出的努力 我陈平平不会忘记你的 泽泽 当真是 完美 他已经挠不出那种画面了 可惜的是 他所面对的是陈平平 而且 向来只有陈平平忽悠别人 从来都没有人敢忽悠他 故此 大长老这番话说出来以后 他顿时明白了 原来如此 陈平平嘴角一扬 故作惊讶 大长老的意思是 让我吴吉宗变成仙谷 不是我的意思 而是我仙谷那位大人物的意思 大长老一脸正重 他很强大 曾血染一方 一怒斩杀数百万的妖族大军 也曾追杀过神子 还有太古一脉的皇子等等 最重要的是 这位大人物的脾气很不好 我已经极力阻止了 务必请求他 给你们一个机会 那还真是感谢前辈了 不用谢 应该的 应该的 陈平平笑着 旋即转身 咦 你去哪 大长老见他要走 急忙说道 心想 感谢的话说了 应该也说了 接下来不应该商讨一下 吴吉宗改名的事情吗 语吉改名以后 他要如何接手 吴吉宗等等事宜 怎么就走了 陈平平看到 我回去准备一下 准备什么 大长老皱眉 数一下我吴吉宗有多少人 然后准备好泥坑 棺果 墓碑之类的 顺便写好遗书 仙谷大人物 要对我吴吉宗出手 看来 此间难逃了呀 陈平平吐出一口气 满脸的惆怅 大长老脸色一黑 等等 年轻人 我仙谷这位大人物 虽然想要出手 却被我拦了下来 你们还有机会 你是说 让吴吉宗改名仙谷 然后有你们爱接管吗 不错 我拒绝 为什么 你看我嘴型 陈平平做出一个杀笔的嘴型 心想 这般低级的骗术 也妄想欺骗我陈某人 看来仙谷分裂这件事情上 不是因为外力 而是因为高层的智商不行 陈平平摇晃着脑袋 不再言语 大长老的脸色 破天荒地红了起来 原以为是一个完美的计划 不曾想 这般轻易被他识破 这小子 还是有点东西的 他迅速冷静下来 开始制定下一轮的计划 嗯 还有办法 不可否认 刚才自导自演的剧情 虽然是假的 剑圣也不可能 会对吴吉宗出手 可是 仙谷一院 二院 三院 四院 他们会 星海的强者 也会 吴吉宗真正的浩劫 还未到来 等到强敌 杀入寂灭之都 吴吉宗估计会被覆灭 而到了那个时候 他与剑圣 在关键时刻出手 救下吴吉宗 如此一来 也能顺理成章地 完成计划了 呵呵 大长老敏了一把胡须 微微一笑 看着走在前方的陈平平 他轻语 年轻人 能救你们吴吉宗的 只有老夫与剑圣 这是你们唯一的机会 你终究会选择屈服的 想明白这一点 他大步跟了上去 只是 走着走着 他突然察觉到不对劲 方向不对 这不是前往仙谷的方向吗 大长老恶然 年轻人 你要干嘛 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没事 我溜达 陈平平回眸一笑 这个笑容让大长老很慌 便道 你偷走我仙谷一百多名年轻天才 老夫虽然不会出手 可是他们会 你这是在自投罗网 前辈 你这话就不对了 陈平平反驳 我怎么就偷了 之前不是说过了吗 他们都是自愿的 天女不是 大长老嘴角抽搐 就他一个人 滚 好了 好了 反正你已经和他们反目成仇 也算不得是仙谷的人 你管我干嘛 陈平平翻白眼 这话听得很有道理 可他终究是仙谷的大长老 即便眼前这个仙谷覆灭 他与剑圣也会重新建立 而仙谷内所有的东西 依旧是他的 没错 逻辑是对的 大长老回神 年轻人冷静一点 仙谷内还有十多名强大的圣镜强者 我不管你要做什么 现在立刻马上回头 砰 陈平平拔剑斩了出去 一道粗大的剑芒 照耀仙谷的高空 力道不大 动静倒是很大 一瞬间 惊动了仙谷高层 数十道身影 腾空而起 二等小辈 竟敢伤我五愿大长老 陈平平一声怒吼 气势很足 一旁的大长老猛了 及时而来的仙谷强者 也愤怒起来 好大的胆子 你还有脸回来 冲出来的强者当中 不乏有昔日出手的 此时 见到大长老毅力在这里 也不等他作声 直接出手 你大爷的 大长老猛瞪着大眼 这才明白心中的不祥预感 原来如此 他望向一旁的陈平平 想一剑干掉他 可是 那个方向 哪里还有陈平平的身份 空荡荡一片 轰隆 杀戮 顷刻间爆发 大长老愤懑 他现在最恨的 不是这群白痴 而是陈平平那个浑蛋小子 此时 陈平平已经混入仙谷内部 探出神石 四处收刮 将一切能带走的 统统打包带走 反正仙谷要分裂了 仙谷要没了 这些修行资源 到时候也会浪费 还不如给他 可他并不知道 相隔树里的一座高山之上 有那么几双眼睛在盯着他 见胜沉吟良久 吐出一句话 你这位师兄 可以 嗨嗨 光小雨脸色有点挂不住 善善笑着 我师兄为人善良 正直 乐于助人 看见仙谷有难 自然忍不住出手 嗯嗯 忍不住落井下石 一旁的珠门亭无语 说道 看来 仙谷真的不行了 堂堂超级大势力 居然让一个年轻人 轻易混入其中 还洗劫了一大堆修行资源 的确 剑圣并未否认 看了他一眼 这些年 仙谷的势力 一日不如一日 虽然还有些底蕴在 但在强敌面前 形同虚设 为何 珠门亭愕然 一些人 早已不属于仙谷 剑圣开口 一院 二院 三院 四院 部分高层强者 早已背叛仙谷 所以仙谷内的底蕴 对于许多强敌而言 等若不存在 分裂是必然 覆灭也是必然 提及于此时 剑圣很平静 不一会儿 陈平平收刮完以后 从深处走出来 路过那片战场 停了一下 喊道 大长老 坚持住 我去搬救兵 画壁 屁股一冒烟 直接开溜了 大长老怒发冲关 混蛋小子 你给老夫回来 他很强 数十名仙谷高层出手 也奈何不了他 一身战力通天 爆发出来时 如若海啸覆盖战场 随后转身一拳 轰退诸多强敌 趁着他们短暂的尸神 大长老扬长离去 不用追了 二长老一挥手 那些准备追杀过去的仙谷强者 纷纷停下步伐 他宁生说道 我们杀不了他 毕竟是仙谷的大长老 倘若没点实力 也不至于能混上这个职位 二长老又道 我们的计划是寂灭之都 这时 一位中年男子开口 长老 刚才那个年轻人 好像就是吴吉宗的陈平平 二长老 他从我们仙谷跑出来的 又有人说道 指了指身后的仙谷 这句话说出来以后 场面瞬间安静了 吴吉宗陈平平 许多人虽然不曾见过他 但他的大名 在南离大地中 却如雷贯耳 对于仙谷而言 更是一种不共戴天之仇啊 其中 让人记忆犹新的就是 那一夜 陈平平在十多名 圣境强者的眼皮底下 偷走了他们仙谷 一百多名年轻天才 是的 他成功了 可如今 陈平平再次混入仙谷 完了 一位长老诗神 哗啦 仙谷高层的强者 才回过神来 第一时间冲向自家后院 啊 老子的要王 我的神兵 我的神兵啊 我从大雨山 带回来的石碑呢 陈平平 你死定了 这混蛋小子 零食都不放过 马得 老子忍不来了 所有的零食 零丹 零药 神兵 修行法 一切可用的修行资源等等 但凡被陈平平发现的 统统打包 一样不留 如果说陈平平偷走一百多名年轻天才 是加速仙谷的分裂 那么 这一次的洗劫 直接导致仙谷内部瘫痪 如果不出意外 超级大势力仙谷 将从此成为过去 至于会真正的覆灭 还是将级 还得看以后 毕竟他们还有十多名圣境强者 这时 一位长老从身处跑出来 脸色苍白 气喘吁吁的说道 那件神兵也没了 当年玉长风留下三件神兵 乾坤静 银龙长枪 与其一口火炉 乾坤静是圣兵 由医院掌管 银龙长枪是准地兵 一直放在二院 最后一口火炉 才是仙谷真正之强的抵御 可如今 他也被陈平平盗走 仅此一瞬间 仙谷高层集体暴走 那口火炉放置的地方 仙谷高层中 至少有九成是不知道的 很隐蔽 可陈平平如何寻到 二长老脸色阴沉 小子 你太过分了 你居然敢利用老夫 大长老怒道 杀气腾腾追了上来 咦 陈平平停下步伐 前辈 你受伤了 滚 大长老咬牙 心想 老夫为什么受伤 你没点数 我这里有一颗九阶灵丹 陈平平取出一颗丹药 该死 见此一幕 大长老火冒三丈 你刚才混入我仙谷 拿走了什么 没什么 就是一些普通的零食 多少 好像几万克而已 喂喂喂 仙谷好歹也是一方超级大势力 不至于这么小气吧 陈平平不愤 嗡 大长老直接拔剑 好吧 我说实话 几十万克 先把剑拿下来 很危险的 陈平平吐血 几百万 他没有数过 但数量至少有上千万 灵丹 灵药加起来 也有五千左右 一剑准地兵 一剑圣兵 还有数十剑黄道神兵 说实话 这点底蕴 还如他自己拥有的 功法什么的 他懒得清算 有一步算一步 统统打包 除了零食呢 大长老又问 没了 真的没了 陈平平叹道 你想想 才几分钟的时间 我能干吗 仔细想想 也对 大长老收起长剑 冷声询问 这颗零丹 从何而来 是不是我仙谷的 陈平平惊呼 怎么可能 前辈你太冤枉我了 这个九节灵丹 可是我无极忠 珍藏多年的 这一点 我没有必要骗你 他也算是我无极忠 最为珍贵的抵运资源 哎 若非前辈受伤 我还真舍不得拿出来 他一脸认真 生情并茂 再加上刚才对战的时间 的确只有几分钟 想要闯入仙谷深处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而且 那些修行资源 都是被藏着的 有阵法守护 他们仙谷内部 都少有人知晓 陈平平怎么可能 在短短的几分钟内 进行洗劫 大长老信了几分 冷哼一声 夺过九节灵丹 一口吞了下去 随后说道 临时给我 这是我仙谷的东西 真孝怯 陈平平心中富匪 但面带笑容 前辈 刚才那些都是 仙谷的圣经吗 这一行 也让他对仙谷的实力 有了一个了解 以无极忠目前的实力 对上任何一尊圣经 都是一道难题 更遑论 仙谷那边还有十多名 怎么 知道怕了 大长老眯起视线 我不怕 他强行镇定 年轻人 用不着死撑 他们虽然强大 却非无敌 若你能说得动老夫 老夫自然帮你排忧解难 如若不然 无极忠就等着覆灭吧 大长老似乎找到 镇压陈平平的方法了 颤抖吧 该死的混蛋小子 十多名圣经强者 很快便会杀入这里 你要如何抵挡 求我呀 求我 我就出手 想到这里 大长老忍不住露出笑意 陈平平问 是不是圣经强者 可以无视 寂灭之都的三种力量 呵呵 还不死心 大长老轻蔑 当然不是 圣经虽然强大 可寂灭之都内的诡异 毁灭 诅咒 来历非凡 他们若敢闯入其中 必然会遭受到压制 力量无法完全发挥出来 这也就是圣经 如果是尊者 死路一条 哦 听到这番话 陈平平顿时松了一口气 大长老又道 不过 我仙谷内有一件准地兵 可以短暂破开 寂灭之都内的可怕力量 陈平平一惊 什么 银龙长枪 提及于此 他满脸傲然 此神兵 来我仙谷第一代 先祖玉长风所流 是一件货真价实的准地兵 一旦复苏 沾染一缕大地气机 可以短暂破开寂灭之都 届时 以无极宗一样 难逃一劫 呃 说实话 陈平平刚才还是很慌张的 可是听到银龙长枪这四个字 他的神色顿时变得古怪起来 一杆长枪 他开口 不错 大长老冷哼 白色的 是的 形如白龙 嗯 他这么一问 大长老顿时感觉不妙 仙谷内部震动 陈平平又一次洗劫了他们 据说 还带走了一件强大的神兵 消息很快传出去 这片区域的人们 无不目瞪口呆 无极宗陈平平疯了吗 有人开口 仙谷毕竟是一方超级大势力啊 还有十多名圣境强者坐镇 他怎么敢 陈平平没风 一名男子感叹 先偷人 后偷资源 如此一来才能发展壮大 嗯 不错的方法 那七八十个小时里 听到这个消息后 一个个痛哭流泪 不由想起自身的遭遇 太难了 陈平平果然没有欺骗我们 无极宗的确没有识强凌弱 而是对仙谷下手了 这番话倒说出来以后 瞬间传风 回想起讨伐大军杀来 陈平平说过的那句话 无极宗不会是强凌弱 是的 他们不会 但陈平平对仙谷下手了 太感人了 果然是个重守承诺的宗门 一些小势力暗暗感动 某个角落里 刘长青与阿兰相识一眼 眼眸中虽然有波澜 却也很快平静下来 但定 他们认识陈平平 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陈平平什么人 他们很清楚 陈平平会闯入仙谷偷人 洗劫修行资源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这才是他 刘长青微微一笑 据说 仙谷有十多名圣境强者 阿兰开口 没用 刘长青吐血 是的 没用 阿兰似乎想起了什么 精英的睫毛抖了抖 说道 我准备去黄州 刘长青略微犹豫了一下 我想看看 他会不会死 应该不会 阿兰抬起头 他的命跟毛坑里的石头一样 又臭又硬 好吧 刘长青探道 那边一起上路吧 就在此时 仙谷方向涌起了强大的气息波动 十多名圣境强者 携磅礴沙翼 来到寂灭之都跟前 这片区域的修者 无不震惊 仙谷要出手了 十多名圣境齐齐走出 这一次 乌吉宗真的要完蛋了 好可怕 有人开口 谁让这混蛋做死 嗯 一名青山男子来到古镇 相隔十里 注视着寂灭之都外 他轻谬地笑着 一个垃圾宗门而已 仙谷未免太大洞干戈了吧 的确 身后 有人回应 准备远赴黄州的刘长青二人 听到该男子的话语 下意识地看了过来 汇聚在青山男子身后的 还有三五人 一个个衣着非凡 气质高贵 应该是某个大势力 又或者大家族走出来的 阿兰低语 他们身上的波动很奇怪 要不 再看一会儿 刘长青忍不住了 你不怕道心破碎 阿兰邪腻过来 怕 但是我好奇啊 刘长青感叹 这混蛋 怎么就打不死 一次又一次 从中州到现在 每一次都能让陈平平化险为夷 那么 这一次呢 仙谷十多名圣境强者齐齐出手 他还能否挡住 两人重新坐了下来 这时 长街上走来到两道身影 一老一年轻 老人自然是仙谷大长老 年轻人则是陈平平 自从知晓仙谷的准地兵在手中后 他便不再慌张 反而是跟着的大长老 愈发的着急 这混蛋 怎么敢没事人一样 不可能啊 年轻人 你不应该回吴吉宗准备后事吗 大长老开口 到时候 挖大一点的坑 一起埋了就好 陈平平笑着 他步履轻盈 面带笑意 从容不迫 视线扫过四周 最后落在一间客栈里 咦 陈平平见到刘长青二人 顿时兴奋起来 随即大步来到这里 刘兄 阿兰道友 好久不见 两人 他们并不想见陈平平 甚至 不想与他沾染上一点的关系 特别是在这种时候 只是 这混蛋性冲冲冲地跑过来 哎 刘长青挤着笑容 是的 好久不见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陈平平很热情 真是的 来了南里 也不去找我 怎么敢去找你 刘长青有些无语 阿兰开口 陈兄 外面那些人 似乎是找你的 他指了指寂灭之都外 哦 陈平平笑着 我知道 不过问题不大 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阿兰说道 不急 我们多年不见 岂能让这些小事 耽误续旧 陈平平大手一挥 换来店家 一口气 点了十几道饭菜 两人健壮 相视无言 外面十多名 圣境强者杀来 你好好想对策 居然还有贤情雅致 在这里吃饭 一旁的大长老 嘴角抽搐 对了 一会儿带你们 去无极宗参观一下 陈平平笑道 不了吧 我们一会还要赶路 刘长青抹了一把冷汗 不急 不急 你我多年不见 必须好好续旧 陈平平热情似火 毕竟她相遇故人 这一份是难得的 不 我们要走了 阿兰语气坚定 她预感不妙 就现在 说着 看了看刘长青 后者心领神会 说道 是的 我们赶时间 的确没空 哎呀 陈平平准备拦下他们 以便续旧 恰逢客栈门外 传来一道惊呼声 陈平平在这里 嗓门很大 一瞬间 所有人纷纷望向这里 刚准备端菜过来的店家 顿时将住 脸色以肉眼可观的速度出现变化 哗啦 游走于古镇的仙谷强者 第一时间冲过来 与此时 守在寂灭之都外的十多名仙谷圣境 也侧目望向这里 那强大的气息 可怕的波动 让人压抑与疾 想要下跪的神威 铺天盖地地涌入这里 所有人都感受到 那种可怕的压迫 完了 刘长青与阿兰心中 唯有两个字 他们发誓 刚才是真的想逃离这里的 甚至都不想去观战 陈萍萍的死活与他们无关 可现在看来 不得行了 就因为遭遇陈萍萍这个混蛋 一瞬间 这间客栈成为了焦点 老夫不认识他 大长老很干脆 直接逃离出去 陈萍萍抖了抖眼皮 不曾阻拦 但对于刘长青与阿兰二人 他却不想让他们离去 他相遇故人 实在是难得 不等二人说话 陈萍萍直接表明 刘兄 阿兰 你们就别走了 待会入我无集中好好续旧 真的 两人吐血 看着越来越多的视线焦点 汇聚于此 看着仙谷的强者 开始走向这里 两人心如死灰 面色惨然 陈兄 你这 刘长青郁闷 瞟向门外 意思很明显 你赶紧去处理吧 还叙旧呢 陈萍萍微微一笑 淡定 区区几个跳梁小丑而已 我早已不下大局 他们翻不了天 区区 几个跳梁小丑 旁人听到这番话 无不翻白眼 刘长青说道 那边还有十几个圣境强者 问题不大 都是一群出街圣境 比尊者强不了多少 陈萍萍依旧很从容 微笑着 我早已不下大局 不影响我们叙旧 唉 一时间 两人相顾无言 因为仙谷的强者 已经来到这里 此时 他们是走不了了 会被当作是无极宗弟子而斩杀 更遑论 外面还有十多名圣境强者 未经之计 也只能祈求陈萍萍 是真的有手段 而非说大话 师兄 紫基来了 一袭紫色衣裳 落落大方 就是不见长个 他抱着小黑走来 咦 你们也在啊 刘长青强行冷静 小公主 阿兰冲着他点了点头 不作声 刘兄 阿兰道友 陈萍萍开口 小师妹此番前来 也就意味着 已经完成了我的布局 所以说 真的不用慌 区区十几个出街圣境而已 两人 小师妹快告诉我 你有没有通知宗主 陈萍萍准备故技重施 让洪秀与诸葛无双 莫无为 三人顶着棺果出来 毕竟那些棺果 来历非凡 能量大着 如果处理妥当 眼前的局面 自然不在话下 子吉说道 没有 宗主闭关了 陈萍萍笑容一宁 诸葛无双呢 也闭关了 莫无为 一样 裂开 这三个魂囚 怎么在这种时候闭关 陈萍萍心中大骂 一旁的两人 也跟着紧张起来 听子吉的话语 陈萍萍所谓的布局 好像没有出现 淡定 我还有后手 陈萍萍说道 你去把地灵叫来 紫吉嗷的一声 放下小黑后 便离开了这里 地灵曾追随过大地 或许能发挥一下 他如是地想着 陈兄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逃命吧 刘长青忍不住开口 虽然说十多名 圣境强者的神石 已经笼罩这里 但是 这样做着等死 是不是不太好 至少反抗一下 又或者挣扎挣扎 兴许还有一线生机呢 陈萍萍顿时不高兴了 刘兄 你这什么意思 信不过我陈某人 不是 分明就是 你觉得我陈某人实力不行 打不过他们 还是认为我无极宗 没有资格成为超级大势力 他板着脸 你放宽心 真的不用慌 我家地灵曾追随过大地 修行地经 地数 他若是出手 即便是圣人王在这里 也要掂量掂量 陈萍萍哼的一声 此言一出 众人纷纷露出金融 此前讨伐大军杀来的时候 他便说过 无极宗曾经诞生过大地 的确 后来也有人证实了 如今 听他这么一说 还有一头神宠 从那个时代活下来 曾追随过大地 这 仙谷一众强者 顿时慌了 刘长青诧异 他知晓陈萍萍 豢养几头实力不错的灵兽 可是 什么时候 有追随过大地的宠物 莫非是那个大家伙 他想起汤谷内 所见到的地灵 地灵神郡非凡 一看就知道 来历不同寻常 不曾想 竟是一头追随过大地的兽 了不得 想到这里 刘长青顿时淡定了不少 再次扫过那些仙谷强者时 神情之中 也没有了惊慌与畏惧 反而有些得意的样子 好似在告诉他们 看见没 无极宗陈萍萍 我朋友 他有一头强大的灵兽 追随过大地 这时 十多名圣境强者 已经来到客栈外 神威灵灵 尤为破人 若非他们刻意压下自己的气息波动 这座小镇中的修者 估计都要被碾压致死 这就是圣境 真的行吗 刘长青还是慌了 低声询问 陈萍萍冲着他笑了笑 示意他淡定些 旋即妄向客栈外 来都来了 不如进来喝喝茶 吃点东西 我请客 呵呵 一位圣境强者冷笑 蝼蚁 第二人开口 你好大的胆子 屡次闯入我仙谷道歉 当真以为我仙谷无人吗 把人交出来吧 否则 今日我等踏平 你无极踪 他们很强大 皆为圣境 陈萍萍这样的修者 在他们眼里 便如蝼蚁一般 要斩杀他 意义如反掌 可他们并未选择第一时间动手 似乎在忌惮着什么 没错 是在忌惮 不可否认 从决定出手到踏入 寂灭之都这片区域 他们的确杀气腾腾 心中怒火燃烧 嚷嚷着 要第一时间斩杀陈萍萍 抹出无极踪的存在 可抵达寂灭之都以后 十多名圣境强者 全都蒙了 一股气息 可怕的气息 仿佛寂灭之都深处 有一尊强大的存在 他们都很窒息 难道说 不久前走出来的三位圣境强者 是真实存在的 知晓陈萍萍在古镇后 他们愣了一下 而后露出欣喜 人不在寂灭之都内 那就好办了 然而 抵达古镇后 那一股可怕的气息波动 也随之浮现 仿佛内尊强大的存在 一直跟随在陈萍萍身边 十多名圣境强者 齐齐望向二长老 二长老郁闷 看我坐身 事到如今 我们还要选择吗 无极踪陈萍萍两次出手 一次偷人 二次偷资源 先古所有圣境齐齐出动 杀气腾腾而来 若是就此退去 难离大地的修者 会如何看待他们 这一行 恐怕就会成为 仙谷的千古笑话了 汪汪汪 小黑很勇猛 呲牙咧嘴 露出一排排洁白的牙齿 陈萍萍一边安抚他 一边说道 看来我陈某人的面子 还是不够啊 难道 要让我家长者出面吗 不要下来 千万不要下来 表面上很平静的陈萍萍 实则 内心慌的一批 同时也在祈求 地灵赶紧过来 否则 这个逼 他是装不下去了 不过还好 有两位固有相伴 想到这里 陈萍萍暗暗感动 俗话说得好 患难见真情啊 果然如此 刘兄与阿兰 倒有不畏仙谷强权 不惧仙谷圣境 执意要留下来 陪他一起度节 这份情 我陈某人记下了 待这场浩劫结束以后 说什么 也要邀请他们 入无集中相聚 他望向两人 面带笑意 两人不明所以 但还是回了一个笑容 砰 一位圣境突然出手 寒芒倒树 密密麻麻的剑芒 展落下来 可怕的是 每一道剑芒中 都携带着领域之力 卧槽 陈萍萍突然一将 啊 这 全出手了 圣境强者 都这般浮躁的吗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古镇上 还有这么多人 一旦成为战场 岂不是要伤及无辜 短短的一两个呼吸间 陈萍萍的脑袋 飞速转动 想出两个应对的方案 第一 逃 第二 等死 毕竟 对方是圣境强者 即便只是出街 对他而言 都是不可逾越的 强大存在 然而 他还未来得及 做出反应 小黑便冲了出去 汪的一声 清脆悦耳 而后人形矗立 手中多了一柄 灵气所凝聚的剑体 他如若一尊 妖神杀了出去 手腕转动间 恐怖的剑芒 浩浩荡荡展出 与圣境所展落下来的 截然不同 他的剑道 沉 重 给人一种 无以伦比的磅礴 宛若泰山 力拔山西气概式 又好似是九天之上的 剑神在出手 气势很足 光影碰撞 长空剧烈的抖动 圣境神威与集气机 在这一刻扑卷下来 砰的一声响起 整个古镇上的建筑 顷刻间化为乌有 烟尘滚滚 值得庆幸的是 圣境强者的这一件 并没有过多的杀意 只是一种试探 众人发呆 浓浓的烟尘逐渐消散下去 废墟之上 屹立着一道身影 人母狗样 不 不是狗 分明就是一尊 举世无双的妖神 这一刻 小黑小小的身影 无限放大 刘长青张大着口 阿兰也唐目结舌 倘若金蝉 帝天 弟子在这里 定然会痛哭流泪 然后颤颤巍巍地指着那只狗 说道 看见没 看见没 它不是一只普通的狗 的确 不是普通的狗 狗 怎么可能会修行 狗 怎么可能会拔剑 狗 还它描绘人形处理 在场之人 无不风中凌乱 出手的那位仙古圣境 一时间脸色发黑 它好歹也是一位圣境 强大的存在 不曾想 挡住它见到的 竟然是一只狗 某个角落 剑神 猪门亭发呆 一旁的光小雨 微微一笑 当然了 也只是表面平静而已 它知晓小黑的能耐 更加清楚 小黑体内的深渊剑道 可小黑人形处理 手握一箭杀敌 它瞄得 磨地十万年的修行生涯 从未见过如此离谱的事情 可它又想起 陈平平这个人 心中顿时释然 师兄不是常人 他的宠物 自然也不可能是普通的宠物 淡定 陈平平挥了挥手 店家 店家 赶紧上茶 一旁有人开口 店家被轰飞出去了 陈平平干咳一声 拍掉身上的灰尘 从容走出去 小黑 退下 王王 小黑顿时恢复原来的模样 一脸憨厚与天真 有黑的眼瞳 显得真挚与善良 一瞬间 它就像是一只普通的小狗 前辈放心 我说过 无极宗不会是强凌弱的 陈平平认真说着 那圣经顿时僵住了 这什么屁话 不会是强凌弱 说得好像你无极宗很强大似的 可是 仙谷是超级大势力啊 这也行 隐匿在暗中观战的大长老 坐不住了 什么狗 为什么还会修行 他还等着陈平平 被仙谷圣经碾压 然后陈平平求着他出手 他勉为其难答应下来 整个场面 每一个细节 他都思考过了 堪称完美的计划 不曾想 陈平平身边的一只狗 手握一剑 挡住了圣经杀戮 前辈 说起来 其实我们也是自己人啊 陈平平笑着 玉长风知道吗 这不废话吗 十多名圣经不语 他接着说道 其实 无极宗便是玉长风师祖创立出来的 他早已推算到 你们仙谷内部会有一场浩劫 故此派遣我前往仙谷执行任务 众人 要不然 你以为那一百多名年轻天才 为何会心甘情愿跟我走 陈平平开口 一派胡言 我家仙祖从未创立过无极宗 这是无极之谈 一位圣经冷笑 小辈 你休要妖言获重 不错 仙祖早已陨落 不可能还活着 这小子分明是想分裂我们仙谷 杀了他 一起出手 该死 好歹毒的心思 所以 这就是你第二次闯入我仙谷 洗劫仙谷修行资源的理由吗 二长老脸色阴沉 陈平平脸红了 第二次不是 但我保证 我只是拿了一些零食而已 一些 好像几万 你放屁 二长老动怒 几千万 还有灵丹 灵药 功法 他喵的 你连药王都连灯把走 哎呀 老夫要杀了你 提及于此 二长老直接暴走 暗中 大长老脸色铁青 这时 又是一位圣经开口 我乾坤静呢 二院院长看着他 老夫的银龙长枪 把火炉交出来 十多名圣经 无不动怒 陈平平第二次闯入仙谷 几乎将仙谷洗劫一空 能带的 统统带走 所到之处 寸草不生 围观于此的修者们呆住了 他们还以为 陈平平闯入仙谷的那几分钟 顶多拿走一些灵食 灵丹 灵药什么的而已 数量应该不会太多 等级也不会太高 不曾想 这个家伙几乎洗劫了仙谷的所有 连那三件强大的神兵 也未能幸免 遭遇陈平平的毒手 剑圣整个人都不好了 大长老怒目圆瞪 杀气腾腾 他喵的 陈平平这个该死的家伙 居然与他说 只是拿走了一些零食 唯有刘长青与阿兰 显得很淡定 因为他们很了解陈平平 他有个外号 陈八皮 错不了 一时间 杀鸡四起 他慌了一下 下意识提起小黑 将其挡在胸前 旋即退回到 已经化作废墟的客栈 不过几张桌子椅子还在 怎么样 陈平平望向两人 有什么计划吗 他又道 刘长青直瞪眼 你不是说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吗 陈平平善善 没错 但现在局面有点不受控制 我感觉 暗中还有 就在刚才 杀鸡明显更为浓郁了 而且从四面八方涌入这里 全都盯着他一个人 你家小师妹呢 你的地灵呢 阿兰开口 我也不知道 陈平平吐出一口气 如果没有什么计划 待会 要是打起来 我们得赶紧逃回寂命之都 十多名 圣经围在这里 你觉得 我们逃得回去 刘长青气急 能啊 陈平平抖了抖眼皮 老实地吐出两个字 我能 两人抬起头 看着他 陈平平有点凌乱 不是说好十多名出街圣经的吗 为何四面八方都有 殊不知 这些释放出来的杀意 便有剑圣与仙谷大长老在内 轰隆 又是一位圣经 忍不住出手 尽管知晓吴吉宗可能很强大 存在可怕的强敌 也知晓他跟前的小黑狗 不同寻常 但内心中的怒火 已经燃烧出来 忍无可忍 若不能斩杀陈平平 仙谷有何颜面称之为超级大势力 哇 小黑拔地而起 圆形矗立 张口吐出一道剑影 轮回剑 在剑意爆发的那一刻 十方天地迅速暗淡下来 层层乌云密布 于此 不仅如此 剑意四周浮现出黑洞 一道接着一道 迅速放大 竟然在吞噬仙谷圣经的杀戮之力 人们惊悚 更可怕的是 小黑狗一跃而起 狗眼爆发出寒芒 一口深渊浮现 无数剑道朝着十多名圣经 展落下来 他们呆住了 头皮发麻 这是什么鬼 深渊 领域 好多剑道 该死 二长老脸色大变 一起出手 好在他们都是圣经强者 自身实力足够强大 面对小黑的深渊剑道 很快便反应过来 迅速施展术法神通抵挡 惊雷般的碰撞 剧烈地抖动着 整个天地间都沉得可怕 压抑 一位圣经难以承受深渊剑道 躯体直接被贯穿 鲜红的鲜血坠向大 压他了一处又一处 这是可怕的 众人静若寒蝉 一个个皆说不出话 小黑 不要 陈平平惊呼 那可都是圣经强者啊 仙谷至强的力量 呃 不对 是无极宗未来的至强力量 伤 可以 但绝对不能斩杀 他这么一声吆喝 小黑才收起深渊剑道 漫天的乌云也因此而消散下去 恢复情望 他汪汪地叫了几声 又一次回到陈平平的身边 依旧是一脸的天真与憨厚 奶蒙奶蒙的 好似刚才的那一场杀戮 完全与他无关 再看看战场 仙谷十三名圣经 两人遭遇可怕的重疮 躯体被冻穿 骨头 肠子都流露出来 可怕的是 他们的伤口 似乎被一股奇怪的力量附着 难以清除 更加无法修复 圣余的圣经强者 也遭遇到不同程度的伤势 脸色苍白 神情静巒 再次望向陈平平与小黑的时候 眼中充满了惊恐 哎呀 陈平平冲出来 你们没事吧 都怪我 没看好小黑 他下手中了 对不住 他跑过来挨个检查伤势 没有出手的意思 更加没有取出灵丹救人的意思 只是想看看 有没有陨落的可能 如果没有 那就好 圣经强者的自愈能力很强 仙谷众人脸色铁青 有些捉摸不透陈平平这个人 小黑是你的宠物对吧 刚才小黑出手的时候 你没有阻拦 现在反倒跑出来了 我擦 二长老暗暗吐血 咬着牙说道 有本事自己出手 让一只狗出手算什么 呃 陈平平一愣 前辈 你这 对 有本事自己出手 一旁 一位男子也咬着牙说道 言语中充满了不愤 无极宗向来以低调闻名 不会轻易出手 更加不会视强凌弱 不过说真的 前辈 你们一群圣径 都打不过一只狗 陈平平邪逆 现场的仙谷弟子 强者 直接裂开 陈平平想笑 但因为尊重与礼貌 他还是忍住了 前辈 你们待会真的别出手了 今天也就是我在这里 倘若是我无极宗的长者 他们脾气可没那么好啊 不等他们作声 陈平平又道 我家宗主 洪秀大人 大帝之后 实力强大的一塌糊涂 不过脾气贼臭 动不动就要灭门 还有两位长老 如毛饮雪 特别喜欢喝圣镜的 得亏他们不在 所以说 你们运气好 陈平平说道 对了 要不你们加入我无极宗吧 仙谷大长老 建圣 陈平平接着说道 你们的境界虽然不行 实力也一般般 但胜在人平好 只要你们今天同意加入我无极宗 我可以向上面申请一下 给你们每个人安排些职务 怎么样 这家伙在干吗 他居然在挖仙谷的高层 不是吧 修者们都惊呆了 一次偷人 两次偷资源 如今第三次 又要挖走仙谷高层 那他描示仙谷的掌权人物 是真正的绝世强者 每一个人都拥有强大的战斗力 不是一般的修者 他疯了 他要彻底干掉仙谷吗 你们的大长老知道吗 陈平平苦口婆心 他已经同意了 如今已经成为我无极宗 一名伟大的执事 暗中观战的大长老 脸色铁青着 愈发的难看 陈平平又道 剑圣知道吗 他现在是我无极宗一位长教 地位比执事还要高尚一些 高山之上 剑圣的脸色很黑很黑 一旁的朱门亭 却是笑抽了 这小子 有趣 真的 你们仙谷不行了 来我无极宗 是最明智的选择 陈平平一脸认真 趁着现在还有空缺的职务 你们可要好好把握机会啊 十三位 圣静 嘴角抽搐 我无极宗家大业大 还是大帝传承的宗门 要什么有什么 那些修行资源都是我仙谷的 二长老怒道 眼珠子几乎都要瞪出来了 什么你都我的 陈平平板着脸 不都是我们的吗 这位是 二长老对吧 陈平平打量起他 我无极宗的实力 你也见识过了 说实话 我们目标远大 亦在整个九天 而非一个小小的男骊 你们虽然有些实力 但宗主大人嗤之以鼻看不上 也就是我善良 不忍你们在仙谷荒废 想收下你们 一番言辞 说的那叫一个生情并茂 仿佛无极宗就是一个庞然大物 一个比超级大势力 还要强大的存在 无极宗肯收下你们 那都是你们的福气 知足吧 无极宗目标远大 理想伟大 是要做大事的 你们有这个机会加入其中 还不快点做出选择 还在等什么 来吧 陈平平满脸笑容 觉得自己的戏已经足够 外加上小黑的震慑 要收复这13名圣境强者 应该不难 可他忽略了一点 仙谷高层 远远不只是仙谷高层那么简单 13位圣境强者的身后 或多或少 还有一些外势力的影子 背叛仙谷 无人谴责 可若是背叛身后那些势力 迎接他们的 兴许就是无穷无尽的杀戮 无人作声 尽管陈平平说得很动听 哇 小黑冲出来 冷静 冷静 陈平平赶紧拦下他 眨着眼 说道 千万不要吃掉他们 毕竟都是圣境 留着他们 还是有些用处的 一人一狗 唱起了红脸与黑脸 13位圣境见此一幕 虽然知晓他在演戏 可是 那只小黑狗的实力 却是货真价实的 小黑此举 更多的是威胁之意 一时间 他们崩溃了 谁能想到 13位圣境强者 被一只小黑狗压着打 那种憋屈 那种不愤与不甘 当真是有苦说不出啊 特别是陈平平那个混蛋 还说了一大堆屁话 试图用这些屁话 让他们加入无极宗 可能吗 除非他们脑子进水 13位圣境强者觉得 陈平平把他们当成弱智了呀 陈平平还在牢牢叨叨地说着 想说服这一群圣境 于此时 仙谷 更深处 突然爆发出寒芒 照耀了天地间 紧接着一股磅礴的气息波动 从中弥漫出来 身在寂灭之都 这边的修者皆感知到了 纷纷抬起头 注视着仙谷的方向 无不露出惊荣 是诗书祖 一位仙谷强者突然惊呼 整个人都激动起来 13位圣境相识 也露出欣喜 他们仙谷这位诗书祖 可不是寻常的圣境啊 他若是苏醒过来 难离大地 难寻几个敌手 在圣人亡不问世的局面之下 号称无敌 山间 泥土松洞 下方传来琵琶声 好似有什么 要从中走出 很快很快 一道勾搂着背的老人 破土而出 褶皱而枯黄的脸孔 面向天空 他深吸一口气 露出少许的贪婪 与重生的愉悦 这么多年没有问世了 居然有人敢对我仙谷出手 他的声音 低沉而沙哑 充满了岁月与沧桑 旋即探出神石 掠过仙谷 顿时皱起眉头 人呢 跑哪去了 为什么光秃秃的 咦 神石还在扩散 已经来到寂灭之都这片区域 看到了战场 一个年轻人 正对着仙谷十三位圣境强者 牢牢叨叨 惊奇的是 那十三个家伙 一个个都不敢吱声 老人无语 仙谷已经没落到这种地步了吗 他拍了拍身上的泥土 大步走来 感知到师叔祖正在接近 仙谷弟子无不兴奋 十三位圣境 更是激动地叫 师叔祖 他们很激动 难以言明 同时也很羞愧 堂堂一方超级大势力 居然被一只狗压着打 还让一个年轻人 在耳边牢牢叨叨 而不敢反驳 实在是 耻辱啊 不过 这种局面很快就要改变了 一位圣境望向陈平平 哈哈大笑 你死定了 该死 乌吉宗和你都要复灭 我仙谷的长者已经复苏 他将横扫一切 复灭乌吉宗 师叔祖 颤抖吧 该死的乌吉宗 十三位接在呐喊 一个比一个激动 似乎看到了陈平平惨死的画面 又看到了吴吉宗被覆灭的画面 围观于此的修者 也窒息着 难以言明的震惊 那个人还活着 曾孤身一人杀入妖族腹地 而后活着回来的仙谷之强 在那个时代中 他便是唯一的 是无敌的 可惜 后来遭遇大道反噬 听说已经到话了 不曾想 他还活着 急不过后 王小道来到这里 身子狗搂 面容褶皱 浑身上下完全没有肉 只剩下一个干枯的骨架子 不像是一个活人 更像是一个活死人 一双眼瞳 好似没有眼珠子般 空洞 深邃 射人心魄 请师叔祖出手 斩杀大鳄 请师叔祖出手 覆灭无极踪 师叔祖 他们皆在喊道 神情愈发的激动 可王小道不为所动 视线一直打量着陈平平 陈平平则很平静 整个场面中的气氛 不经下沉变得更为压抑了 刘长青与阿兰两人面色惨白 暗中 仙谷大长老已经做好出手的准备 陈平平不能死 你要输了 剑圣轻语 这一次 光小雨没有反驳 出阶圣境是圣境的开端 最开始的境界 刚刚脱离尊者不久 对领域的掌控尚未成熟 凭借着诸多强大的底蕴 还是可以勉强一战的 可超越了出阶这个层次的圣境 完全变了一个模样 那种层次 一旦出手 毁天灭地 当然了 他没有反驳 并非是觉得陈平平输定了 而是 他很好奇 自家师兄将会如何化解 小黑的实力 已经踏入圣境级别 老黄远在其上 若老黄出手 定然挡住王小道 时间不长 当王小道从仙谷强者口中 了解到陈平平对仙谷的所作所为 脸色顿时僵住 好家伙 一次偷人 两次偷资源 第三次 居然还妄想挖走仙谷十三位圣境 胆子挺大的呀 二长老开口 还请师叔组出手 王小道眯起视线 冷冷地看着陈平平 年轻人 你不怕死 陈平平太平静了 黄道 还是尊者 不管什么境界 只要他还未踏入圣境 在面对圣境的时候 任何人都难以保持绝对的平静 可陈平平的平静 真的是平静 听到王小道的言语 他回头望向刘长青二人 旋即咧嘴一笑 刘兄 阿兰道友 莫慌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两人 哦 远处 地灵终于赶过来了 一声怒吼 惊天动地 他体型高大 通体雪白 面容神俊 看一眼就知道来历非凡 不过 你若是接近地灵 定然能看到他在颤抖 肩膀上的子鸡 一直在说道 不出手 师兄可是会斩了你的 真的 师兄很凶 平时也经常吃肉 生吃 特别喜欢吃灵兽 要不然你以为师兄 为什么会换养这么多灵兽 地灵颤抖 还有 我告诉你 师兄以前换养的灵兽 可不止这些 至少有二十头以上 子鸡眨了眨眼 他很耸 胆子特别是小 尽管曾追随过大帝 尽管来历非凡 若非被子鸡威胁 他是不可能走出来的 如今一看局面 至少有十位圣经强者 地灵顿时慌了神 前行的步伐 更为缓慢了 子鸡翻白眼 没出息 他拍了帕帝灵的肩膀 示意他可以停下来了 这种状态 真要加入战场 也只有死路一条 咦 王小道诧异 这不是紫荆大帝的战宠吗 识货 陈平平微微一笑 怎么会在这里 我把紫荆神族揍了一顿 然后这个家伙就跟我了 陈平平笑着 不可能 王小道摇头 紫荆神族来历非凡 与传说中的神族沾染关系 谁敢对他们出手 陈平平也不解释 脸上依旧挂着笑容 子鸡与帝灵出现在这里 这说明了两点 洪秀那三个混蛋还在闭关 其二 帝灵停下步伐 可能是难以前行了 这魂球向来胆小 见到如此可怕的局面 双腿发软 也很正常 靠不住啊 陈平平一声轻叹 准备动用底牌